昭州 第四集 书接上文 林昭犹豫了一下 缓缓开口 令尊周尚书 乃是吏部的天官 我想问一问 你们周家 认不认识在恒州 或者恒州附近的官员 当初林昭与齐轩周德两个人 住在同一个学舍里 自然积攒下了一些情分 可人情人情 用了人情是要还的 本来林昭并不打算去麻烦这两个社友 齐轩倒还好 他与齐轩关系极好 让他帮帮忙也就帮了 但是周胖子这一边 虽不能说是关系不好 但是却没有到能够随意动用周家资源的地步 听到林昭把大致的情况说了一遍之后 周胖子有些苦恼地挠了挠头 开口道 老三 这种事情我做不得主 我得去问一问老爹才成 这是应当的 林昭声音低沉 周兄与周尚书说 是我家中一个族兄遇到了些麻烦 周家帮与不帮 都是应当的 这会儿临近年关 朝廷也到了休幕的时候 吏部尚书就在周府之中 周胖子点了点头 先是把林昭拉进了周府偏厅等候 然后他就一溜烟 跑到后庭见自己老爹去了 林昭在偏厅里喝了好几杯茶之后 周胖子才有些匆忙地赶了回来 手里还拿着一封书信 他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把书信递到林昭手里 开口道 老三 恒周别嫁陈英 是走得我付门路 这是我付写给他的书信 你拿着这封信去恒周 他多半会帮你 林昭伸手接过这封信 如获至宝 他对着周得微微欠身 开口道 多谢周兄 今日恩德 林昭谨记在心 所谓别嫁 在大周朝应该叫做通判才对 可以理解为支周的副官 因为地位较高 出行的时候不与支周一车 而是自作一车 因此被人称之为别嫁 这种地方上的二把手 如果是面对一个空降过来的支周 甚至可以架空对方 即便是正常的上下级关系 一个别嫁在本周郡 也是极其重要的大人物了 有了这封书信 林昭的恒周之行 便会顺畅许多 周胖子把书信递到林昭手里之后 咳嗽了一声之后 开口道 我父说了 咱们兄弟交好 你来咱们家求他帮忙 按规矩 应该亲自去见过他这个长辈才是 这句话很明显是拉拢人心的话 明面上是在指责林昭不懂规矩 实际上的意思是 周家把林昭当成了自己人 而这种级别的话术 很明显不是周的能够想出来的 林昭立刻低头 小弟这就去拜见周伯父 周的一把拉住了他的袖子 笑着说道 我爹说 这次就算了 老三你估计还有事情要忙 先忙你的去吧 等你回长安了 再来补上这次就是 林昭犹豫了一下 先是点了点头 然后对着周的低头作一 多谢周兄 等我回长安之后 一定请周兄好好吃上一顿 周胖子立刻眉开眼笑 伸手拍了拍林昭的肩膀 那就说定了 等老三你从这个什么横周回来 为兄一定好好吃你一顿 林昭笑了笑 与周胖子说了几句话之后 便起身告辞 回平康芳准备明日出城的事情了 等到林昭离开了周家之后 一个身材微微有些臃肿 但并不是特别肥胖的老头 背负双手来到了这间偏厅里 见到了这老头之后 周胖子老老实实地低头行礼 爹 很显然 这个胖乎乎的老头 就是长安城里的关中之官 天官尚书周松了 周尚书先是看了一眼自己的幼子 然后抬头看向门外 开口道 林昭达的那个侦儿 走了 回父亲 走了 周尚书点了点头 在偏听主作之中坐下 周胖子很有眼色 立刻走了上去 笑嘻嘻地给老爹倒茶 多谢父亲给儿子面子 帮了这个忙 以后儿子在他们面前 脸上也光彩不少 周松先是端起茶水 抿了一口之后 不嫌不淡地开口道 回父出手帮忙 一来是给东宫面子 二来是给他林渊达面子 说到这里 他瞥了一眼自己的幼子 毫不客气地开口道 你有狗屁面子 周的神情一致 苦笑道 即便是这样 爹你骗一骗儿子 儿子也能开心开心 这种时候 自然要让你看清楚局势 不然等回父死了 你在长安城里 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周尚书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闷哼道 这个林昭口中的那个兄长 应该是林渊达在恒州 读书的那个儿子 这件事乃是大事 该帮自然要帮他一帮 说到这里 胖胖的尚书大人 看了一眼周胖子 开口道 为父是天官尚书 在朝堂之上 不能偏向任何一方 否则为父这个吏部尚书 便做到头了 但是你不一样 他低头捋了捋自己 河下的胡须 开口道 你无官无职 又跟林家的这个折儿交好 这就是一个契机 林渊达是东宫太子一系 他的这个折儿将来也是 你跟他们关系处好一些 将来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你的好处 说到这里 周尚书瞥了一眼周德 沉生道 记住一句话 周胖子深深低头 父亲教会 要偏不倒 交朋友就只是交朋友 尘埃落定之前 你跟东宫以及东宫一系的人 只能是朋友 要把握好分寸 随时准备抽身而走 周德深呼吸了一口气 点头道 儿子 明白了 周老尚书再次低头喝了口茶水 颇有些感慨 难得喝到一次 你周大公子亲手倒的茶 周德尴尬一笑 搬了把椅子坐在老爹身边 陪着笑脸 只要爹不嫌弃 儿子以后天天给您倒茶 次日凌晨 天色远远没亮的时候 林昭就在自己的房间里 准备好了行李 实际上 他要带的东西不多 除了从周家求来的那封书信之外 剩下的 就是一些换洗的衣物 以及一些随身的银钱 一封书信 不太可能横扫整个横州官场 即便可以 那也是横州的上层 搞定了上面的阎望 下面还有一些小鬼 需要用钱来打通 他刚刚收拾的差不多 突然听到了 自己房门外 传来了一阵敲门声 林昭连忙把包袱放下来 走到门前开门 果不其然 门外站着一身冬衣 脸色有些发白的林夫人 他黑眼圈极重 双眼密布血丝 很显然一晚上没有睡 在他身后不远处 袁达公两只手拢在前秀里 神色也有些忧心 林昭对着林夫人微微欠身 见过叔母 叔父 林夫人伸手把林昭扶了起来 拉着他的衣袖 长叹了一口气 本来这件事 应当是我们两个做父母的过去 实在没有理由让三郎过去 林昭微微一笑 开口道 叔母这是什么话 你与七叔都不方便离开长安 自古有事晚辈扶其劳 只而身在长安 自然当人不让 林夫人张了张口 想说些什么 却两眼通红 什么都说不出口 只能拉着林昭的袖子 默默垂泪 三郎 我家大郎的性命 便托付给你了 与林昭夫妇俩告别之后 林昭便背着行李 牵着林家的一匹大黑马 离开了林宅的大门 林昭夫妇俩一路 把他送到平康坊门口 林夫人满脸泪水 垂泪道 三郎 我而是我从小带大 他绝不至于做出谋害人命的事情 无论如何 保住他的性命 林昭也长叹了一口气 沉默片刻之后 低声道 三郎你也 注意安全 林昭脸上挤出一抹笑容 昨天我去了一趟周上书家里 从周上书家中 要到了一封信 有这封信在 大兄绝对没有性命之余 听到这句话 林昭微微皱眉 伸手道 与我看一看 林昭没有犹豫 把藏在怀里的书信取出来 递到林昭手里 袁达公只看了一眼信封 便把信塞回了林昭手中 沉声道 这份人情 我承下了 说着 他拉着林昭的手 咬牙低声道 三郎记住一点 保命要紧 如果那边的局势恶劣 哪怕让你大哥把罪认了 也要保住他的性命 听到这话之后 林昭才真正地对自己的七叔 心生敬佩之心 长安城里所有的达官贵人 碰到这种情况 估计最少有七八成的人 是想要保住自己的名声 而不是保住儿子的性命 毕竟儿子没有了 可以再生 前途没有了 便什么都没了 而林昭达在这里 却选择了自己儿子的性命 宁肯让林家门没受损 他跟着声明大坏 也要尽力保住自己儿子的性命 林昭微微低头 开口道 七叔放心 择儿记下了 叔侄俩正在说话的时候 突然从后面传来一阵奔跑之声 三个人同时回头 只见向来游手好闲的林二少 这会儿也换上了一身远行的衣裳 身后背了一个包袱 手里还牵着一匹大青马 他来到了父母身边 喘了几口气之后 咬牙道 阿爹阿娘 大兄出事 三哥这个堂兄弟都去了 儿子身为大兄的亲弟弟 没有躲在长安的理由 林昭只是微微皱眉 便扭头看向林昭 林夫人想要开口说些什么 但是看到丈夫的表情 咬了咬牙没有开口 林昭犹豫了一下 对着林简低声道 七叔 这一次我从丹阳长公主府上 借了二十个人 虽然人数不多 但是保命应该问题不大 如果七叔放心 可以让二郎与我一起去恒州看一看 刚好也带他出长安走一走 见见外面的模样 林战是在长安出生 生下来之后 绝大多数时间都在长安城里 除了回越州寄过两回祖之外 再也没有去过其他地方 听到这里 林简不再犹豫 点头道 三郎你能去 我家的儿子自然也能去 说到这里 他扭头看向林战 沉声道 你说的不错 出事的是你亲大哥 你自然应该去 你去可以 但是一路上必须要听你三哥的吩咐 明白吗 明白 林二少用手勒紧了背在身后的包袱 神情严肃 阿弟阿娘放心 儿子一定把大兄带回长安来 就这样 林昭兄弟两个人牵着马来到了西城门 到了西城门之后 林昭很快在西城门附近 找到了二十个身着青甲 持弩配刀的甲氏 这些甲氏身边各有一匹马 正在等人 寻常富贵人家的家丁 一般都是身着不一 了不起配刀而已 但是长公主府的家丁 显然不一样 其家乃是将门 其家的这些家丁 基本上可以说是家将 因此 他们不仅持刀 还可以配甲配弩 看起来如同正规君一样 林昭从怀里 摸出齐轩给他的牌子 走到这些人面前 微微拱手行礼 因我林家的家事 却要当个诸位年节 林昭向大家赔不适了 这二十人里 一个看起来四十岁左右的汉子 乃是领头之人 他上前验证了林昭手里的腰牌 然后对着林昭抱拳行礼 笑道 林公子客气 咱们这些兄弟 憋在长安也憋得久了 能出去透透气 乃是兄弟们求之不得的事情 这很明显是客气话 毕竟林静年关 谁不想待在家中 与妻儿老小团圆 吃一顿饺子 在这个时候 不仅没法团圆 反而要出远门 无疑是一趟苦茶室 林二少这个时候 倒是极为懂事 他走到这二十人面前 深深一一 因家兄之事 连累诸位 林湛代家兄与诸位赔个不是 这个四十岁的汉子文言 连忙上前 有些手足无措的 把林湛搀扶了起来 白手道 二位公子太客气了 一个年纪而已 当年在外行军的时候 七八个年节不在家中 也是常事 这样一来 林昭兄弟俩 跟这些丹阳长公主府的家将 就算是熟悉起来了 他们正说话的时候 西城门里一队人马 大概二三十人 结伴从城中走了出来 林昭给林湛使了个眼色 兄弟两个人迎了上去 对着当先的李续低头行礼 见过世子殿下 李续坐在马上 见状连忙下马 他先是看了看林湛 又看了看林家兄弟俩身后 这二十个配甲的壮汉 把兄弟俩扶起来之后 他诧异地问道 林湛失地也去 林湛低头道 大兄受难 小弟自然要去 李续点了点头 又看了看兄弟俩身后的二十个甲氏 问道 这些事 林三郎苦笑道 这些事我从长公主府里 借出来壮生试用的 说着 他看向李续身后的人马 开口道 原来殿下也带了不少人 林昭有些多此一举了 竟然能从丹阳姑母那里借出来人 世子殿下脸上露出一抹古怪的表情 然后笑道 人多一些自然是好事 论起精锐 长安城各宗室家中的家丁 没有比得过丹阳姑母家中的 他又看了一眼的二十个甲氏 感慨道 这些 曾经都是边军将士啊 说到这里 世子殿下大手一挥 朗声道 好了 我得要尽快赶到恒州去 时间紧迫 诸位快上马吧 说吧 世子殿下静止翻身上马 林昭与林湛兄弟俩 也都各自上马 林三郎对着身后二十个人挥了挥手 这二十个人如同一个人一般 整齐华一地上了马 随后 李旭那边的人马一马当先 走在了前面带路 林昭与林湛兄弟俩紧跟齐后 随之掌公主府的二十个人走在最后 一行大概五十余骑 从长安城西城门出发 朝着恒州方向进发 此时 远在千里之外的恒州城 已经成为了储君之争的又一个战场 而这五十个人 便是东宫派去恒州的援军 京城到越州 足有两千多里 这么远的距离 如果是正常人家坐马车赶路 少说 也要两个多月 甚至更久 然而这个时代 绝大多数人家是坐不起马车的 因此 对于常人来说 这个距离要走大半年左右才能到 而林昭一行人 因为人人有马 再加上事关人命 颇为紧急 他们一路上 除了正常的时速之外 其他的时间 基本上都在赶路 一行人 在拉月二十五 从京城出发 一直到临近元宵节 终于赶到了恒州城 十几接近二十天的时间里 其他人还好 最遭罪的是 林昭与林湛兄弟两个人 两人都不经常骑马 没有骑马出过远门 更没有这样拼命赶路过 赶到越州城的时候 兄弟两个人大腿内侧 几乎磨掉了一层皮 林昭还好 他两视为人 毕竟性情要比普通的少年人坚毅一些 但是林湛就不一样了 他还是个十三岁的少年人 有时候赶路的时候 疼得不行了 也会偷偷掉几滴眼泪 好在他们总算顺利地到达了恒州 马队停在恒州城下之后 世子李旭便吩咐手下人 先进城预定客店 打探消息 等安排完了之后 他才骑马来到林家兄弟面前 沉声道 二位师弟 现在已经是下午了 咱们先进城歇息一晚上 明日我们再去恒州之州衙门询问案情 如何 林家这一边 自然是林昭在主事 他这句话 也是相问林昭的 林三郎点了点头之后 开口道 一切听从殿下安排 说到这里 林昭顿了顿 然后继续说道 不过有一件事 还要麻烦殿下 殿下既然要去打探消息 不妨帮我打听打听恒州别家的住处 要先去见他一趟 关于恒州别家的事情 一路上林昭都没有跟李旭提起过 不过归根结底 这一次的事情 乃是林家自家的事情 人家作为宋王世子 是来帮忙的 如今世道临头 再瞒下去 就有些不尊重人了 听到这句话 李旭看了林昭一眼 笑道 林师与这位别家有救 林昭摇了摇头 开口道 是我在京城里找到的门路 世子殿下笑呵呵地看了林昭一眼 三郎倒是神通广大 既然有了恒州别家的门路 那么这装饰 就要容易许多了 我让人给三郎打听打听就是 说吧 他翻身上马 开口道 走 咱们进城 随着他一声令下 一行五十七左右的马队 排队进了恒州城 恒州守城门的兵丁 看到这些这假配刀的骑士 都有些紧张 不过 当宋王府的家将 亮出宋王府的腰牌之后 一切麻烦自解 他们顺利地进了恒州城中 不过这样一来 他们进城的消息 就会很快传到恒州之州 别家 以及一众高层官员 世身的耳朵里 当然了 李旭并不在意这些事情 他亲自跑一趟恒州来 就是为了让这些人知道 他这个天皇贵宙的到来 进了越州城之后 他们先是进了一家 越州最大的客店休息 林昭进了自己的房间之后 伸手摸了摸那封 待在怀里的书信 确认书信还在之后 他看了看同屋的林湛 开口道 二郎 我有些乏了 先睡一会儿 如果柿子那边送来什么消息 你帮我记下来 林湛也是第一次出远门 这会儿颇为疲惫劳累 可是对于他来说 林昭便是毫无疑问的主心骨 听到林昭这句话之后 他连忙点头 三哥你自睡就是 弟弟在这里看着 林昭深呼吸了一口气 点了点头 躺在了床上 没过多久 便沉沉睡去 过了不知道多久 林昭缓缓醒来 扭头看了一眼窗外 大概是黄昏时分 林三郎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开口问道 二郎 我睡了多长时间 并没有人回应他 林昭伸了个懒腰之后 扭头看向林湛 才发现 这个赶了两千多里路的少年人 这会儿正趴在桌子上 沉沉睡去 这并不能怪他 这么远的路 一个十几岁的少年 能够坚持下来 已经十分不易 这会儿他也是 疲累到了极处的 不过在林二少的手边 还有一张纸条 多半是刚才睡觉的时候 李旭派人送过来的 林昭起身拿过那张纸条 纸件上面写着一个地址 他把这张纸条拿到了一边 然后轻手轻脚地 换上了一身衣裳 又把这张纸条 塞进了自己的袖子里 随后与李旭打了声招呼 又从齐家的家将里 叫了四五个人 一起离开了这家客店 林末的事情 多半是康家的人作局 既然如此 如今恒州城里 说不定就有康家的人 这种时候 林昭是不敢出门独行的 他厚着脸皮 从齐轩那里要人 就是因为这个 毕竟当初在越州的时候 他就被成静宗给捉了去 留下了教训太深刻了 拿着这张地址 随口在街边打听到地方之后 林昭便步行前往 恒州城并不是很大 不要说比长安 就是相比越州 都要逊色不少 因此 林昭很快寻到了地方 找到了位于承西的城府 到了城府之后 林昭亲自上前敲门 很快就有门房应门 林三郎面色严肃 陈生道 劳烦通报 就说越州林氏 求见陈别嫁 这个四十来岁的门房 看了一眼林昭 有些好奇 公子是自己来的 是我自己来的 林昭点头道 你去通报就是 陈别嫁必然见我 越州林氏 在长安城里不起眼 但是越州林氏的林渊达 便十分耀眼了 作为长安的大宗师 他的长子在恒州出了事 这个陈别嫁 绝对不会不知道 门房点了点头 连忙转身去通报去了 过了大概一炷香十分 这个门房才回来 恭恭敬敬地 对林昭点头道 公子随我来 林昭回头看了一眼 自己身后的几个奇家家将 微微欠身 诸位大哥在这里等我一会儿 我去去便回 公子自去救世 沿途近二十天相处下来 这些人与林昭 已经十分相熟了 此时脸上都挂着笑容 林昭点了点头 与这个门房 一起进了陈家的大门 没过多久 就到了陈府的书房 被门房领进去之后 林昭便在书房里 看到了一个看起来 三十岁出头的中年人 中等身材 面向普通 林昭上前一步 低头躬身道 岳州临时林昭 见过陈别嫁 陈英先是打量了 面前的这个少年一眼 然后起身 把林昭扶了起来 微微叹了口气 可是大宗师 让你来寻本官呢 林三郎微微摇头 从怀里取出了那封 他带了一路的书信 别嫁 这是天官周尚书给您的信 听到周尚书这三个字 原本面色还算平静的陈英 立刻脸色骤变 他没有立刻接信 而是静怡不定地 看了眼前的这个少年人一眼 心中已经翻江倒海 这个少年人身后的关系 这么硬吗 或者是 力部已经站队了 陈英 前的二年近视极地 人说三十老明精 五十少近视 能在二十多岁便中近视 便是实打实的人中龙凤 更难能可贵的是 他不仅二十多岁中了近视 更能在中近视之后 短短六年时间 便坐到了别价这种地方 二把手的位置上 这就是典型的少壮派 而且是前途无量的少壮派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过了这个任期 他就能够调人他周刃之周 然后再多跑动跑动关系 还能往上爬一爬 一切顺利的话 到四十岁 就可以到长安 进入六部围观 当然了 没有什么贵人或者助力的话 这辈子也就到此为止了 这种履历 只比林简逊色一筹而已 陈别嫁深呼吸了一口气 伸手接过林昭手中的书信 拆开信 之后 认认真真的把信的内容看了一遍 当初他能够来恒州认别嫁 走的是周松的门路 既然走了别人的门路 基本上就算是半个门生了 周松亲自给他写的信 他听语不听是一回事 但是毕竟还是要看的 毕竟 这可是天官尚书的来信 对于这些几乎永远也触碰不到 正式堂的官员来说 天官尚书便是一尊天大的佛 陈英抱了一次周松的大腿 便能够来到恒州认别嫁 如果能再抱一次 说不定别嫁的任期一满 就能回长安去 想到这里 陈英深呼吸了一口气 认真看了一遍书信 信中的内容极其简洁 大意是说 林昭与周德相交 算是周家的后辈 这一次到恒州办事 让陈英带为照顾一些 看到这里 陈英虽然还没有搞明白 这位周尚书到底有没有站队东宫 但是也大致明白了他的意思 当下 陈别嫁把这封信收在了袖子里 低头看了林昭一眼 脸上挤出的一个笑容 周尚书乃是陈某的半个老师 既然老师写了信 林公子到恒州来有什么事情 尽管说就是 林昭没有犹豫 开门见山地说道 是为了家中林末一事 说到这里 林昭又从袖子里取出两张纸 放到了陈英面前 低声道 家中林末是在更新了的石谷书院读书 上个月听闻 好像是在恒州犯了什么官司 我这个兄长 素来老师 绝不会做出什么坐监犯科之事 因此 想请陈别嫁帮忙 查一查这件事 别嫁涨粮运 家田 水利 诉讼等 因此像是林末这种案子 他是绝对说得上话的 而且 话语权未必就比之州差到哪里去 陈英没有说话 而是低头看了看林昭递过来的两张纸 这两张纸乃是长安大通贵方的对票 各五百贯 加在一起 一共是一千贯钱 这个时代 信用体系不曾建立起来 一些地方上贵房的对票 都是不作数的 但是长安八大贵房的对票 在一定程度上 却可以在大州通行 这大通贵房 就是长安八大贵房之一 据说这家贵房背后的东家 姓李 陈别嫁看了看林昭 大昭眉头 且不说本官平日里并不受贿 即便受贿 林公子持周师之幸而来 本官哪里能收林公子的钱 陈别嫁这话不对 林昭脸上挤出一个笑容 开口道 在下带着周尚书的信而来 绝不是要用周尚书的名头 要挟别嫁做事 那封信 只是要让别嫁收下这些钱 如别嫁所说 咱们是自己人 林三郎面色严肃 微微低头道 如果不是自己人 一来别嫁不会放心收钱 二来林家的心意 也不至于只有这么多 况且 为了家兄之事 别嫁多半也要上下奔忙 这点钱说不定办事都不够 林昭微微欠身 等事情明朗一些了 林家另有心意 这就是林昭与林检办事 最大的不同了 此时如果是林检在这里 即便他无官无职 他也是绝对不会给陈英送钱的 而林昭这里 却清楚 想要在毫无根基的地方上 迅速推进 用钱是最快的途径 他这一次 带了五千罐钱过来 来之前 就有了把这些钱 统统花出去的准备 听到林昭这番话 陈英饶有兴致地打量了 极眼眼前的少年人 片刻之后 他才缓缓开口道 林公子是大宗师的 在下是袁达公堂职 林昭欠身 开口道 细说起来 也勉强算是一个官 在国子健读书的时候 蒙圣人恩德 给赐了个从八品的执事 听到这句话 陈英这才开始正视林昭 他对着林昭抱了抱拳 肃然道 原来是同僚 咱们既然同朝为官 这钱陈某就更要不得了 林公子把钱拿回去救世 令兄之势 陈某一定尽心尽力 说着 他就要把这两张纸 塞回林昭手中 林三郎往后退了两步 笑着说道 陈别价要是实在不收 那这些钱就先放在别价这里 反正家兄之势 少不得要花钱 这钱别价先拿去用 等这件事情了 如果有剩 别价再退给我就是 两个人又客套了两句 陈英这才把钱收进了袖子里 然后抬头看向林昭 陈生道 不知道林公子想要陈某做什么 林昭到陈府这么长时间 说了这么多废话 就是为了等这一句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别价 在下需要这件事情的前后卷宗 而且 这件事有诸多疑点 在下想请恒州衙门重审此事 另外一点就是 如果方便的话 明天一早在下 想进大牢见一见兄长 卷宗倒是不难 让林公子去见令兄 也不难 陈英皱眉道 难就难在重审上面 这件案子影响极大 而且差不多已经定案 芝州已经准备上报刑部了 这个时候想要翻案 且不说逢芝州那边会不会同意 恒州的百姓多半也不会同意 那这样吧 林昭犹豫了一下 低头道 请陈别嫁把这件事情拖一拖 暂且不要上报刑部 明日再下去见了兄长之后 再去想查此事 等查出了具体的证据 想来恒州衙门 也不会强行去了家兄 陈别嫁面色严肃 陈某主长诉讼 若此案有冤 恒州自然会重审此事 林昭点了点头 先是对着陈英拱手行礼 然后微笑道 有陈别嫁这句话 在下今天就算没有白来 陈英呵呵一笑 看了看窗外的夜色 笑道 天色已晚了 林公子不嫌弃的话 不如留在避宅吃个饭 林昭连连摇头 在下还有事情 不敢打扰陈别嫁 说到这里 林三郎看向陈英 微笑道 不过与在下同行而来的 还有宋王府的柿子 别嫁如果想要见一见柿子殿下 在下倒是可以帮别嫁引荐 柿子殿下 是与林公子同行 陈英脸色微变 深呼吸了一口气 早在下午里蓄意行人进城的时候 他就知道了 有京城的贵人到了恒州 不过冯之州没有组织官员拜会 他这个别嫁 自然不太好 先去私下拜见 而且 这位宋王府的柿子 是出了名的太子一党 林昭微笑道 柿子殿下 陷住在恒州的大怀客栈里 拒与不去 全在别嫁自己 陈英深呼吸了好几口气 此事 不急 他声音有些沙哑 林公子且容我 考虑考虑 这种事情 的确是要慢慢考虑的 如果是在别的朝代 皇帝建老 储君以利 那么这个时候 自然应该想都不想地 投入东宫怀抱 对着太子殿下纳头变拜 以便在新朝之中站稳脚跟 但是大洲不一样 从谋认皇帝 开启了皇子兵变的先河之后 二百年来 大洲的皇权顺帝 便一直不怎么顺畅 有先例在前 便自然而然会有父子相宜 相争乃至于相杀 远的便不说了 三十多年前先帝之死 便不明不白 因此 在大洲朝廷做官 最难判定的事情 便是 未来的皇帝究竟是谁 新皇的屁股 没有落在笼椅上之前 除了类似于林俭这种 本来就跟东宫绑在一起 难分彼此的官员之外 其他人是绝对不敢轻易下主的 虽然本朝的皇帝很有作为 父子之间的争斗 也并不尖锐 但是明眼人都能够看得出来 老皇帝对东宫并不是十分放心 如果按照正常的皇位顺帝 老皇帝到了这个年纪 太子现在应该轮流执掌六部 或者进入正式堂关政 甚至于 已经可以开始组建自己的小朝廷了 而实际的情况是 太子殿下 现在依然被困在东宫 整个长安城里 除了出身东宫的属官 以及类似于林俭这种 与东宫分不开干系的官员之外 竟然只有一个 从小陪太子读书的宋王世子李旭 在踏踏实实地替东宫做事 在这种当口 陈英自然不敢轻易 站到东宫这一边 不过对于他这种 高不成敌不就的少壮派来说 这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现在这个时候战队 只要赌对了 将来太子四位 他的仕途上线 就会骤然拔高许多 甚至可以做到六部尚书 乃至于正式堂拜相 如果他不肯赌 这辈子一点错不犯 差不多也就止步四平了 因此 这位横州别嫁 很是纠结 林昭对着他微微欠身 笑着说道 家兄的卷宗 劳烦陈别嫁帮忙整理 在下这几日 都会在大怀客栈 陈别嫁可以随时来寻我 说吧 林昭便起身告辞 陈英亲自把他送到了 陈家的大门口 他面色严肃 开口道 林公子放心 林家的事情 陈某一定一帮到底 陈某现在就去衙门 把令兄的案卷整理出来 送到林公子手上 有劳别嫁 林昭对他拱了拱手 就要转身离开 陈英犹豫了一下 忽然开口唤住林昭 林公子 林昭停下脚步 回头看向陈英 陈别嫁 陈英咳嗽了一声 缓缓开口问道 林公子 陈某想知道 周氏的这封信 是大宗师去要的 还是氏子殿下去要的 林昭愣了愣 然后对着这位 还算年轻的 别嫁眨了眨眼睛 笑道 别嫁误会了 这信是在下呼周府讨要的 周尚书那种身份 绝对不会插手储位 陈别嫁用不着考虑他 还是要想一想自己 听到林昭说出这句话 陈英心中一惊 这才明白过来 自己的所有顾虑 都被这个看起来 只有十四五岁的少年人 看在了眼里 真是厉害啊 他默默地点了点头 开口道 如此 陈某明白了 今日天色晚了 明日一早 陈某再去拜会世子殿下 林昭对着他低头行礼 多谢陈别嫁 仗义元首 林昭说完这句话 就要转身离开 这位年轻的横州别嫁 看着林昭 突然问了一句 冒昧问一句 林公子今年多大年岁了 林昭低头盘算了片刻 然后回答道 已经过了年 那在下现在就是十五岁了 陈英府长感慨 林公子十五岁 言谈举止 就能够滴水不漏 真是厉害 当年我十五岁的时候 还在故乡读书 有时走在路上 碰到外乡人问话 都会手足无措 别嫁过奖了 林昭微笑道 个人性情不同而已 我这个人 生来脸皮厚一些 话也多一些 说完这句话 林昭在心中也暗自感慨 遥想他 当年十五岁的时候 有时候跟小姑娘说话 都会脸红 估计还不如陈英年少时 毕竟不是每个人 都能少年老成 谁还没有青涩过几年呢 话说到这里 林昭便拱手告辞了 回到了横州城 那棵大槐树下的 大槐客栈之后 他镜子回了自己的房间 伸手拍了拍 仍旧趴在桌子上熟睡的林二少 让他回床上睡觉之后 林昭自己也打了盆热水 躺在床上沉沉睡去 这二十来天赶路 着实把他累坏了 刚到横州没多久 又聚见了一趟陈英 耗费了不少心力 不知道过了多久 林昭睡得正香的时候 就听到外面有人敲门 他迷迷糊糊披上衣裳 走到坊间门口 就看到一个齐家的家将 伸手递过来一个厚厚的信封 他低声道 林公子 这是刚才一个人送过来的 说是要交给你 林昭点了点头 接过这个信封 陈生道 有劳 他心中明白 这是陈英收集到的卷宗 连夜派人给他送了过来 接过来之后 他又问了一句 现在是什么时辰了 这个齐家的家将 估摸了一番 开口回答道 应该到四更了 四更 就是差不多凌晨一两点钟了 林三郎点了点头 说了一声 知道了之后 关上了房门 关上房门之后 他的坐到桌子边上 一边摇头 一边点燃了桌子上的油灯 把信封里 大概十几张卷宗抽了出来 看到卷宗上密密麻麻的字 林三郎苦笑着 摇了摇头 看来是别想睡了 说到这里 他回头看了一眼 正在床上酣睡的林湛 无奈地挑了挑灯心之后 开始从头到尾翻看这个卷宗 第二天一早 天将拂晓的时候 好好睡了一觉的林二少 终于从睡梦之中醒来 这会儿 天色还没有全然亮起来 但是屋子却有灯光 林湛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起身走到正在翻看 卷宗的林昭面前 有些不太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三哥 你在看什么呢 林昭头也不回 大兄的卷宗 听到这句话之后 林湛浑身一震 整个人立刻清醒地过来 连忙凑了过去 这会儿 林昭已经看完了 卷宗的最后一页 他有些头痛地 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 把卷宗递到了林湛手里 现在来不及看了 咱们收拾收拾 去恒州衙门大牢里 见一见大兄 当面跟他问清楚情况 林湛这会儿还在看卷宗 林昭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沉声道 换衣裳 边走边看 林湛连忙点头 与林昭一起换上了衣裳 兄弟两个人一同走出房门 先到李序的房间 见了见这位柿子殿下 林昭拱手道 殿下 我们兄弟先去大牢探望探望大兄 询问大兄一些情况 柿子殿下微微点头 开口道 你们去吧 一会儿恒州这边的官员要来见我 我脱不开身 等我见了恒州的那位逢之舟之后 跟他问一问详细的情况 说着 他抬头看向林昭 笑着说道 三郎静得去恒州大牢府 静得去 林昭对着李序微微拱手 陈生道 昨天已经打好招呼了 我们自去就能见到大兄 那你们去吧 柿子殿下叹了口气 你们去详细问问大郎具体的情况 我在这里也问一问恒州本地的官员 等你回来 咱们再一起商量出一个具体的法子 林昭拉着林战 对着这位柿子殿下 躬身行礼 有劳殿下费心了 林昭兄弟两个人 带了大概十个人 很快就赶到了恒州大牢 看守大牢的牙差 已经提前被人打了招呼 林昭亮明身份之后 很顺利地被带进了大牢之中 一进大牢 一股腐朽恶臭的味道 便扑面而来 这个时代 可没有什么人道主义精神 牙差们也不会特意去给你打扫牢房 甚至会故意把牢房弄得脏万差 用来惩治这些犯人 再加上每个牢房的马桶 就放在牢里 种种味道混合在一起 自然臭不可闻 在牙差的带领下 林昭兄弟很快来到了一处牢房门口 牢房里 一个蓬头垢面的年轻人 侧躺在一堆甘草上 面对墙壁 牙差对着林昭微微低头 开口道 两位公子 这位就是关押林末的牢房 林三郎点了点头 陈生道 劳烦差大哥 帮我们打开牢门 这个差一看了林昭一眼 很痛快地拿出要是开了牢门 笑着说道 陈别嫁打了招呼的 小的也就不多说什么了 几位公子在这里慢慢聊 什么时候说完了 过来知会小的一声就是 林昭点头称谢 然后与林湛一起弯腰进了这个牢房 走进牢房之后 本来仅无口鼻的林二少 亮亮呛呛地 走到侧躺着的林末身边 垂泪道 大兄 大兄 弟弟看你来了 听到亲兄弟熟悉的声音 满脸乌狗狼狈不堪的林末 这才回过头来 他先是看了林湛一眼 又看了一眼林昭 眼神有些躲闪 二郎 你们怎么来了 林湛伸手擦了擦眼泪 哽咽道 父亲不好离开长安 因此 让我们来恒州 处理大兄的事情 另一边的林昭 也往前走了两步 他看着林末 先是微微皱眉 然后半蹲了下来 沉声开口道 大兄 那孙氏女 是你杀的不是 昨天晚上 林昭拿到卷宗之后 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 大概了解了这桩案子的详情 与林末交好的女子 是恒州孙家的小姐 大概在两个月前 林末准备动身返回长安过年的时候 孙小姐从家中跑了出来 与林末见了最后一面 嗯 是在客店里 大周的风气 类似于林昭上辈子的大堂 此时尚没有理学 夫妻之间闹离婚 权贵人家娶二婚什么的 都是非常常见的事情 在这种风气相对开放的时代 这对小情侣 既然是在客店碰面 那他们俩 多半是已经有夫妻之时了 我 林末在林湛的搀扶下 缓缓坐了起来 他看了林昭一眼 眼神有些闪躲 我 我不知道 他苦笑道 那天晚上我喝酒喝多了 之后便沉沉睡去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秀娘她便倒在了我床边 说到这里 林末表情痛苦 声音沙哑 我原本打算回长安之后 便跟父亲提起此事 过了年之后 便能去孙家提亲 谁想到 说到这里 林末有些痛苦地摇了摇头 他沉声道 你们 不要再管我了 不管秀娘是不是我杀的 终归是因我而死 我一死相陪就是 这位林大公子 看了自己的兄弟林湛一眼 咬牙道 以后父母双亲 就托付给二郎照顾了 告诉二楼 就说林末不笑 只当是他们没有生下 我这个儿子 林湛心神大振 拉着自己大哥的手 眼睛发红 兄长切莫如此说 爹娘还在长安等你回家 林昭看到林大郎这个模样 心中大概明白了一些 卷宗上 为何写了林末已经默认了此事 多半是因为孙家小姐之死 林末心中也萌生死至 没有了求生的信号信号 自然任由别人在他身上安插罪名 大兄 不是你杀的 便不是你杀的 林昭半蹲在他旁边 低喝道 若非你所杀 你却认了这个罪 岂不是让背后的凶手逍遥法外 再说了 你若背下了这个罪名 这就不只是你一个人生死存亡那么简单了 到时候 七叔的名声 十股书院的名声 都会因此大损 乃至于 太子殿下那边 也会因此受到一些打击 按照卷宗上所写 那位孙家小姐 是被掐死的 而且 衣衫不整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罪名坐实了 林末就不只是杀人 而且是奸杀 到时候 远在长安的林简 必然会因为此事 大伤生育 东宫的势力本就不大 一个大宗师林简 对于东宫来说极为重要 否则世子李旭 也不会千里迢迢地跟到恒州来 林昭靠近了林末两部 在他耳边咬牙道 大兄 如果你认了这个罪名 七叔不仅会损失前程 现在这个国子祭九的位置 也不一定能够保住 甚至还会连累太子 大兄也是官宦出身 不妨想一想 如果东宫失去处位 我越州林氏 将来会是一个什么下场 林昭这一番话 说得极为严厉 林大郎先是愣了愣 然后抬头看向林昭 三郎 一 林昭面色严肃 冷声道 大兄 我再问你一遍 这件事到底是不是你干的 应该 不是 林末摇了摇头 低声道 我虽然酒量不太好 但是从小到大 即便是喝多了酒 最多也就是倒头就睡 不可能在酒后 干出这种事情 只是 他搜了搜自己的脑袋 有些痛苦地说道 只是那天晚上的事情 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因此我也不能确定 你必须要确定 林三郎深呼吸了一口气 沉声道 大兄你记住 那位孙氏小姐的死 与你没有任何关系 从现在开始 不管任何人问你 你都要咬死那天晚上 你喝多了 人事不行 没有干任何事情 林大郎张了张口 声音苦涩 可是 这个案子 恒州衙门已经审了 另有案情 自然要重审 林昭虽然年纪不大 但是这个时候 神情出奇地严肃 他低声喝道 大兄你记住 即便你不想活了 要给那位孙小姐殉情 你也不能死在这大牢之中 你死在这里 七叔 越州灵氏 便捅捅完了 至少两代人抬不起头 从今天开始 你咬死不认 剩下的事情 就交给我们去办 林末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有些狼狈地点了点头 我 记下了 林昭点了点头 扭头对林湛说道 二郎 你们兄弟俩先说说话 林二少点了点头 拉着林末的手说话 而林昭则是起身离开 来到了外面之后 找到了刚才带他们进来的那个牢头 从袖子里 取出一小块金子 塞在那人手里 差大哥 劳烦先帮我家兄长 换个干净一些的牢房 一个案子想要翻案 首先得案犯自己不认 解决了这一点之后 接下来 就是要去解决证据问题了 当初林末与孙家女子 约会的客店 是在恒州城东的如意客栈 林昭离开了恒州大牢之后 从随行的十个人里 带走了五个人 赶往了这家城东的客栈 当他们赶到这家客店的时候 才发现 这家客店已经人去楼空 只剩下了一个宅子 空无一人 林昭站在这座空荡荡客店面前 微微皱眉 这家客店里出了人命案 生意一落千丈 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是没有想到 只过去了两个月时间 客店便已经倒了 林昭犹豫了一下 回头对身边一个奇家家将开口道 你回一趟大怀客栈 告诉世子殿下 让他帮忙查一查这家如意客栈的掌柜 以及伙计的去处 这个家将点了点头 立刻扭头去了 林昭翻身上马 对着身后的四个大汉开口道 咱们出城一趟 去一趟十股书院 四个家将纷纷点头 跟着林昭一起翻身上马 恒州这个地方 要说偏僻也算不上太偏僻 可也远没有越州那种江南大城繁华 不过这个地方 有一座在整个大州都很出名的书院 十股书院 大概一百多年前 一个恒州出身的大儒 邀请长安一个理性宰相 来十股山游玩 见十股山林木葱玉 又被三江环绕 于是便出了一大笔钱 又筹了些款 建了这座书院 后来这位恒州的大儒 就在这座书院里广收门徒 他在十股书院授徒二十年 其弟子数百人 中进士的便有二三十人 明镜更是无法记说 正因为如此 十股书院声名大噪 天下无数学子涌入恒州 就这样 十股书院便渐渐成型 发展到现在 已经更像是一种学术流派 而这种学术流派 在长安城 已经渐渐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 正因为如此 十股书院哪怕是在长安城里 也地位不低 每一个赶来越州任职的支州 别嫁 上任之后第一件事 便是要到十股山 去拜会十股书院的山长 林昭等人骑马 很快出了恒州城 到了十股山山下 他们五个人纷纷下马 把马匹拴在山门口的拴马石上 然后林昭深呼吸了一口气 沿着十股山的阶梯 爬了上去 他身后几个齐家的家将 紧随其后 很快就到了十股书院的正门 十股书院依山而建 很多建筑颇为奇特 景致也十分不错 不过现在这个时候 林昭没有什么心情去看风景 他敲了敲门之后 开门建山的 对十股书院的门房说道 越州林氏子弟林昭 求见卫山长 这个门房看了一眼林昭 又看了看林昭身后的几个富甲壮汉 二话不说 扭头就去通报去了 没过多久 他就重新回来 引着林昭进了十股书院 十股书院这一百年来 经过多次扩建 这会儿已经占了小半个十股山 书院里经常可以看到 一些学生捅着书 摇头晃脑的音诵 这种场景 让林昭差点以为自己回了 长安的国子建 不过眼下 他肯定是没有什么心情 去关注这些十股书院学生的 在门房的带领下 他穿过了不知道多少间房屋 终于来到了十股书院后院的一处 以着一块巨石建成小楼里 门房侧过身子 对着林昭躬身道 林公子 山长就在上面 您自己上去吧 林昭点了点头 从巨石上的阶梯 迈步走了上去 好在阶梯不是很长 他很快走到这座木屋面前 伸手敲了敲房门 越州林昭 求见卫山长 他话音刚落 小木屋的房门就被缓缓打开 里面站着一个一身 普通冬衣的中年人 身材轻瘦 看起来只比林昭大上两三岁的样子 这人便是十股书院的 现任山长卫景 自育名 早年魏景与林昭一起 师从十股书院的上一任山长吴先生 后来师兄弟两个人 先后取重近视 不过年轻一些的林昭 反而先中近视几年 魏景等到年近三十的时候 才取重近视 中了近视之后 师兄弟两个人的人生路径 也大不相同 林昭达在仕途上平步青云 而魏景寻了几年之周之后 一来有些厌烦了朝堂之中的迎来送往 二来身体有些不适 在三十六岁的时候便辞观不作 回到十股书院专心学问了 前些年吴老先生离开十股书院 回到故乡养老去了 魏景便接过了这个院长的位置 在这里专心教学 林昭的长子林末便是魏景的学生 林昭对着这个中年人低头行礼 沉声道 晚辈林昭见过玉明先生 魏院长看了林昭一眼 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老夫知道你 林昭抬头看了魏景一眼 有些诧异 先生如何知道晚辈的 魏景迈步走进了小屋 不多时从书架上抽出几本小册子 微笑道 这一年多时间 袁打给老夫寄了这些小册子 老夫都一一看过了 林编传在上面写的西行记 颇为精彩 老夫是一直追看的 这个年代 因为平均年龄不高 男子过了四十岁 便可以自称老夫 魏景比林昭年长四岁 今年是四十五岁 老夫这两个字 他已经自称了好几年了 对 原来是吴先生的书迷 林昭在心里说了一句 然后深呼吸了一口气 对着魏景拱手道 玉明先生 晚辈今日登门求见 是有事情相求的 魏景面色平静 一边翻看他搬出来的小册子 一边开口道 是为了林末的事情吧 林昭点了点头 咬牙道 先生 我家大兄受人陷害 蒙受了不白之冤 这件事情 先生务必要出手相助 否则不止我岳州林氏会声名大损 十股书院的名声 也会 说到这里 林昭便闭口不言了 魏景放下手中的小册子 看了林昭一眼 然后又从桌子上 翻出了一纸文书 摆在了林昭面前 林边转请看 这是我十股书院开格林末的文书 不日就将章贴出去 林昭低头看了看这份文书 低声道 可是先生毕竟还没有把它贴出去 不是吗 魏山长沉默了一会儿 叹息道 等恒州衙门那边坐实罪名 这张告示 就会立刻贴出去 不管老夫与袁达之间的交情如何深厚 书院百年的清誉 不能毁在林末手里 更不能毁在我手里 所以这件事情要翻案 林昭微微躬身 陈生道 林昭几乎可以肯定 此事与我兄长无关 只要先生肯帮我 这桩案子便一定可以翻案 每一个时代 都不会缺乏望子成龙的父母 因此 不管在哪个时代 爹妈都会十分重视教育 像十股书院这种 在整个大州都极有名声的书院 便是最优质的教育资源 手握这种教育资源 魏景即便不做官 它的社会影响力也丝毫不低 尤其是在恒州本地 不知道多少人削尖了脑袋 想要揭拾它 因此 魏景在恒州本地的社会影响力 绝对是要高过地方衙门的 天知道这位卫山长 在恒州到底认识多少人 只要他肯点头帮忙 林末的案子 几乎就一定能够翻过来 魏景看了一眼灵昭 与其平静 临边转平什么要我书院冒险 大州境内 林林总总的书院 如今已经不计其数 但是十股书院 可以稳稳排进前五 这也是 这位卫山长当年 能够放弃官位名录 安心来恒州智学的原因之一 以他这个近视极地的功名 再加上十股书院山的身份 不要说在一个恒州城里 就是在整个大州 地位也是不低的 但是身为山长 自然也要维护书院的名声 这也是为什么 哪怕魏景与林简私交甚好 同时还是林末老师 也能够很下心 要把林末开个出书院的原因 他问出的这句话 很现实 凭什么要十股书院去冒险 一个林元达 一个林末 甚至于整个越州林氏 都是不够这么个百年书院去冒险的 因为 我家兄长出事 九成九是康是所为 林三郎深呼吸了一口气 抬头看向魏景 陈生道 如果先生置之不理 我大兄蒙冤不说 我家叔父也要生命受损 到时候 他老人家说不定会离开长安城 说到这里 林昭抬头看向魏景 面无表情 敢问玉明先生 如果我叔父离开长安 长安城里的十股书院一戏 还有谁能执牛耳 这句话 倒是把魏景给问住了 他皱了皱眉头 缓缓说道 我书院只是一个教书育人之地 虽然多有为观者 但是并无派系 林边转多想了 林昭撇了撇嘴 但是并没有反驳魏景 而是继续说道 那我再问一问先生一个问题 如今长安城里 但凡是书院出身之人 因为我家叔父的原因 多半都已经投向东宫 假使东宫在楚位之争中 落败 这些书院出身的人 应当何去何从 魏山长再一次皱眉 但是却没有说话了 林昭抓住了这个机会 笛声道 玉鸣先生 我大兄之士 明显是康家人设局 在这个当口 先生如果置之不理 我越州林氏 固然会颜面大损 但是石谷书院 也会自此开始没落 先生信也不信 见魏景仍旧不说话 林三郎又添了一把火 咬牙笛声道 先生 我家叔父一直视石谷书院 为伏地 这么些年来 早已经绑在一起 无分彼此 先生 就算不看我林家的面子 也要看石谷书院的面子 我叔父与大兄 据是书院学子 百年石谷 不能在先生手里 开始衰败吧 好一个伶牙利嘴的后生 魏景拍了拍手 看向林昭 长叹了一口气 无论如何 林边转算是说动了老夫 有什么老夫需要老夫的地方 你直说就是 林昭文言大喜 脸上立刻露出笑容 起身对着魏景拱手道 玉鸣先生 我兄长一案 既然是被人陷害 那么一定有层层疑点 经不起推敲的 请先生连同本地相身 尤其是 那个孙家 联名给横州衙门写一封信 要求重审此案 前面的话 魏景都没有什么表情 听到孙家两个字之后 他微微皱眉 孙家死了女儿 恨不能把林墨给吃了 绝不可能站出来 要求重审此案 林三郎缓缓吐出一口气 他们家作为受害人 反而最应该知道 事情的真相才对 他对着魏景拱了拱手 开口道 还请玉鸣先生与孙家的人说 这件事 林家无论如何 也会给他一个说法 如果真是我大兄所为 我亲自把他绑去孙姑娘坟前 杀了与孙家出气 魏景看着林昭 府长笑道 林边传好大的口气 不知道你最后这一句话 袁达会不会认 我今日说的所有话 七叔都会认 林昭拍着胸脯说道 我说的话 便是七叔说的话 那就一林边传的话来办 魏景开口道 老夫稍后 就写信联络横州的士绅 争取这几天时间里 写一份万民书出来 如果有必要 我亲自下山一趟 去见见那位逢之舟 尽量把事情给你办成了 林昭心中大喜 连忙对着魏玉明低头行礼 今日魏公之恩 林家记下了 谈不上 魏景摇头叹了口气 袁达是我师弟 林末是我学生 有这些关系在 老夫能帮 自然是应该帮的 这两天时间 老夫尽快给你回信 林昭连忙点头 有劳山长 在石谷树院 待了大概半个时辰左右 林昭匆匆离开 与几个齐家家将一起 骑马返回 恒州城大怀客栈 这会儿已经是正午 等到他们回到 恒州城的时候 时间已经差不多到了午后 林昭领着几个 齐家家将 在路边随便吃了一顿 然后立刻赶回了客栈 到了客栈之后 才发现 世子殿下李旭 被恒州当地的官员 请去吃饭去了 林昭没有办法 一边派人去给李旭报信 另一边自己躲在 大怀客栈的房间里 把这件事 前前后后捋了一遍 大概到了下午的时候 李旭拜终于 从恒州官员的 应酬之中脱身 他连忙赶回客栈 敲响了林昭房间的房门 三郎 情况如何了 身上略微带了些 酒气的世子殿下 站在门口询问 很快 房间的门就被林昭打开了 他把李旭请了进去 两个人在茶桌 两边坐了下来 林昭弯身 给李旭倒了杯水 神色平静 殿下 事情我已经办得 差不多了 这件事情 别嫁陈英会全力帮忙 石谷书院的卫山长 也答应了我帮忙 一切顺利的话 最多再有三四天时间 这个案子 便可以推倒重审了 听到石谷书院几个字 李旭眼睛一亮 府长道 书院的确是一大助力 我差点 把石谷书院给忘了 这样吧 明日我 亲自去一趟石谷山 拜会拜会这位卫山长 林三郎微微摇头 对着李旭拱手道 殿下 石谷书院那边 我已经说通了 殿下去与不去 不是十分关键 眼下最关键的事情 就是找到那个如意客栈的店家 伙计 已经能够为我大兄作证的证人 证物 没有这些 即便几日之后重审 多半也还会是今日之场面 李旭坐在林昭对面 点了点头 三郎说得不错 你早上 让人传回来的书信之后 当时我就让派人去查访如意客栈了 林三郎深呼吸了一口气 对着李旭开口道 殿下 事情已经过去了两个月 孙家的人 也不可能同意开关验尸 咱们能够获得的证据有限 因此这一次重审 咱们的目的 并不是一次性让大兄脱罪 林三郎声音严肃 开口道 而是要让恒州衙门 推翻之前的判决 这件事可以慢慢查 甚至可以让长安的 三法司派人到恒州来查 只要大兄的罪名没有做时 便迟早有真相大白的一天 林昭在李旭的房间里 与他详谈这一次 在恒州办事的章程 谈话到结尾的时候 林昭起身 对着李旭微微低头 开口道 殿下 您上午见到的那个冯之舟 可有什么表态吗 没有 李旭摇了摇头 有些无奈地说道 这个冯之舟 已经年过六十了 做完这一任之舟 多半就要致事 他不想惹麻烦 更不想参与长安之事 多半只会公事公办 公事公办 林昭点了点头 开口道 如果真能公事公办 事情就简单了 他看了看李旭 问道 殿下在刑部或者大理寺 可认识一些老行民 刑部与大理寺之中 除了大理寺清尚书等高级官员之外 也有一些做实事的立员 有时候行不决的 地方城上来的卷宗 不合情理 或者有不太对的地方 就会派这些人下去 核查案情 因为常年接触各类案卷 这些人对于案情极其敏锐 如果能请动这些专业人士到恒州来 这个并不复杂的案子 应该很快就会出一个结果 李旭低头想了想 然后微微皱眉 我在长安城里无职 三法司的官员 倒是认得一些 但是底下的虚利便不认得了 说着 他看向林昭 三郎的意思是 让三法司下属的立员 来恒州调查此事 林昭点了点头 树叶有专攻 我等到恒州来 只要保住大兄的性命 让这件事得以重审就好 但是其中一些具体的事情 林昭摇头苦笑道 我一个刚从越州出来的毛头小子 对此一窍不通 想来以殿下的千金之躯 也不太可能懂得查案 咱们在这里查 恐怕查上几个月也查不清楚 只能交给这些专业的人去做 听到这里 李絮点了点头 我明白了 今天我就给长安写封信 太子殿下从刑部或者大理寺 调几个人到恒州来 想查此事 林昭长松了一口气 起身对着李絮攻身行礼 多谢殿下 李絮摇了摇头 三郎你对我太客气了一些 我是林师的徒弟 便是林家伴子 咱们是一家人 用不着这样拘谨 林三郎勉强一笑 心中却很不以为然 且不说你姓李我姓林 即便真的同姓 该守的规矩也得守 宁愿看起来生分一些 也不能去做那种 大大咧咧的人 毕竟这不是开玩笑 真的放松警惕了 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会得罪这些皇室中人 与李絮说了大概 半个时辰的话之后 林昭才起身告辞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 回了房间之后 他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坐在了椅子上 取出笔墨纸验之后 一边磨磨 一边细细思量将要写的内容 想得差不多了之后 林昭把铺好信纸 给远在长安的林检写了封信 等到他一封信快写完的时候 林二少才从恒州大佬赶回了客栈 推门见到林昭之后 林昭跑两步走到林昭面前 低声道 三哥你走了 怎么不知会我一声 我在大佬里等了你许久 林昭写完以后一个字 放下毛笔 回头看向林昭 笑着说道 我不是说了 让你在大佬里陪一陪大兄 我出去办点事情吗 林二少叹了口气 开口问道 那三哥的事情办完了吗 差不多了 林昭把信纸塞进信封里 封好口子 递在林昭的手里 笑着说道 二郎你去把这信寄给七叔 咱们在越州的事情 就办得七七八八了 林昭将信将疑地 接过这封书信 正要再跟林昭说些什么 转头便看到 林昭已经一头倒在床上 闭目睡去 他实在是太累了 林二少有些愧疚地看了林昭一眼 拿着手里的书信 转身出去寄信去了 就在林三郎在越州城里 为了自己的堂哥来回奔走的时候 远在长安帝皇帝陛下 看着手里薄了几分的小册子 有些不高兴了 因为这一期的长安风尚 不曾堪载西行记 如今每十天一期的西行记 已经成了老皇帝 为数不多的消遣之一 他看着手里的小册子 微微皱眉 魏忠 老太监很快出现在天子面前 宫颈低头 圣人 奴婢在 这长安风尚的西行记 怎么不见了 难道林家 那个小家伙 偷懒了不成 皇帝虽然召见过林昭 但是对于皇帝来说 一个林昭实在是太不起眼了 他并没有怎么把这个小家伙看在眼里 最多也就是觉得有趣而已 听到这句话 魏忠连忙低头 回陛下 边转四的总边转林昭 二十天前便不在长安了 多半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西行记才断了 林昭写西行记 其实是有一些存稿的 但是他离开长安二十天 长安风又更新了两三期 就把他留下来的存稿用尽了 边转四的那些边转 不敢自己瞎写 因此 西行记便断更了 不在长安了 圣人微微皱眉 他不是要参与今年的科考吗 如何就不在长安了 回圣人 魏忠跪在地上 叩首道 大概二十天前 林三郎与宋王世子 一起离开了长安去往恒州 奴婢最初也觉得诧异 因此派人打听了 他们二人多半是因为林纪九之子 在恒州出了事 赶去搭救了 林俭之子 出了事 圣人微微皱眉 缓缓说道 你把这件事详细说 与朕听一听 皇帝日理万机 平日理不知道多少是要操忙 因此 魏忠在汇报事情的时候 也都是选择重要的事情承报 像林昭出城 以及林末在恒州发案的事情 虽然不算是小事 但是还够不到上达天厅的地步 当然了 圣上问起 魏忠自然要一五一十地说明白 他跪在地上 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 都细细说了一遍 说完了之后 魏忠叩首道 陛下 大抵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林末在恒州吃了官司 林昭敢去搭救 他离京之前 还让物本方的人与奴婢打了招呼 说他要离京一趟 之后挤气了长安风 便不是他在边转了 圣人低头思索了一番 有些不悦地说道 怎么现在才与朕说 奴婢 魏忠颤声道 奴婢想着这件事情不大 怕扰了圣人 因此便没有提起 恒州 林俭之子 老皇帝轻声嘀咕了几句 喃喃自语 就连老五的儿子也去了 有意思 他自言自语了几句之后 扭头看向魏忠 问道 恒州那边的情况 能知情否 能 魏忠连忙说道 他们随行的人当中 有几个给公立的 公立可以随时掌握他们的动向 那就好 圣人有些失望地 合上手中的册子 低声道 把恒州的案子 以及他们这些人 在恒州的经过 详详细细地 送到镇的桌案上来 魏太监成皇成孔 扣手道 老奴 遵命 恒州的事情 在林昭四下奔走 再加上林俭的关系 以及周尚书的书信之后 很快就朝着林昭玉七的方向发展了 在李续又一次出面 与那位冯之周 沟通了一番之后 越州衙门最终决定 三日之后 重审林末 杀害孙家小姐一案 告示贴出去之后 顿时在恒州城里 引起了轩然大波 那位孙家小姐 本身就是恒州城里 小有名声的美女 她遇害之后 恒州城里的百姓 都是扼腕叹息 尤其是在得知凶手 乃是一个长安贵公子之后 更是同仇敌忾 一心想要让林末 这个大公子 替孙家小姐抵命 因此 在恒州衙门 贴出这个告示之后 整个恒州城里 顿时一片骂声 尤其是恒州孙氏 更是气愤不已 一家上下一百多个人 都赶到了恒州衙门 想要向冯之周 讨一个公道 本来各地乡身 相对都是比较团结的 孙家这种恒州士绅出面 恒州本地的士绅 多半都会站在孙家这一边 帮着孙家对抗之周衙门 但是这一次不一样 除了当事人孙家 出面反对之外 恒州城里所有的士绅 都在第一时间保持了静默 没有参与进这件事情当中 很明显 这是那位石谷书院的卫山长 起了作用 不过 孙家在恒州的势力不小 本家就有数百人 在恒州城里居住 如果算上家里的亲戚 店户等等 加在一起 恐怕要有一两千人 再加上看热闹的恒州百姓 这件事情一个处理不好 支州衙门顶不住压力 重审的事情便会倒吹 林昭与林湛兄弟两个人 在恒州城里 观望了整整一天孙家的动向 终于到了傍晚时分 孙家闹事的人散去 林昭兄弟两个人 回到了大淮客栈 林昭立刻来到李旭的房间里 对着李旭拱手道 殿下 恒州城里的局势不容乐观 咱们不能置之不理 不然恒州的官员 能不能坚持到重审的那一天 还是未知之数 李旭这会儿 正在自己的房间里喝茶 文言微微皱眉 三郎想怎么做 很简单 林昭低声道 建一建那位冯之舟 尽量稳住他 最少要撑到三天之后的重审 李旭微微点头 开口道 既然恒州衙门 已经张贴告示 要求重审 稳住他们就不难 林昭继续说道 这次事情 本质上算是我林家与孙家的事情 我带七叔而来 就算是林家在恒州的画室人 我去一趟孙家 见一见孙家人 尽量稳住他们 恐怕不成 世子殿下伸手给林昭到了杯茶水 缓缓说道 如果是林氏亲自到恒州来了 那那些孙家人 无论如何 也会给他一个面子 能够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但是三郎你 说到这里 李旭微微皱眉 叹了口气 三郎你年纪毕竟太小了 到孙家 去那些人 未必就会给你这个面子 恐怕连跟你对话的机会都不会有 这样吧 世子殿下开口道 我与你 一起到孙家走一趟 他自嘲一笑 开口道 我虽然无官无职 但是毕竟身上有一个李字 孙家人多多少少会给这个李字一挣面子 这是林孙两家的事情 林昭摇头苦笑道 殿下到恒州来 帮忙镇住那些恒州的官员 已经是帮了大忙了 如果再一同去孙家 就是我林氏以黄泉压人 不太合适 说到这里 他对着李旭攻身行礼道 不管怎么样 我先带着二郎去一趟孙家 如果实在不成了 再请殿下出面就是 李旭低头沉吟了一番 然后缓缓点头 三郎说的也是 不过你多带些人去 如果吃了亏便退出来 等三日之后的重审就是 说到这里 世子殿下微微冷笑了一声 沉声道 整个恒州的士绅 都老老实实的没有异动 单单一个孙家 且不说他们闹不起来 就是真的闹起来又能如何 他们闹不过朝廷 也闹不过衙门 李旭这个人 虽然看起来和和气气的 但是毕竟皇室出身 从骨子里就有一些傲气 根本没有把孙家这种地方 士绅放在眼里 林昭对着他抱拳行礼 然后退了出去 带着林湛 以及十个齐家的护卫 一起离开了大淮客栈 走到大淮客栈门口 林昭回头看了一眼 身后的几个齐家家将 微微叹了口气 诸位大哥 麻烦你们暂且卸下假咒公母 把刀也留在客栈里 咱们这一次 是去跟别人谈事了 不能吓到了他们 这桩案子 即便不是林末所为 但是人家家里死了个姑娘 而且 还死得不太光彩 不管从哪个角度上来说 林家都是有些对不住孙家的 林昭 是个很讲道理的人 对不住人家 就要好好地跟别人说话 十个大汉文言 立刻点头应声 回到屋里卸假去了 换上了一身普通衣裳 跟在林家兄弟身后 一起朝着孙家走去 孙家在恒州城里 也算是大家族 并不难找 简单打听了一番之后 便打听到了孙家的住处 刚走到孙家附近 就看到这家人的门户上 仍旧着悬挂白帆 见到这种情况 林昭微微叹了口气 算算时间 那位孙小姐遇害 差不多已经过去两个月时间了 到如今 孙家依旧挂着白帆 很显然这个小姐 在孙家地位不低 几乎一定是笛声的姑娘 到了孙家门口之后 林昭从袖子里 取出提前准备好的拜帖 递在孙家门房的手里 因为这会儿已经是晚上 这个门房也没有看清楚 拜帖上的内容 便把帖子收了起来 递到了孙家老爷的手里 如今孙家的家主 正是孙小姐的父亲 今年甚至还不到40岁 正是壮年 她收到这份帖子之后 看清楚上面越州灵氏字样 顿时勃然大怒 怒喝了一声 召集家丁 带好家伙 与我出门建一建 长安的官宦高门 这些地方上的家族 一般都极为团结 孙老爷一声令下 整个孙家立刻被动员了起来 没过多久 就有几十个家丁 连同着孙家的轻壮 手里或者持棍棒 或者持一些铁器 甚至还有几个壮汉 手里拿着朝廷明令 禁止民间私藏的长刀 提在手上 寒光闪闪 孙老爷从自己的房间里 找出一柄配件 拔剑在手 带着这一百多号人 怒气冲冲地到了孙家门口 此时 凌昭兄弟两个人 正在孙家门口等候 突然间看到孙家的正门大开 一旁的凌湛在凌昭耳边 小声嘀咕了一句 三哥 这家人还挺客气 开中门迎接 凌湛 咱们两个字还没有说出口 就看到一百多个壮汉 从大门口涌了出来 立刻把他们十几个人 统统围了起来 各个神情凶恶 凌二少下的连忙闭嘴 躲在凌昭身后 声音都有些颤抖了 三哥 见到这种情况 凌昭心里虽然也有些害怕 但是脸上却没有表现出来 他看着这些手持活把的壮汉 咬咬牙往前走了两步 对着前面的孙家人拱手道 在下越州凌湿凌昭 前来拜会孙家家长 孙老爷手持利剑 往前走了两步 神色不善地看着凌昭 凌湿小儿 你们凌家让你来替我女儿幸免 凌三郎深呼吸了一口气 看向眼前的这个中年人 咳嗽了一声 孙老爷 在下是朝廷命官 他颇为严肃地开口提醒道 杀了我 多半是要满门抄斩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宗族 乡老等等 才是社会基层的管理人员 也是社会基层的秩序维护者 因此在恒州这种地方 类似于孙家这种家族 是真的有可能出手打死人的 通常情况来说 他们打死自家孙姓的人 基本不犯法 甚至于两家两姓之间产生了冲突 互殴的时候 打死了一个两个人 地方官府 也不一定就真的愿意管 因为这些地方宗族 本就带有一些社团兴致 如《水浒传》里所写的那样 一个地主盖一个大庄子 在庄子里养上几十上百个 甚至于几百个贤汉 每日里五枪弄棒 这些人在庄子里每天练武 当然不会是因为他们爱好武学 这个孙家 就有一些这种味道 听了林昭的话之后 孙老爷双目元争 怒视林昭 杀人偿命天经地义 你们林家人杀了我闺女 林昭伸手拍了拍林湛的后背 示意她不要害怕 然后她往前走了两步 对着孙老爷拱手行礼 孙老爷 官府已经答应重审此案 这件事是不是我家大兄所为 还有待应证 如果真是我大兄害了另爱 用不着孙老爷多说 我大兄也是死有余辜 林昭拉着身边的林二少 对着孙老爷沉声道 我身边这位 乃是我七叔元达公的柚子 我大兄的胞弟 这番也与我一同来孙家了 如果官府查识 不止我大兄给孙小姐陪葬 他的这个胞弟 也可以一并交给孙家处置 只当是给孙小姐出气 孙老爷以为如何 听到这句话 孙家人还来不及有所反应 一旁的林二少的脸色 就已经黑了下来 他伸手拉着林昭的衣袖 脸色难看 三哥 一 林昭咳嗽了一声 正要跟他解释 那边的孙老爷便怒发虚张 喝道 好一个牙尖嘴利的后生 七孙某无知不成 那畜生的父亲 乃是当朝三品的国子祭九 朝野之中党羽无数 在你们林家面前 一个横州之州衙门 哪里有什么宫云可言 他的声音愤怒至极 他林渊达都没有到横州来 只来了几个林家的后辈 就能把一个已经定了的案子 翻案重审 你们林家真是好大的势力 林昭叹了口气 对着这位受害者家属拱手道 孙老爷 在大周朝 没有人可以公然对抗大周律 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 不要说我林家不行 就是皇族也未必可以 这件案子之所以翻案 乃是因为有诸多疑点 孙老爷应当也不想 另爱死的不明不白吧 林三郎上前一步 陈声道 在下今日带着二郎上门来 就是要与孙家分说清楚 说到这里 他环顾了一眼 四周举着火把兵刃的孙家人 也微微皱眉 不过看这个情况 孙家似乎不愿意跟我们谈 可即便让你们再闹下去 能改变逢之洲三日之后重审的决定吗 你们再这样闹下去 三日之后 如果之洲衙门审劫 家兄无罪 孙家又当如何自处 说到这里 林昭看了一眼孙老爷手中的长剑 冷声道 你们要像今日一样 提着刀打进支州府 打进长安城吗 这个自然是不会的 这个时代大多多子 哪怕是家长的嫡身儿女 单个家族成员在一个家族里 也不会有太大的分量 孙家 为了孙小姐闹上急场 已经是极限了 不可能真的为了一个女子 去攻打衙门 去造反 听到这里 孙老爷深呼吸了好几口气 最终默默地看了林昭一眼 然后颤巍巍地把手中长剑 归入剑桥之中 对着四周的孙家家人挥了挥手 都散了去 他是家长 有他一句话 这些孙家人 即便仍旧愤怒 也都各自举着火把 慢慢散去了 等到所有人走了个七七八八之后 孙老爷才迈步 走到林昭面前 恶狠狠地看了一眼这个少年人 今日你们林家已施压人 孙某咽下了这个委屈 但是不代表 你们家就没有作孽 老天在看着 这个痛失爱女的中年人 声色俱立 他宁愿打的好儿子 杀了我家女儿 我看他还有什么脸面 在长安城里 厚颜称大宗师 听到这里 林昭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位孙家家住 全然不相信 他女儿不是林末所杀 之所以没有再为难林昭兄弟两人 纯粹是因为不愿意 再因为自己的女儿 给孙家招惹麻烦 如他自己所说 他是屈氏 并非屈里 林昭往后退了两步 对着他作医道 孙老爷 我大兄没有杀恋爱的理由 我昨天去牢里看望了兄长 他等我说 他与恋爱感情极好 说到这里 林昭顿了顿 开口道 说句孙老爷不太爱听的话 以我兄长的家事 如果我七叔登门提亲 孙家应该没有不应成的道理 说完这句话 林昭抬头看了孙老爷一眼 只见他虽然神色不悦 但是并没有开口反驳 是啊 以林元达几乎是处像的身份 他上门向孙家求亲 莫说 是要娶一个孙家的女儿 便是要娶两个 孙家都能咬咬牙硬下来 见他不说话 林昭继续说道 也就是说 我大兄与恋爱之间 并没有什么障碍 他没有任何理由 对恋爱下手 孙老爷怒哼了一声 那畜生酒后乱性 害了我家女儿 林昭叹了口气 回头对林二少说道 二郎 你与大兄自小一起长大 你与孙老爷说一说 大兄酒醉之后 是个什么模样 林昭往前走了两步 对着孙老爷抱拳行礼 孙老爷 我与兄长自小一起 在长安长大 我大兄从小甚少饮酒 即便偶有饮酒过量 也是倒头就睡 如同死物 他连酒疯都没有耍过 更不可能酒后杀人了 孙家主冷笑连连 你们自家人 难道还会说 那畜生的坏话不成 见他油言不尽 林昭叹了口气 自顾自地说道 孙老爷久住恒州 可能对长安的事情 并不知情 去遂康贵妃的胞弟 康东来 因为在长安犯事 在三法司会审之下 被判冲军领南 这件事 算是东宫所为 我七叔乃是太子的老师 自然被康家人记恨 林昭几乎可以肯定 恒州之事 一定是康家人所为 意图构陷我家兄长 孙老爷依旧板着面孔 一言不发 话说到这里 该说的也就说完了 林昭叹了口气 开口道 原本你我两家 应该是结成亲家的 现在却成了互为愁愁局面 无论如何 孙家小姐之死 或多或少 是因为我越州灵氏 林家不敢推脱责任 在这里 我们兄弟带 我家七叔 给孙老爷赔个不是 说完这句话 林昭拉着林战一起 对着这位孙家老爷 一一到底 林二少这个时候 也很懂规矩 直接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给孙老爷磕了个头 我代父兄 向孙老爷赔不是了 林昭咳嗽了一声 对着孙老爷拱手道 如今 刑部与大理寺的人 应该都在赶来恒州的路上 是非屈直 他们自然会查得清清楚楚 希望孙老爷这三天时间 能够安安心心在家里等着 等候三日之后的重审 林三郎面色严肃 再闹下去 只会让真正的凶手 在背后看笑话 不知道是林昭真的劝动了孙家 还是孙家为不太感太过分 总之在之后的几天时间里 孙家的人 还真没有再继续闹事 老老实实地 等到了第三日的重审开堂 这次开堂 那位老麦的冯之舟 曾经派人给李旭送了信 邀请李旭上堂陪审 被世子殿下 以自身无关无止婉拒 因此 是由林昭与林战兄弟两个人 陪同林末上堂 孙家那一边 则是由孙老爷 以及孙家的长子上堂 到了陈时政 这一场官司 在芝州衙门里开审 作为犯人的林末 在芝州老爷的一声令下 被押进了大堂里 因为孙小姐的案子 在恒州本地影响力大 再加上林末是长安人士 容易引起当地的仇视心理 因此 这场案子算是公审 不只有恒州本地的乡绅道场官审 就连一些恒州本地的百姓 也被允许在芝州衙门正堂为官 很快 作为受害人的孙家人也到场 坐在正堂上的冯芝州 先是看了看堂下的林氏兄弟 咳嗽了一声之后 开口道 堂下可是越州林昭 到今天 林昭到恒州 已经有五六天时间了 不过一直没有见过这位冯芝州 文言他立刻上前 微微拱手 在下林昭 见过冯芝州 冯芝州点了点头 开口问道 听闻林公子深有官职 蒙圣人恩德 是有个小官 林昭微微低头抱拳 如今任国子剑边转司总边转 只是一个从八平的小官 尚不得台面 听到林昭这句话 冯芝州看向林昭的脸色 就有些不太一样了 要知道 他这个地方上的芝州 也不过正五品而已 大州地方上的芝州 一般按照州郡大小 官品 是在从四品下到从五品下之间 除却经兆府 以及一些比较重要的州府之外 绝大部分的芝州 都是五品 而按照朝廷的惯例 金官外放 一般都是原地生生两级 或者三级 林昭的这个总边转 是从八品上 也就是说 如果他现在被立不外放 几乎能够到七品了 七品官 已经是一个大县 手握生杀大权的支县了 而看眼前这个八品金官的面相 分明是个少年人 更重要的是 林昭的那句蒙圣人恩德 也就是说 这个八品官 乃是圣人亲赐的 想到这里 冯芝州咳嗽了一声 开口道 既是有品级的官员 便是本官同僚 便不合适站着了 来人给林总编搬把椅子过来 两边牙翼正要去搬椅子 林昭微微摇头 拱手道 芝州大人 林昭如今乃是替大兄辩驳而来 非有直视 只当在下是普通林家人便好 如果我坐了下来 大周朝堂上 并不流行大人 这个说法 往往是直接称呼官职 宰相就叫相公 尚书侍郎等 就直接称呼官职 就叫不过大人 这两个字也有父母长辈的意思 像是芝州之县这种父母官 却是可以称呼为大人的 说到这里 林昭看了一眼孙家老爷 继续说道 恐怕不太合适 嗯 是这个道理 逢芝州点了点头 那便委屈 林总边站一站了 说完这句话 这位老麦的芝州大人 提起手中的金塘木 狠狠地拍了拍桌子 声音苍老而又低沉 堂下林昧 两个月前 孙氏小姐死于你房中 前番审案之时 你也默认了杀害孙小姐一事 本来此案应当审结 但是如今又说 此案另有冤情 本官亦不能忘断 今日开堂重审 你有何话可说 林末此时身上 还挂着手练脚练 他跪在堂上 深呼吸了一口气之后 沉声道 芝州大人 林末本是从长安 来恒州求学的学子 因为一次师会 与孙家大姑娘秋一结识 后来两情相悦 便撕定了终生 元去岁11月底 林末本来准备返回长安 与家中父母提起此事 临别之前 秋一从家中跑出来送我 那天晚上我非常高兴 便跟秋一一起喝了一坛酒 说到这里 林末表情有些痛苦 咬牙继续说道 我自小不怎么喝酒 因此不胜酒力 很快就醉了过去 醒来之后 秋一便躺在了我身边 已经没了脉搏 冯芝州面色严肃 伸手拍了拍金堂木 沉声道 即便你所说的话句句属实 那孙家小姐 也可能是你酒后发狂所杀 你何以解释 林末跪在地上 脸色苍白 我没 他正想说自己没有办法解释 一旁的林昭 已经听不下去了 他上前一步 打断了林末的话 对着冯芝州拱手道 芝州大人 这件案子的卷宗 在下曾经看过 当日孙小姐在客店遇害之后 第二天早上 就有人向衙门报案说 孙小姐被家兄给杀了 林昭声音低沉 衙门的牙柴赶到的时候 家兄甚至还在熟睡之中 不曾醒来 按照常理推算 当时那个房间里 应该没有第三个人 那这个报案之人 又如何知道 那个房间里死了人 并且很确定地知道 是我兄长所杀 冯芝州听到这个问题之后 先是皱了皱眉头 然后看乡坐在一边陪审的别嫁陈英 陈别嫁先是看了林昭一眼 然后缓缓说道 许氏客店里的伙计 看到了客房里的情况 猜测是林末杀了孙家小姐 然后报了案 林三郎面色肃然 低头道 二位大人 这几日林某在恒州 详细查问过出事的那个如意客栈 这家客栈的东家 如今已经不知去向 但是店里的伙计 我倒是找到了一个 这个伙计说 林昭微微低头 陈生道 他说 吉祥客栈的客房 客人住进去之后 多半会从里面拴住 即便是没有拴住 没有客人召唤 伙计也是不可能推门进去的 说到这里 林昭扭头看向林末 开口道 那日大兄与孙小姐在客店碰面 总不至于不拴门罢 这话一出 林末立刻满脸通红 嫩嫩的说不出话来 陈别嫁点了点头 开口道 林公子说的有理 不过仅凭这些 恐怕还不能让令兄脱罪 他看向林昭 声音低沉 你们要拿出来 林末没有杀人的证据 那一边的孙家老爷 听到陈英的这句话 立刻对他投去感谢的目光 然后孙老爷直视林昭 低河道 陈别嫁说的不错 你林昭说出花来 也要拿出 林末没有杀人的证据 此时 包括林末在内 所有人的目光 都距离在了林昭身上 林三郎向前一步 深呼吸了一口气 环顾了一眼四周 面色平静 看起来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 一旁的林二少 这会儿手心里都是汗水 他拉着林昭的衣袖 声音颤抖 三哥 你寻到证据了吗 此时 整个大堂里 从外面围观的百姓 到恒州本地的乡身 都把目光放在了这个 看起来 只有十四五岁的林家少年身上 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少年人 面对这种情况 不说 紧张地说不出话 多半说话也会有些磕巴 但是林昭不太一样 他此时仍旧神情自若 对着冯之洲 拱了拱手之后 开口道 之洲大人 林昭目前 还没有证据 这话一出 满堂哗然 就连跪在地上的林昭 眼神也暗淡了一些 不过仔细想一想 就可以想得明白 这并不奇怪 林昭一不是柯南 而不是包青天 他也是匆匆从长安赶来恒州 五天时间里 他能够把这件事 前前后后了解明白 就已经非常不容易的 根本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找出能够让林昭脱罪的 关键性证据 再说了 如果这种证据 那么容易被找到 林昭压根就不会入狱 冯之洲咳嗽了一声 正要说话 一旁的陈别架 就皱了皱眉头 缓缓开口 既然没有证据 林总编 何以要求我恒州衙门重审 就是因为没有证据 才需要重审 林昭沉声道 几位大人 我的确没有找到家兄 没有杀人的证据 但是现在 应该也没有找到家兄 杀人的证据吧 他这话话音刚落 一边的孙老爷便勃然大怒 喝道 当时那个客房里 只有这畜生一个人 不是他还能是谁 林昭看着这个激动的中年人 缓缓问道 请问孙老爷 人正何在 物正何在 孙老爷的声音戛然而止 林昭继续扭头 看向堂上的几个问官 抱拳道 诸位大人 林某既然没有证据 也就不奢望 今日帮着家兄脱罪 家兄可以继续关在大牢里 但是既然恒州衙门没有证据 就不能平白无故 给我大兄定罪 林三郎的声音铿锵有声 刑部与大理寺的人 已经在路上 等他们到了恒州 有的是时间慢慢查 这段时间不管多久 三个月也好 半年也罢 我家兄长都会留在恒州 事情一日没有查明 他就一日在这里等着 一旦查出了家兄杀人的证据 说到这里 林昭没有在说话 而是扭头看着林墨 林大郎很快明白了林昭的意思 他跪地对着冯之舟叩手道 但又查到我杀人的证据 林墨自然引紧就路 孙老爷气得脸都红了 他指着林昭怒喝道 长安来的人去查 自然是向着你们林家 这句话一出 包括陈英 以及冯之舟在内的不少官员 都用看白痴的眼神 看着这个孙家的家长 林昭苦笑着摇了摇头 开口道 孙老爷太高看我们林家的 我七叔虽然也算得上是高官 但是他从前在虎部 如今在国子见 为官以来与三法司从来不沾边 孙老爷该不会以为 我七叔一个国子祭酒 能指使得动三法司吧 中年人怒哼了一声 你们都是从长安来的 自然官官相护 听到官官相护这四个字 正堂上坐着的之舟 别嫁等 脸色都有些不太好看了 别嫁陈英皱了皱眉头 开口道 孙怜 公堂之上 莫要胡说八道 如果我等真的官官相护 此时你连站在堂上的资格都没有 冯之舟也看向孙老爷 开口道 孙家长莫要胡搅蛮缠 你可要知道 因为这桩案子 长安城里的世子殿下 如今就在咱们恒州城里 你是恒州人 我等是恒州的父母官 自然是要给你们主持公道的 说到这里 冯之舟看了一眼堂兄的乡身 自己堂外围观的乡名 与众心长 若非如此 今日也不会是公审 孙怜听到这番话 脸色有些羞红 他在堂上 对着两个父母官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叩首哽咽道 请两位大人 替我惨死的小女做主 冯之舟点了点头 扭头看向林昭 沉声道 林公子 你口中的刑部与大理寺的人 可是奉了刑部与大理寺的文书前来 林昭摇了摇头 不曾 只是劳烦 世子殿下 从两个衙门里 请了几个人过来帮忙查案 冯之舟声音老慢 既如此 他们查出来的东西 便不一定能够作数 林昭微微皱眉 之舟大人的意思是 我恒州也有查案的典例 大理寺与刑部的人可以来 也可以查 但是不能让他们自己去查 得让我们恒州的捕快跟着 一起去查 这样 冯之舟声音低沉 这样查出来的东西 我之舟府才会认 说着 老之舟扭头看了一眼陈英 开口问道 陈别嫁的意思呢 当着这么多恒州的相亲 陈英自然不敢与冯之舟反着来 他点了点头 开口道 冯之舟所言乃是正理 我恒州的案子 即便是三法司的人来 也不能禁由他们说了算 林昭长出了一口气 声音低沉 如此 林某请二位大人 将此案暂时搁置下来 一切等三法司与恒州官员 查出证据之后 再给此事定案 如何 听到这话 冯之舟没有第一时间答应 他先是看了一眼 在场的恒州乡绅们 然后又看了一眼 孙家的家长孙莲 开口问道 孙老爷以为如何 事已至此 孙莲自然不可能 再跟恒州的父母官们唱反调 他跪在地上 咬了咬牙 一切听从大人吩咐 听到这话 冯之舟与陈别价对视了一眼 达成默契之后 冯之舟便拍了拍金堂木 诉声道 人命关天 我恒州不能冤枉了任何一个好人 既然此事别有内情 那么就暂且搁置下来 等有了详细的证据之后 再做定夺 说吧 这位父母官义拍金堂木 低河道 来人 将案犯 林墨押回大牢 择日再审 听到这句话 林昭目光闪烁 但是张了张口 还是没有把话说出来 有了冯之舟这句话 这桩案子 就算暂时告一段落了 包括孙家在内的恒州本地的乡绅 对这个结果 也都没有太大的意见 于是乎 在恒州衙役的呼吓之声中 林墨被押回了大牢之中 这场唐审就此解散 唐审散了之后 林昭却没有立刻离开恒州衙门 他在衙门里停留了大半个时辰 等到所有人都走得差不多了之后 他才从袖子里取出拜帖 要拜见这位知州大人 很快 他就在书房里 见到了这个 已经年过花甲的老大人 林昭低头行李之后 也不废话 跟痛快地从袖子里 取出了两张一千罐的大通贵方对单 老知州看着眼前的两张单具 大皱眉头 林总编这是何意 知州大人不要误会 这些前非事 要让老大人在这件事情上训私 只是有一件小事 要麻烦老大人 冯知州听到这句话之后 才放心地把其中一张 收进了自己的袖子里 笑着问道 不知道林总编有什么事情 需要本官帮忙 林三郎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门见山地说道 家兄可以留在恒州后审 但是大佬里的环境实在不像话 我想给他在恒州租个院子 让他暂且住下来 冯知州微微皱眉 甚至准备把已经收起来的 那张对票退回来 林昭见状 连忙开口补充道 这个院子 可以交给恒州的牙医看管 算是软禁 老大人以为如何 这位知州大人 这才松了口气 默默地把这两张对票都收了起来 与冯知州见了一面之后 林昭便带着林湛 一起离开了支州衙门 走在路上的时候 他回头对着林湛说道 二郎 等会我给你些钱 你明天在恒州靠近大牢的地方 找一个院子租下来 林昭伸手挠了挠头 问道 三哥 你要在这里常住 你不回长安考试了 我不住 林昭微微摇头 沉声道 你在这里等上几天 过两天 风头没这么紧了 就可以把大兄从大牢里接出来 送到这个小院子住下 即便大兄不能离开恒州 要在恒州待身 但是能搬到外面来住 多少能舒坦一些 恒州大牢里 是个什么环境 林昭兄弟两个人 都是见识过的 那天林昭只在大牢里 待了小半个时辰 便直于呕吐 像林末那种官宦公子 自然也受不了 虽然可能几个月下来 林末已经习惯了 但是能给他改善一些 也是好的 林湛愣愣地看向林昭 三哥 那恒州衙门 能让我们把大兄接出来吗 我方才已经跟冯知州 打了招呼了 林昭笑道 你弄好院子之后 只管去接人就是 唯一要注意的是 大兄住进院子里之后 恒州这边 多半会派几个牙刹看着 算是从牢境变成软境 那也极好了 林湛脸上笑着说道 那个大牢 着实不是人呆的 我大兄从小到大 哪里吃过这种苦 他看向林昭 有些好奇地问道 对了三哥 你是怎么说动冯知州的 他这样好说话吗 林昭虽然只比林湛大了一岁 但是论为人处事 要比他成熟太多 文言伸手拍了拍 后者的肩膀 笑道 二郎你也是自小 在长安长大 自然应该明白 这天底下最动人的是什么 听到这里 林湛立刻便明白了 他叹了口气 开口道 三哥 你这一趟 花了不少钱吧 林昭笑而不语 林二少继续说道 三哥你 能够跑到恒州来 已经是帮了我家大忙了 这个钱该花 但是不该让三哥你来花 三哥你 花了多少钱 等回了长安之后 我让母亲统统不给你 说到这里 林湛对着林昭笑了笑 开口道 我母亲很有钱的 林夫人的娘家 乃是出了名的富商巨股 虽然称不上富可敌国 但是富甲一方 绝对没有问题 林昭笑了笑 这些事情 回长安再说 说着 林昭从怀里取出一块金子 递在林湛手里 开口道 这些钱二郎你拿着 明天去租个院子下来 林二少连连摇头 三哥你已经花了不少钱 不能再让你出钱了 弟弟虽然不付 但是也小有积蓄 再加上母亲临来之前 也给了我一些 租个院子总是够的 既然他有钱 林昭也没有要 硬往外送钱的道理 他对着林湛笑了笑 早知道二郎还有积蓄 在长安城的时候 就该多去那家 面谈吃上几顿 林二少也跟着笑道 等回了长安 三哥想吃几顿油泼面皮 就吃几顿 所有的账都记在弟弟头上就是 林三郎微微眯了眯眼睛 对着林湛沉声道 恒州这边的事情 暂时告一段落了 接下来 大兄只要静等 京城三法司的人到长安就是 二郎你要在恒州 等着大兄结案吗 林湛点了点头 兄长还在恒州 我不可能抛下 他回长安去 说着 他抬头看向林昭 三哥 要回长安了 林昭默默点头 开口道 今天已经元月二十六了 往年长安科考的时间 也就是二月中 或者二月底 我要赶回去参与科考 林昭大老远 跑到恒州来 一来是为了报答林检的恩育 二来也是要保住林检这个大腿 不会出事 但既然这边的事情 已经暂时处理得差不多了 他就必须要为自己的前程着想了 在长安的时候 他就事先与公里达成了交易 只要参与今年的科考 几乎一定会取重进士 在这种情况下 他无论如何 也要赶回长安去 参与这一次考试 因为这个机会太珍贵了 错过了这一次必中的机会 如果明年卫公公或者公里不认了 那么他可能一辈子都考不中进士 而且他今年才十五岁 一个十五岁的进士 不只会让他闻名长安城 甚至会闻名天下 有了这份名声 对于他未来的仕途 也会有所加成 林检点了点头 开口问道 三哥什么时候回去 林昭抬头看了一下天色 发现已经过了正午 他开口道 这几天来回奔忙 我也累了 今晚上休息一晚上 明天一早 我就动身回长安去 兄弟两个人商量好了之后 便一起回到了大淮客栈 这会儿 李旭正在客栈门口等着 见林昭两兄弟走过来之后 这位世子殿下 立刻上前拉着林昭的袖子 满脸笑容 三郎今天在芝州衙门里 做得漂亮 有了今天的过堂 即便大郎他明天出狱 恒州的乡绅官员 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 林昭微微欠身 致谢道 还要多谢殿下帮忙 不然我们兄弟到恒州来 也是两眼一抹黑 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三郎太客气了 李旭与林昭闲聊了几句 然后开口问道 今日之后 大郎的案子 恐怕要搁置一段时间 三郎要在这里等着吗 林昭摇了摇头 低声道 殿下 我等不了这么久 明天一早 我就要赶回长安去 参与今年的科考 嗯 李旭很是理解的点了点头 科考乃是正途 无论如何不能耽误了 明天一早 我亲自送三郎出城去 听到这句话 林昭咳嗽了一声 抬头看了李旭一眼 问道 殿下还要继续留在恒州 李旭点了点头 笑着说道 一来 二郎他一个人留在这里 恐怕办事不太牢靠 我不好直接就走 先留在这里看看情况 二来好容易到 一趟恒州这个斯文汇聚之所 自然应当去十谷书院 住上十天半个月 向书院的卫山长请教请教学问 李旭这番话前面一段 没有什么内容 但是后面一段 却有些引人深思了 众所周知 十谷书院不只是一座书院 更是一股朝堂势力 这股势力其中一部分在长安城 更多的一部分分散在大洲各地 而李旭作为太子一党 甚至是太子的死党 他要去十谷书院住上一段时间 其中的目的已经不言自明了 当然了 因为林渊达的原因 长安城里的十谷书院一系 多半是已经倒向东宫 最少也是倾向东宫的 因此 李旭这一趟十谷书院之行 难度并不是很大 林渊沉默了一会儿 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那在下就预祝殿下 在十谷山上心想事成了 世子殿下笑呵呵地点了点头 我也预祝三郎 在今年的长课之中 金榜提名 就在林渊从恒州往长安城赶路的时候 恒州城里发生的事情 事无巨细 都被一个齐家的家将 以及一个李旭身边的下人寄了下来 用四百里加急的速度 送往长安城 当这份厚厚的情报送到宫里的时候 林昭才刚刚离开恒州五天时间而已 魏太监手里 拿着两份两个人送来的情报 详细比对的一番之后 又让司公台的太监 把情报整理了一遍 去除了其中冗余的部分 由这位大太监亲自捧着 承送到了太极宫里 此时 圣人正在翻看 从朔方以及范阳送回来的情报 见到魏中走进来之后 有些老迈的皇帝 伸手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 颇为疲惫地说道 出乎朕的意料之外 康东平竟然出奇地听话 范阳与朔方将领的对调 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 魏太监拱着身子 站在圣人身边 陪着笑脸 有陛下宁明察秋毫 边关军阵自然不敢胡作非为 如今朔方与范阳兑换了节度时 陛下再也不用担心边阵生乱了 是可以睡几个舒坦觉了 圣人扔下了手中的情报 自嘲一笑 不过这也只是权宜之计 管得了一时而已 以康东来的本事 最多五年时间 整个范阳上下 又都会为他一人马首是瞻了 到这里 就是敏感话题了 魏中很懂事的 没有插话 而是手捧着情报 低头道 陛下 这是宫里的人 从恒州送回来的消息 请陛下预览 听到恒州两个字 圣人来了兴致 伸手道 拿来与朕看看 魏中连忙上前 把情报递了上去 圣人一边翻看 一边开口道 那边的大体局势如何了 原本灵记九的长子林末 几乎就要被定罪送刑部审核了 但是林家兄弟俩 以及宋王世子到了恒州之后 只用了五天时间 就说动了恒州的支州 以及别价 让这桩案子得以重审 如今 林记九的那个长子 虽然没有脱罪 但是暂时没有了被定罪的风险 是 世子殿下 好像是从长安城里 找了几个三法司的人 前往恒州查案 估计再有几天 就能够到达恒州了 好本事啊 圣人一边翻看手里的情报 一边开口道 他们这一行人身上都没有官职 只有一个灵昭 还是个与刑御全部相干的小官 几天时间 就能让千里之外的恒州官府 把这个案子翻了过来 圣人呵呵一笑 颇有些扭转乾坤的味道了 这一次林昭身边带着的齐家家将 以及李絮身边的随从之中 都有宫里的人存在 因此 这份情报上 把林昭以及李絮等人的言行 记录得十分详细 几乎把林昭等人在恒州的 那几天时间里发生的一切事情 统统记录了下来 圣人大概翻了一遍之后 微微眯了眯眼睛 淡淡地问道 魏忠 你送来的这个情报 确定无误吗 确定无误 魏忠低着头说道 这是奴婢从两个人 送来的情报之中整理出来的 这两个人全然不认识对方 更不可能私下沟通 他们记录的内容大致相同 没有错落 这么说来 这个林三郎 就不只是会写故事这么简单了 圣人放下手中的情报 淡然道 这一次的恒州之行 老五家里那孩子 只是一面大旗 并没有做什么时事 真正去做事奔走的 都是林检的这个职儿 说到这里 老皇帝顿了顿 然后继续说道 看他做事的手法 一点也不像是 刚出国子监的太学生 倒像是个走门路的老江湖了 林边传这个人 奴婢接触过几次 魏忠低着头 开口道 其人虽然年幼 但是做事谨慎 确实不像是个少年人 天子低头 看着这份恒州送来的消息 思索了一番之后 开口问道 林昭他 现在再回长安的路上了 魏忠连忙点头 应声道 是 暗路程 林边传回长安 估计还要半个月的时间 半个月 老皇帝低头琢磨了一番 又问道 去岁礼部之科 是什么日子 回陛下 魏忠思考了一番 回答道 大约是二月二十三 圣人用手掰着指头算了算 呵呵一笑 今天已经二月初四了 魏忠还没有听明白 圣人到底想说什么 那边老皇帝低沉的声音 就传了过来 去赵林简 让他到甘露殿见阵 魏忠慌忙点头 下去派人召唤林祭九去了 大概过去了大半个时辰左右 前去国子监召唤林简的太监 才领着灵炭花到了甘露殿门口 通报之后 大太监魏忠 亲自到了甘露殿门口 把林简引了进去 观作到林简这个级别 见皇帝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早在林简任户部侍郎的时候 便经常受到皇帝的召唤 因此 这会儿即将见到圣人的林祭九 面色一片平静 几乎没有任何紧张 进了甘露殿之后 林园达往前走了两步 对着玉桌后面的圣人拱手行礼 国子见林简 见过圣人 老皇帝放下手中的书卷 抬头看了林简一眼 微微一笑 震得叹花狼来了 魏忠 四座 快给林青般把椅子过来 林简是二十年前中的叹花 那时候就是老皇帝 亲自点了他进士第三名 因此 林简算是实打实的天子门生 眼前的老皇帝 也是他的老师之一 林简因为这一个多月 思虑儿子过渡 这会儿已经憔悴了不少 他小心翼翼坐下来之后 对着圣人低头道 未知圣人召唤 所谓和事 没有什么大事 只是与林青谈谈家常 老皇帝脸上带着笑容 缓缓说道 听说林青的儿子 在恒州犯了官司 至今还被恒州衙门关着 此事属实否 林简长叹了一口气 连忙从椅子上跪倒在地 对着老皇帝叩手道 陛下 我儿自小在长安长大 陈申知他的性格 绝对干不出什么恶事 因此臣以为 乃是有人故意构陷 构陷不构陷 暂且撇开不谈 圣人面色平静 淡淡地看向林简 开口道 朕 有几个问题 想请教林济九 不敢 林简低头道 陛下请问就是 老皇帝沉吟了一番 开口道 假如你家中的那个大郎 敌的确却犯了事 你会如何做 林简没有多少犹豫 便低头道 若此事属实 此等实恶不赦之事 自然应该杀了 很好 清楚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之后 老皇帝坐在椅子上 看着跪在自己面前面前的林简 问出了第二个问题 假若 是东宫犯了事呢 老皇帝的这两个问题 前者是问家 后者乃是问国 对于第一个问题 林元达毫不犹豫地 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但是面对第二个问题 这位国子祭九 低头沉默了许久 才缓缓说道 陛下 那要看太子犯了什么事 犯了什么错 圣人伸手敲了敲桌子 开口道 小错当如何 大错又当如何 袁元达公公敬低头 小错劝之 大错见之 好一个大错见之 圣人脸上的笑容收敛了起来 他本着脸说道 若是太子犯了你家大郎一样的错 手上沾染人命了 又当如何 听到这里 林简脸色微变 他低头攻身道 陛下 权子有没有罪 尚且没有定论 而太子殿下 更不可能犯下这种罪过 老皇帝闷哼了一声 朕说了 假如太子手里沾染了人命 你灵元达会如何 林简深呼吸了一口气 跪在了地上 低头道 臣会劝而远之 听到这个答案之后 圣人盯着跪在自己面前的国子祭酒 闷哼道 你们读书人不是常说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吗 怎么 到了你林简这里 这句圣人之言 便不合用吗 林简跪在地上 开口道 陛下 荣臣说一句有些不敬的话 因为炭花廊声音低沉 前宫不水不思郎中康东来 手里早已经沾染了人命 而且不止一条 这其中 甚至还有朝廷命官一家老小的性命 袁达公跪在甘露殿里 笛声道 陈斗胆 问一句陛下 这康东来 与庶民同罪了吗 听到这句话 老皇帝勃然大怒 恶狠狠地看向林简 朕问你东宫之事 你就偏要扯到康东来身上 朕身居地位 需要顾全四方 一些事情只能权衡从事 岂是你们这些读书人 能够看得明白的 袁达公跪在地上 笛声道 陛下目光深远 所作所为 陈自然不能全然看明白 但是康东来一案 陈多少也猜到了一些陛下的心思 大理寺宣布 康东来被流放之后 边关的两个节度使 便调换了位置 多半是陛下借着这个机会 逼迫康大将军完成了这件事 陛下这么做 是为了北疆稳定 为了边军安宁 这些 陈虽然愚笨 但是多少也可以看出来一些 林简声音不停 继续说道 既然康东来可以因为朝局 不与庶民同罪 太子自然也可以 太子身为储君 又是敌长 明正而言顺 为朝廷记 太子也不能轻易受过 听到林简这句话 老皇帝先是皱了皱眉头 然后自嘲一笑 不愧是读书人 不愧是东宫的老师 一番话说出来 连朕也无言以对 老皇帝沉默了一番 然后才缓缓开口 话说到这个份上了 朕也不用拐弯抹角了 你且听着 这位须发揭白的皇帝陛下 在胃中的搀扶下 从软榻上起身 微微勾搂着身子 脉步走到林简身边 笛声问道 朕问你 你林元达如今是中正这个君 还是中东宫那个储君 恒州城林末一案 对于长安城来说 无关痛痒 但是却让这个年迈的天子 产生了深深的危机感 林简的儿子 在恒州出了事 长安城这边 随便去几个人 就可以让地方官员俯首贴耳 轻而易举地把案子翻过来 而因为这件事情 甚至宋王府的世子殿下 也千里迢迢地赶去了恒州 足见这个 看不见摸不着的东宫集团 已经团结到了一定的地步 老皇帝现在心里 生出了一股无力感 他不敢肯定 以林简为首的这些士大夫 现在是 忠于他这个天子 还是忠于太子 听到这个问题 向来稳重的袁达公 也忍不住额头冒汗 他跪在老皇帝面前 声音嘶哑 陈林简 时君之路 自然中君之事 陈与东宫私交 也是当年陛下宁安排的 当初林简初中进士 被安排在汉陵院做汉陵 之后就被选为东宫侍奖 去给太子上课 这才与太子以及李旭 结下了师徒的缘分 说到这里 林简声音颤抖 叩手道 陛下 凡与东宫有私交者 据是念陛下恩德 绝无他念 天子伸手 把林简扶了起来 然后直勾勾地看着眼前的国子祭九 声音嘶哑 林祭九 你说的这些话 朕都记下了 你儿子的事情 朕会这三法司的人 敢去横州戏查 还你林家一个公道 说到这里 天子沉声道 你记住了 这是朕的恩德 非是东宫的恩德 有朝一日 你林原达若是看不分明了 便是自取其货 林简用袖子擦了擦额头的冷汗 恭敬恭守 陛下圣训 臣 谨记在心 去吧 天子挥了挥手 淡淡地说道 回去之后 跟你的那些同乡 同窗 同学都通个气 让这些所谓的石骨派 都想想清楚这其中的道理 免得将来真的犯了什么事 再来埋怨症 不交而住 林简深呼吸了一口气 低头道 臣 告退 说完这句话 林简低着头 恭恭敬敬地走出了甘露殿 走到殿门口的时候 入世二十年的袁达宫 也忍不住两股战战 双膝发软 步履有些蹒跚地 离开了甘露殿 等林简离开甘露殿之后 老皇帝重新坐回了自己的软榻上 翻了几页书稿之后 自顾自地开口道 魏忠 你说 这个林简如何 魏太监身子也颤了颤 他犹豫了一下 开口道 陛下 老奴平日里不怎么接触这些读书人 不过看林祭九这个模样 他顿了顿之后 开口道 多半是读了太多书 把力敌力长的那套规矩 死死地记在了心里 因此 才有些偏向东宫 别的 倒没有看出来什么 说完这句话 魏忠连忙跪在地上 陪着笑脸 陛下 老奴可跟东宫没有关系 陛下问起 老奴就说些自己的看法 陛下如果看这些读书人不顺眼 老奴可以让这些石骨派的人 统统消失在长安城 天子闷哼了一声 瞥了一眼魏忠 若连你也是东宫的人 这个位置上坐着的 恐怕早已经不是朕了 魏忠恭敬低头 开口道 老奴能有今日的好日子 全凭圣人垂怜 此生此事 绝不敢有二心 老皇帝文言没有说话 而是打了个哈欠 缓缓闭上了眼睛 魏忠规规矩矩地在一旁候着 正当他以为皇帝已经睡着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老皇帝的声音 去给礼部打个招呼 今年的长科 推迟十日 林昭离开长安的时候 是腊月二十五左右 从恒州回来的时候 已经是圆月月底 因为着急赶上今年的长科科考 这一路上林昭赶路十分积极 基本上吃了吃睡之外 就都在赶路的路上 好在再来的路上 他跟林湛已经吃了不少苦 多少掌握了一些骑马的技巧 回去的路上就没有太过遭罪 虽然路途仍旧颠簸 但是这一次 只用了半个月出头的时间 林昭便赶回了长安 这个时代一个人上路极其危险 因此 林昭把他从其家带着的二十个人 一起带了回来 悄悄地回到长安之后 林昭挥了挥手 对着身后的二十个人 开口笑道 这一趟恒州之行 诸位大哥沿途受累了 既然回了长安城 便不急着回长公主府去 小弟好好请诸位吃一顿酒 这些长公主府的家将 多半是骑士道军中退下来的君汉 都喜酒喜肉 听到这句话之后 当即轰然叫好 这一次向来抠门的林三郎 倒很是大方 带着这些人 在安人坊里 寻了一家长安城一流的酒楼 花了差不多二十罐钱 置办了三桌酒席 好酒好肉管够 这些君汉当即大喜过望 推杯换展之下 几乎各个喝得鸣顶大醉 在这些人喝酒的时候 林三郎伸手拍了拍 其中一个还算清醒的汉子 笑着说道 齐大哥 我还有些事情要你帮忙 你辛苦辛苦 陪我走一趟 这个林昭口中的齐大哥 就是这一次齐家家将的领头之人 他在长公主府做家将 被骑士道赐了骑姓 算是长公主府一个中上层的管理人员 这人颇为沉稳 听到这话之后 立刻起身 对着林昭笑道 林公子带我等如兄弟 有事尽管吩咐 也没有什么大事 齐大哥跟我走就水 现在说完 走出了这家酒楼 在安人坊附近 找到了一家大通贵方的门面 在贵房里 把五百罐钱换成了金子 又让人把这些金子 切成了二十份 提在了手里 之所以兑成黄金 是因为铜钱太重了 一罐钱是一千的大钱 差不多有四五公斤的样子 十罐钱就有一百斤 五百罐钱足有五千斤重 正因为这个原因 在长安的朱雀大街上 还催生出了一个行当 专门帮一些大商户 或者贵方搬钱 真的把五百罐钱兑出来 这大通贵方 虽然兑得起 林昭恐怕还要再 顾些人来太通钱 按照长安的汇聚 一两金子 可以换八罐钱 五百罐钱换成金子 拿在手里 也就是四斤重而已 贵房给了一个 装金子的布袋 林昭把这四斤金子 提在手里拎了拎 扭头对着身后的汉子 笑着说道 齐大哥要不跟着我一起出来 恐怕我离开贵房十步 这些钱就要给人抢了去 这个齐心汉子 看了看林昭手里的布袋 还有些摸不着头脑 林公子这是做什么 你们年都没有过 陪着我们兄弟 这么远跑了一趟横州 不能让你们白忙或不是 两个人说话的功夫 就已经回了酒楼 林三郎从布袋里 取出一块块碎金子 每一块大概在二两半左右 对称铜钱 应该是二十二三罐钱的样子 林昭给这二十个人 每人发了一块 这些汉子 先是看了看林昭 又看了看手里的金块 表情多少都有些呆滞 林昭走到门口 对着这些人拱了拱手 陈生道 这一路有劳诸位大哥辛苦 这些钱乃是林昭 补偿给诸位的辛苦费 听到林昭这句话之后 这些人才反应了过来 低头看了看自己手里的锦块 表情有些呆滞 有些人甚至激动的浑身发抖 这么大的金块 起码可以花二十罐钱啊 二十罐钱 即便是在长安城里 也够一家人两年的花销了 像丹阳长公主府 这种天皇贵咒家里 他们一个月的收入 差不多也就在两罐钱左右 这一小块金子 就是他们一年的收入 很快 他们就都反应了过来 一时间 酒楼里尽是欢歌笑语之声 林昭甚至听到了几个年长的汉子 在商量今天晚上去平康芳 找哪个当红的姑娘了 这些家将里 有些声信开朗 比较会说话的 对着林昭大声笑道 多谢林公子赏钱 以后再有这种活迹 记得再找小的 这话一出 这些家将纷纷开口笑道 正是正是 再有这种差事 兄弟们不要钱 也给林公子当护卫 林三郎举起酒杯 敬了这些人一杯 笑道 主委今日放开肚子喝 只是不要喝多了 不然怀里的辛苦钱 给人摸去了 也不知道 这句话一出 这些人立刻哄堂大笑 林昭陪着他们喝了几杯之后 扭头对着那个 其姓的家将开口道 其大哥 账位已经结了 你们先在这里喝着 我有些急事 要回家里一趟 这个其姓中年人 立刻点头道 林公子放心去罢 这里有我照看 出不了乱子 说到这里 他笑了笑 我带兄弟们 多谢林公子后代 身为这一次行动的领头人 他心里很清楚 他们这些人 是受了齐轩的命令 也就是说 林昭原本是不必给钱的 因此 他们这些人 对林昭都很是感激 当然了 他们不知道的是 跟他们一路同行的两个多月的少年人 跟这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人都不太一样 在这个少年人心里 请人做事 就应该给人报仇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离开了酒楼之后 天色已经近了黄昏 这会儿才是二月下旬 傍晚的长安城 还是有些冷的 冷风一吹 林三郎的酒意散去了不少 他在安人坊门口左右看了看 立刻就看到了 那家崔家面馆 看到这家面馆 就等于辨明了方向 林昭在长安住了一年 对城北各方的路线已经摸得差不多了 当下很顺利地来到了平康房房门口 在平康房即将闭房的前一刻 进了平康房 然后 他就来到了林府大门口 敲响了林家的大门 林家的门房 对他已经很熟 见到林昭之后 连忙开了门 对着林昭连连行礼 昭公子宁回来了 小的立刻就去通报老爷 本来 林昭在林家 应该被称呼为三公子 但是偏偏林家已经有老大老二 老二还比他小一岁 因此 为了不让外人误会 林家的下人 就称呼林昭为昭公子 他慌慌忙忙地进去通报 没过多久 林姐与林夫人 就结伴从礼物来到了前院 见到了林昭之后 即便是袁达公 神色也有些激动 他上前 拉着林昭的衣袖 声音深呼吸了一口气 三郎 三郎 话到嘴边了 这位国子祭九 竟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只能有些磕巴地说道 赶回来就好 赶回来就好啊 一旁的林夫人 已经泪流满面 他拉着林昭的另一只袖子 哽咽不止 三郎 是咱们家天大的恩人啊 林昭虽然刚回长安 但是他在回长安之前 就已经写了信 把恒州的大带情况 说给了林检听 而还在恒州的林二少 也不可能不给父母写信 因此 林检夫妇俩 已经知道了恒州的情况 因此 他们再见到林昭的时候 才会这样激动 毕竟 这一次恒州之行 林昭先后去见了恒州别嫁 十股书院的山长 之后 又在公堂之上 替林末辩驳 几乎是以一己之力 让林家大郎转威为安 林夫人本就爱子心切 这会儿极为激动 拉着林昭的袖子 不住掉眼泪 这一次若不是三郎 我家大郎恐怕 这等恩情 我真不知该怎么报答才好 林昭摇了摇头 微笑道 叔母千万别这么说 侄儿到了恒州之后 其实也没有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只是去见了几个人儿子 这其中 恒州别嫁陈阴 走的是利部州尚书的关系 十股书院的卫山长 看的是七叔的情面 至于恒州的那个逢之洲 一来给有些惧怕世子殿下 二来也是顺势为之 侄儿 最多也就是跑跑腿而已 林三郎面带微笑 笑道 即便侄儿不去 想来二郎也能做成这些事 林夫人一边拉着林昭往家里走 一边摇头道 二郎可不成 她在恒州给长安写信了 信里说她到了恒州之后 便全然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见到了大郎之后 整个人都梦了 她说 她在大牢陪了一天兄长之后 三郎里便已经把该见的人 统统见了一遍了 这会儿 他们三个人 已经进了林府的客厅坐了下来 林夫人有些手忙脚乱地 给林昭倒茶 林昭坐在椅子上 有些不太适应 苦笑道 叔母用不着这样客气 咱们是一家人 那给七叔跑跑腿 也是我这个晚辈应当做的 林夫人倒好茶之后 擦了擦脸上的泪痕 低声叹了口气 清元兄长真是好福气 剩下了三郎这么一个儿子 我家的两个孩子 要是有三郎你一半灵光 我这个做母亲的 也不用每日在家里忧心了 好了 一旁的林元达 终于开口说话了 他咳嗽了一声 对着林夫人开口道 三郎刚回长安来 想必有些乏了 夫人你去给他收拾个房间出来 准备一些热水 林夫人连忙点头 下去准备去了 等林夫人走远之后 元达公在林昭旁边的椅子坐了下来 有些不太好意思的笑了笑 夫人家忧心孩子 所以有些失态 叫三郎见笑了 林昭连忙放下茶杯 摇头道 七叔这是哪里话 叔母担心大兄 也是应当的 林昭自到长安来 林夫人便对他极吼 一年时间里 亲自送了他四五套衣裳 虽然不一定是他亲手做的 但是能有这份心意 已经十分难得 林昭也一直很尊敬这位叔母 林元达看了一眼林昭 低头喝了口茶之后 开口道 三郎可知今日是什么日子了 林昭低头盘算了一会儿 开口道 应该是二月二十八 林昭点了点头 语气有些感慨 按照上元节时 青天间推算的吉日 今年的长科考试 本应该在二月二十七开口 也就是昨天 听到这里 林昭心里咯噔一下 正要开口说话 林元达顿了顿之后 继续低声道 可是不知怎么 李部突然宣布了 长科延后十日 到三月初七再开始考 他看向自己的哲儿 神色有些复杂 三郎你说 奇怪不奇怪 林昭也微微皱了皱眉头 低声问道 是青天间改了日子 林检摇了摇头 青天间推算出日子之后 便不会再更改了 是李部无缘无故改了日子 具体什么原因 没有人知道 但是 林检看了一眼林昭 感慨道 但是就结果而论 这延后的十天时间 倒像是刻意在等 三郎你回长安来 七叔说笑了 林昭苦笑道 我一个太学生 哪里能有让科考延迟十日的本事 林检目光闪动 正要开口说些什么 突然想起了圣人那张 有些老麦的面孔 当即摇了摇头 不再深究这个话题 他低头喝了口茶 缓缓说道 不管怎么说 这对咱们家来说 都是一件好事 若真因为大郎的事情 耽搁了你的公民 为书心中也会过意不去 说到这里 圆达公重重地拍了拍 林昭的肩膀 脸上露出一个 很是开心的笑容 好小子 你这趟去恒州 做得极好 我这几天想过 这么短的时间里 最好也就是这个结果了 我亲自去 不见得会比你做得更好 林昭低头 把一碗茶喝尽之后 咧嘴笑了笑 最重要的还是 七叔你的面子够大 折去十股书院 见那位卫山长的时候 全靠七叔你的名头 他才愿意出手帮忙 是吗 圆达公端起茶杯 喝了一口之后 笑着说道 我怎么听说 卫锦内斯 已经把开哥大郎的文书 都写好了 全然没有准备给我面子 林昭也跟着笑了起来 不管怎么样 这位卫先生 还是出手帮了忙的 没有他出面 恒州的那些香绳 就是一股巨大的压力 你去孙家的事情 二郎写信回来说了 林简脸上的笑容 收敛了一些 开口道 你做得很对 这件事的确是 咱们家对不住他们家 毕竟人家家里的小姐 死在了大郎身边 等这件事情过去 我得了空闲 亲自去一趟恒州 向孙家赔礼道歉 关于恒州的事情 叔侄俩又聊了不少 最后林昭 提起世子李旭 去十股书院居住 讨教学问的时候 圆达公表情 明治了片刻 然后微微叹了口气 这个时候 东宫的势力越大 我没法与太子说 我跟他说了 他多半也不会听 林简这句话 就连林昭也听得云里雾里 没有经历过甘露殿的那场问话 谁都不太能一下子想明白 林简这句话 到底在说什么 林昭张了张口 正想要继续开口说话的时候 一边的林夫人 已经缓缓走了回来 走进正堂之后 她对着林昭笑道 三郎 我已经让下人烧了水 在你房间里背了木桶 你一路辛苦 快去洗个澡 好好睡一觉 谢谢谢谢 这一路赶路 确实颇为辛苦 林昭起身 对着林简拱了拱手 行礼道 七叔 侄儿先去休息去了 等明天再来 与七叔详谈 林元打点了点头 挥手道 你去就是 林昭正要告辞 一旁的林夫人 突然从袖子里 取出一叠纸票 塞在了林昭手里 她一边塞 一边开口道 听这儿说 三郎你在恒州花了不少钱 大郎的事情 老你四下奔波 已经很麻烦你了 这花销的钱 不能让你出 她塞完钱之后 笑着说道 这些钱也不知道够不够 三郎你且拿去 要是不够 叔母明天再给你拿一些 林昭还没有回过神来 一叠贵方的对票 就已经被塞进了她的手里 林三郎看着手里 一达清一色 一千贯钱的大通贵方对票 目瞪口呆 她咽了口口水 要听说自己这个叔母有钱 没想到 她竟然这么有钱 林昭接过了这些对票之后 还没有来得及拒绝 林夫人便转身走了 她只能拿着这些钱 走回了自己的房间里 看着房间里 已经放满水的木桶 她低头数了 数手上的对票 一共是 十张 一万贯钱 这个数目 不仅远远超过了 林昭在恒州的开销 甚至超过了 她的资产总和 这个时代 家财万贯 便可以称得上市富豪了 像这样直接给出 一万贯现钱的 已经可以称得上市巨富 林昭数完了手里的钱之后 低头感慨了一番 先前听其兄说起 七叔的丈人翁 是大周巨富 我还没有什么概念 如今看来 这个周家 实在是太有钱了 在长安城万贯的 家产可能并不在少数 但是能直接拿出 一万贯现钱的 就不是那么多了 更重要的是 林昭的这个叔母 并不是娘家唯一的女儿 她还有兄弟姐妹 也就是说 她能够从娘家 拿到的钱 只会是周家很小的一部分 林昭虽然出身 越州林氏 但是当初家里 并不是很富裕 与林夫人相识之后 林夫人的娘家周家 先后分别在越州 长安两地 给姑爷林俭制了宅子 其中越州的那一座宅子 已经被林俭赠予了林昭 越州的宅子 还不算特别贵 就是林昭现在也买得起 但是平康坊里的这束林府 至少十万贯起 由此可见 林夫人娘家之阔绰 感叹了一番之后 林昭把这些对票 收在了自己的床铺底下 然后脱下衣服 跳进木桶里 美美地洗了个澡 接着躺在床上 沉沉睡去 她的心态虽然是个成年人 但是身体毕竟还是个少年 几个月奔波下来 已经不堪重负 洗完澡之后 便一头倒在床上沉沉睡去 等到第二天 林昭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日上三杆 她伸了个大大的懒腰 起床整理了一番头发 在林府吃了中饭之后 便收拾了一番 准备回国子健去了 这会儿 林俭已经去国子健上班去了 林昭只能找到林夫人 向她告别 见到林夫人之后 林昭拱手道 叔母 再有七八天 便是科考的日子了 侄儿要回国子健背口 特来向叔母告别 林夫人闻言 轻声道 科考还有八天时间 三郎你一路辛苦 不如在家里住上几天 好好休息休息 这几天叔母多弄些好吃的 给你补补身子 林昭摇了摇头 恭声道 叔母不用麻烦 她笑着说道 等侄儿考完了科考 一定来家里 好好吃上几顿 林夫人知道拗不过她 便摇头叹了口气 亲自把林昭送到了平康房门口 临别之前 她还开口道 物本坊里有一家馆子 鸡汤炖得很不错 等晚上 我让他们送一份 去国子健给你 林昭苦笑着点了点头 向林夫人致谢之后 转身离开了平康房 静止朝着物本坊走去 在国子健待了一年 物本坊的路径 她早已经清车熟路 很快进了国子健 摸进了自己的学舍门口 因为学舍不是她自己一个人住 林昭习惯性地敲了敲门 没想到她刚敲了两声 房门立刻被人打开 一身淡紫色长袍的齐大公子 脸上全是笑容 她狠狠地抱了抱林昭 松开之后笑道 昨日我家里的那些家将回府 我就知道 三郎你今天一定会回国子健来 林昭看到齐轩 脸上也露出笑容 开口道 两个多月不见 齐兄近来可好 我好着呢 齐大公子坐回了自己的位置上 看了看林昭之后 脸色故意沉了下来 开口道 就是三郎你做事有些不地道 那二十个人 竟然是我拍在你身边的 哪里又要 你给他们什么辛苦钱了 昨天家里人与我说起这件事 我差点就让他们 把钱全部退给你了 林昭也在自己的书桌旁边坐了下来 瞥眼一看 桌子上摆了至少七八封信 其中有母亲林二娘寄来的 也有谢旦然 以及谢三元 父女俩寄来的 还有一封 是父亲林清元所写 林昭一边整理这些书信 一边笑着说道 请人办事 自然不能让别人白跑 不然下次再有什么事情 都不太好意思 麻烦齐兄你了 这话不对 齐大公子开口道 我让他们去帮你办事 要给钱 也该是我来给 哪里有三郎你给钱的道理 对于这句话 林昭笑了笑没有多说什么 整理好了手中的书信之后 对着齐轩开口问道 精髓长科 齐兄也要硬考吗 听到这个问题 原本只是杨作生气的齐轩 脸色立刻就垮了下来 他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母亲不许我硬考 不过没有关系 开考那天 我想办法溜过去就是 反正也不一定能够考中 且考一考试试 说完这句话 齐轩看了一眼林昭手里的书信 笑道 这些书信 是这两个月从越州寄来的 我帮你收下了 一眼都没有偷看过 说到这里 齐大公子似笑非笑地说道 不过信封我还是看了的 一共八封信 其中有三封 是一个信谢的姑娘给你寄来的 这样看来 那位谢姑娘对三郎你 也算一片真心 不枉三郎你 为她放弃了大好前程 齐轩一边说话 一边搬着椅子 往前挪了两步 靠近了林昭一线 笑道 将来有机会见到这位谢姑娘 我一定跟她详细说一说 长安城里有个宰相的孙女 对三郎你一见倾心 你为了谢姑娘 义无反顾地拒绝了 林昭瞥了一眼齐轩 无奈地摇了摇头 好了齐兄 莫要胡说了 她都没有离开过越州 你这辈子能不能见到她 还不一定呢 怎么不一定啊 齐轩拍了拍胸脯说道 三郎你将来若是成婚 哪怕为兄在天涯海角 也一定会去 到时候 还不能见一见弟妹了 兄弟两个人开了几句玩笑之后 齐轩突然想起了什么 尴尬地笑了笑 对了 差点忘了问正时 你这趟恒州之行 结果如何了 林昭这会儿 正在整理自己书桌上的东西 文言侧头看了她一眼 诧异地说道 齐兄家里的家将 没有跟你说吗 他们这些人 多半大字不识一个 哪里说的分明 林昭叹了口气 回答道 进展得还算顺利 不过案子比较麻烦 一时半会还脱不开身 只能让三法四的人 感到恒州细查 如果这件事 与大兄无关的话 估计再拖上四五个月 她就能回长安来了 林家的大郎 我曾经见过 齐轩拍了拍林昭的肩膀 笑着说道 看起来是个忠厚老实的性子 不像是作恶的人 三郎你就放心吧 与齐轩闲谈了几句之后 林昭便把手里的书信 一封一封拆开查看 其中父亲林庆元的书信 乃是询问 他在太学的学业 有没有跟得上同窗同学 林庆元是个闷葫芦 林昭到长安一年时间 加上这封信 总共也只收到了他两封信而已 除了问询学业之外 林庆元也正是辞了 姚江县衙事业的职位 回到了岳州老家 在谢三元手下的故事 挥任编撰 算是解了他的离乡之苦 林昭看完这封信之后 提笔给父亲回了信 内容也不是很长 大概的意思就是 他在长安一切都好 父亲不要挂念云云 接下来就是谢三元的书信 这位谢老板在信里 主要是提了一些 三元书铺目前的进展 好消息是一年多时间的努力 如今谢三元已经成功 筑成了一套铜模 几乎可以把绝大部分的 铅活字统统刻出来 但是解决了字模的问题之后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游墨 现有的游墨 都是用来印制雕板的 因此 铜属木制的木活字可以通用 但是金属字模的铅活字 用起来字迹就会不怎么清晰 甚至不太能够印得出来 谢三元在书信里说 他已经在岳州城 找了一些调墨的老匠人 开始琢磨游墨的问题了 对于三元书铺 林昭还是很上心的 才是他将来很长一段时间的经济来源之一 如果三元书铺没了 他在长安就会成为无根之水 因此 林三郎低头沉思了许久 才提笔给谢老板回了一封信 大致给他指了一些做生意的思路 以及三元书铺未来的发展方向 同时在信里问候了一番谢家人 至于林二娘与谢淡然的书信 前者无非就是 表达一些思念之情 以及询问林昭的近况 而后者 小儿女书信 不足倒栽 一共八封信 林昭看了半个时辰 回书信 却足足回了两个时辰左右 写完了回书信之后 林昭又一一检查了回书信有没有疏漏 确定无误之后 这才把他们一一用火器封上 准备明天从长安的驿站递回岳洲去 做完这些事情之后 林昭抬头看了看 发现天色已经全黑了 他起身伸了个懒腰 只觉得浑身上下的骨头响得不停 回头看了一眼身边的齐轩 微笑道 齐兄 这一次横舟之行 多劳你把家里帮忙 如今我回长安来了 请你吃顿饭如何 齐轩这会儿正在温书 文言翻了个白眼 有些无奈地说道 你不会又想请我吃那家油泼面皮吧 林三郎微笑道 正有此意 实不相瞒 两个多月没有吃到崔家的面皮了 小弟心中倒是想念的紧 这会儿 方门都关了 齐大公子再次白了林昭一眼 你现在跑出去 恐怕要被寻接的方钉捉起来 扭送金照府 林三郎面不改色 笑道 那就有些可惜了 齐兄有所不知 这次齐叔家里的二郎 对我佩服的是五体头弟 他说了 今后我去吃面皮 仅可以挂他林二的杖 林三郎呵呵一笑 等什么时候有空了 我把太学的同窗都喊上 一起狠狠地吃他一顿面皮 齐轩这一次头也没有抬 依旧在低头看书 不过林昭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这货再对自己翻白眼 他正想要开口继续说话 突然学舍门口传来了一阵敲门声 林昭打开房门 只见一个国子剑的牙钗 手里拎着一个高高的木制饭盒 对着林昭陪着笑脸 低头道 林公子 这是方才本方天香楼送来的 说是有人给您订的饭食 国子剑不许外人进来 小的就亲自给您送来了 林昭先是微微愣了愣 然后才想起来 中午离开平康坊的时候 自己那个叔母说 晚上让物本方的一个馆子 给他送一份鸡汤过来 林昭伸手接过这个沉重的饭盒 对着牙叉点头致谢 然后回到了自己屋里 这饭盒分四层 打开了之后 最上面一层 是一盅金黄色的鸡汤 下面三层都是一些菜色 最下面一层 还装了喷香的米饭 林昭把这些菜饭 统统摆在学舍里的桌子上 然后扭头对齐大公子笑道 齐兄 这一次可不是油泼面皮了 快来与我一起 好好吃一顿 齐轩咳嗽了一声 扔下了手中的书卷 好整以侠地坐了下来 尝了一口鸡汤之后 便赞叹道 味道不错 说着 他抬头看了林昭一眼 笑道 难得三郎 你能大方这么一回 林大老板呵呵一笑 没有开口分辨 很快 林昭就已经爱长安城 待了三四天时间 因为再有几天 就要开始磕口 这几天时间里 林昭除了在国子健温书之外 还跟着林检一起 提前去礼部的考场看了看 算是提前熟悉了考场环境 时间很快到了 前的九年的三月初六 距离长科越来越近 就在林昭积极备考的时候 这天傍晚 又有一个不速之客 来到了国子健林昭的学舍里 这是个头发花白的老人 脸上也密不皱纹 林昭见了这个老人之后 不敢怠慢 低头行礼道 魏公公 就连向来有些骄傲的齐轩 这一次也对着这个老人家 深深低头行礼 见过魏公公 魏忠连忙对着齐轩还礼 脸上挤出一个 不怎么好看的笑容 开口道 大公子也在这里 长公主可安好 齐轩笑着说道 有劳公公挂念 我母安好 两个都跟皇家沾边的人 说了几句客套话之后 魏忠便笑呵呵地开口道 大公子 老奴奉圣人之命 要与临边转单独说些话 不知道大公子方不方便回避一些 说到这里 魏忠顿了顿 低头道 如果大公子不方便 奴婢就带着临边转道 静视说话 太监本质上是皇帝的家奴 因此不管魏忠这个大内总管 四公台大太监 如何位高权重 在面对齐轩这个圣人外甥的时候 他还是毕恭毕敬的 齐轩立刻起身 对着魏忠行礼 然后笑道 魏公公来到来了 哪里还能有去近视的道理 你们尽管在这里谈就是 我今晚上回家里去住 说到这里 齐轩很痛快地离开了这些学舍 唯一一个社友走了 邻昭有些无奈地看向魏忠 苦笑道 魏公公 您何等身份 干什么非要亲自 来寻我一个小小的太学生 圣人吩咐的 咱家自然要替圣人办好差事 说完这句话 魏太监从一旁的小太监手里 取来了几张白纸 铺在在邻昭面前 开口道 邻边转 圣人说了 让你尽快写出西行记后续内容 由咱家先送到宫里去 说到这里 老太监声音平静 圣人还在宫里等着看呢 邻昭离经两个月左右 长安封上勘载的西行记 已经断了两三期 不少一直在追耕的长安百姓 对此颇为不满 甚至还有些有点门路的人 知道编撰司隶属国子剑 还跑来国子剑闹过 当然了 其他人催更都不怎么要紧 邻昭大可以躲在太学里埋头不理 但是皇帝亲自来催更 这就没有办法置之不理了 邻昭先是低头看了看 摆在自己面前的白纸 又抬头看了看魏忠 苦笑道 魏公公 我刚回长安不久 再有几天就要考试了 哪里有什么心思写这个 考试的事情不着急 魏太监淡淡地说道 这次长课的主考 是礼部王师郎 圣人已经给我打过招呼了 等考完之后 咱家会亲自去见一见王师郎 把先前许给你的功名给你 说到这里 魏太监缓缓说道 现在 邻公子只需要专心 把细心记写出来就是 圣人在宫里等着看 邻昭对着魏太监眨了眨眼睛 低声道 魏公公 据我所知 这科考都是要胡明的 便是主考在未曾排定名词之前 也见不到人民 魏公公闷哼了一声 瞥了邻昭一眼 少年人用不着耍心眼 该给你的 自然会给你 你今日老老实实写细心记就是 他用手指着那些白纸 声音平静 记得要亲自抄写 不得偷懒 说完 魏太监背着手 转身朝着门外走去 咱家现在要去外面办点事 两个时辰之后 咱家来国子剑去 说完 老太监扬长而去 林三郎坐在自己的桌子面前 伸手挠了挠头 这个时代 虽然有胡明 但是想要作弊并不难 最简单的 就是通过门路 提前得知试题 然后再找个已经中了近视的 提前写好 自己墨背下来 这种作弊手法 是最天衣无缝的法子 只要泄题的事情不暴露 基本上查不出来 除了这个之外 还会有人提前与考官约定好 在试卷上做一些记号 比如说 开头写固定的四个字 再比如说 约定第一页第十七个字 与第二十七个字 写上固定的某两个字 这种就会有迹可循 容易露现 眼见考试将近 刚才林招喊住魏公公 就是为了 从这位大公公嘴里 套出一些考题 或者说套出几句记号 从而能作弊成功 但是不知道是魏公公没有听明白 还是林招没有说清楚 这位老太监 竟是一言不发 转身就走了 难道作弊这种东西 不需要我配合就能成 林招暗自嘀咕了一句 伸手挠了挠头 看向了自己桌子上的白纸 摇头叹了口气 身为天子 不好好治理国家 却沉迷小说 沉迷小说倒也罢了 居然还派人催更 吐槽了一句之后 林三郎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从自己书桌上 翻出最近一本 刊载了西游记的长安风 先看了看自己上次写到哪里了 然后磨了磨磨 开始沿着上次未完待续的部分 继续写下去 虽然不需要自己构思 不怎么耗费心神 但是毛笔字 毕竟不如后视键盘那么方便 写了一个多时辰 一共也才写了四五千字而已 毕竟要写给皇帝看 林招不敢写得潦草 只能功功整整地写 不过刚开始的时候 字迹工整 写着写着也就略有些潦草了 写了一个多时辰之后 林招手算得不行 起身伸了得懒腰 正准备出去 从边转丝 抓一个边转过来 帮他写稿子 突然瞥眼 看到了自己写在白纸上的字迹 心中一动 那个老太监临走之前 似乎让自己亲手抄写 突然间 林招似乎明白了什么 立刻心神大震 就连手臂的酸痛 也减退了不少 再一次提起毛笔 也不敢再潦草写字 而是用平日里藤露的速度 规规矩矩的写字 大约过了两个时辰左右 老太监去而复返 进了林招的学舍之后 瞥眼看了看正趴在桌子上 规规矩矩写字的林招 他伸手捡起林招已经写完的书稿 拿在手里翻了翻 瞥见林招自己渐渐潦草 过了几页之后 又突然工整起来 为太监脸上 又露出了那个 不怎么好看的笑容 算你聪明 他等到林招把手里的那页纸写完之后 便把这些稿子 统统收了起来 按照先后顺序排好 捧在手里 然后瞥了一眼林招 语气平静 记着 硬试的时候 就用这个字迹写 听到这这句话 林招心中一块大石落下 他果然没有猜错 老皇帝的意思 是让自己用字迹作弊 不过他 还是在心里暗自吐槽了一句 果然是科考初心的王朝 科长的种种规矩 还没有完善起来 连专门藤露试卷的人都没有 没有记错的话 另一个世界里 试卷迷风藤露的规矩 应该在北宋时期 便建立起来了 说完这句话 魏太监捧着这些书稿 转身就要离开 林招连忙用毛巾擦了擦手上 沾染的墨镜 把他送了出去 一路送到国子监门口 已经有一顶轿子 在等候魏中 魏太监上轿子之前 回头看了林招一眼 轻声道 因为你写的西行记 圣人最近对这些画本颇为有兴致 据咱家所知 除了西行记之外 林公子你名下的那座印刷作坊 似乎还印了一本别的书出来 说到这里 魏中笑呵呵地看了林招一眼 咱家前几天拿到了一本 林公子你说 要不要送到圣人面前去 交给圣人看一看 听到这句话 林三郎瞬间额头冒汗 他名下是有一个作坊 乃是从东宫手里要过来的 那个作坊目前 只印过一本书 周昌明的《玉其春》 他对着魏中连连摇头 魏公公 那书 乃是会书 万万入不得圣人乏眼 原来林公子也知道 那是会书 魏太监看了一眼林招 缓缓说道 那林公子还大肆印发 在长安城里售卖 不是我写的 林三郎面色严肃 摇头道 学生只是帮着旁人印发而已 书中内容 我一眼也不曾看过 魏公公似笑非笑地看了林招一眼 然后弯身走进了自己的轿子里 就在轿子将要离开之前 里面传来了魏中的声音 咱家买到的那本 还是带图的 说完这句话 这顶宫里的轿子 被四个轿夫抬了起来 离开了国子监 林三郎站在原地 一阵初春的寒风吹来 让他不禁打了个寒颤 他愣神了片刻之后 才转身走回了国子监 一边走 一边小声嘀咕 回去之后 要好好翻一翻大周率 看看 印书犯法不犯法 当初林招帮着周昌明印书 有一部分原因 自然是为了挣钱 但是这个时代信息流通 以及商品流通的速度太慢 一个生意 基本上只能在一个地方展开 也就是说 这本书即便写得再好 覆盖范围 恐怕也只只有一个长安城而已 等林招把书传出长安城 外地恐怕早已经开始印制盗版了 因此 这本书固然有收益 但是收益并没有特别多 林招花了一百罐钱 从周昌明手里买下了这本书 随后又把印出来的书交给周德 齐轩两个人 在长安上层圈子里发卖 刨去印刷的本钱 以及给两个社友的分成 前前后后这本书加起来 估计也就挣个一两百罐钱而已 勉强挣了一倍 这么点钱 已经不怎么被林招看在眼里 他印书的最主要目的 是想从多方面垄断长安的文化业 这样以后慢慢做大的 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引导民意 改变民心 当然了 这东西究竟犯不犯法 林招还真没有仔细琢磨过 还真得去好好翻翻大周率 不然每天被金招府给逮进去 麻烦可就大了 这个时代并不会留暗底 甚至如果是因为直言赶剑 冲撞了皇帝获罪入狱 反而会留下美名 但是如果是因为卖 会输被下狱 那一辈子的名声也就毁了 将来即便中了进士做了官 恐怕也要被人耻笑一辈子 想到这里 已经回了学舍的林三郎 暗自下定了决心 以后无论如何 不能再印这种书了 即便不出事 难保不会被人捉住把柄 将来要用这个拿捏我 想到某个猴子 因为毕马温三个字 被耻笑了大半辈子 林招便背脊发寒 等到他将来做了官 要是有人指着他的鼻子 骂上一句犯会书的 恐怕那时候的林大佬 也要被恶心的半死 嗯 林三郎坐在自己的书桌旁边 琢磨了一会儿 小生嘀咕道 得想的法子 把这件事推到别人身上 比如说 推到那位韩公子身上 西行记更到现在 已经差不多进入后半部分 预计到前的九年的年中 就可以更完 如今林招手下的那个印刷作坊 正在筹备印制整本西行记 等到长安丰这边连载完 那边立刻就能出书 一来能够赚不少名声 二来钱也能挣上不少 而如今韩县令的幼子 就在林招的印刷作坊里做事 还是管事的 这位韩公子 这几年荒废了学问 想要考学做官 已经希望不大 最大的可能是 朝廷看在他父亲惨死的份上 给他印一个散官 基本上没有什么虔诚可言 这桩事情安在他的头上 也无伤大雅 想到这里 林招眼珠子转了转 已经在考虑 把那间作坊正式出手 转给韩餐的事情了 这边林三郎 正在因为那本书而忧心 另一边的魏太监 已经坐着轿子 从朱雀门进宫 很快来到了甘露殿里 他先是把林招的书稿 呈在了皇帝面前 然后恭声道 陛下 林边传已经把后续的内容 写了出来 老皇帝点了点头 伸手接过这份书稿 他随手往后翻了几页 便看出了林招先后自己的变化 老皇帝扭头看了一眼魏中 淡然道 是你点醒了这小子 魏中摇了摇头 开口道 陛下 奴婢前前后后 只字未提自己的事情 是林边传自己想明白的 好小子啊 圣人把书稿翻到了第一页 一边看书一边说道 这般机名 已经超过不少朝中大臣了 说着话 他往后翻了一页 开口问道 这个小林招 今年多少岁了 魏中低着头说道 回陛下 林边传应该是成平六年生人 今年是十五岁 嗯 老皇帝点了点头 叹息道 只可惜年纪太小了一些 不然倒是可堪一用 魏太监连忙低头 陪着笑脸说道 陛下春秋鼎盛 若要用他 还有大把时间调教 老皇帝这会儿正在看西行记 文言没有动弹 也没有说话 魏太监沉默了一会儿 开口笑道 奇书林元达十九岁中近世 传为神童 如今这个林招十五岁就要中近世了 这书职二人 将来一定会传为本朝家话 好了 莫要说了 皇帝陛下大手一挥 开口道 朕要看书 你先退下去吧 说完这句话 皇帝放下书稿 看了一眼魏忠 低声道 最近一段时间 东宫那边一直很安生 也不知道在琢磨一些什么 你去查一查 把详细情况送到朕这里来 魏太监恭敬叩首 奴婢遵命 很快 时间就到了前德九年的三月初九 礼部长科开考的日子 大洲的科考 时间为两天 是诸科混考 像是明经科第一天就是贴金 第二天实测 进士科比明经科要多一个师傅 具体时间要自己安排 天色还没亮的时候 林俭夫妇就在国子舰门口等着 见林昭从国子舰出来之后 林夫人一把把他拉上了马车 递给他一个厚厚的石盒 以及一个红色的篮子篮子 石盒里是一些提前准备好的食物 而篮子里则是考试要用的笔墨纸验 因为供愿禁止带片纸进去 因此 林夫人给他准备的这些东西里 连一张纸片都没有 林昭看着这些东西 心里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今日明明是他参与科口 但是事先基本上没有买任何东西 全靠这个有经验的叔母 帮他准备好东西 下了马车之后 夫妇两个人一路把林昭送到贡院门口 这会儿天色仍然还是黑色的 距离尘时贡院开门 恐怕还要有一个时辰左右的时间 即便他们来得这么早 可贡院门口仍旧挤满了人 林昭甚至看到一些人 带着被褥睡在贡院门口 显然是昨天晚上就在这里睡的 到了距离贡院还有几张的距离 林昭夫妇这才停下脚步 不再相送 林夫人拉着林昭的袖子 嘱咐道 三郎聪慧 考试我倒不怎么担心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一些避讳 多检查检查 千万不能写错了 所谓避讳 就是皇帝的名字 以及皇家列祖列宗的名字 不能写上去 即便非写不可 也要用一体字去写 不然真的在贡院考试里 犯了什么忌讳 白考了不说 可能还会获罪 另一边的林昭 则是伸手拍了拍林昭的肩膀 笑道 小子 这一次放宽心去考旧式 你才十五岁 只当是来熟悉熟悉贡院就成 林昭笑着说道 都到了这里了 七叔还不传授我一些考学的绝招 绝招就是平常心 袁达公笑道 当年我科考的时候 便是无知无畏 全然不觉得自己能中 结果好巧不巧 竟然就真的中了 叔侄俩一边聊天 一边四下观望 林昭左看看又看看 始终没有见到相见的人 他在心里暗暗嘀咕 齐轩 该不会关键时候出不来了吧 林昭夫妇俩在贡院门口 陪着林昭待了一个多时辰 好容易到了城市之后 贡院开了大门 宣布学子排队入室之后 这对夫妇俩 才嘱咐了林昭几句 转身离开 林昭跟着两人告别之后 便老老实实排队去了 等到他站进队列之中后 右左右看了看 仍旧没有看到齐轩的身影 他微微摇了摇头 心中暗自感慨 对于他来说 科考无疑是近身之街 是登天之门 参与科考反倒是自甘下流 毕竟他只要老老实实 接过父亲的班 将来不说做大将军 做节度使 最起码做个三品将军 绝对没有什么问题 而如果走文官这条路 反倒是坎坷重重 且不说中进士艰难 即便是一年只取二三十个 甚至一二十个的进士 一百个人里 恐怕也只有寥寥几人 能够做到三品 想到这里 林昭便不再去想齐轩的事情 而是安心排队 此时 在他身边排队的人 或者是国子健的同学 或者是各地节度使 官府举荐上来的学子 亦或是地方上有功名的举人 一眼望去看不到边 最少也在千人以上 相对于同龄人 林昭最大的优势 不是在于聪慧 而是在于耐心 尽管队伍排得很长 林昭仍旧悠哉悠哉地排着队 从陈时初 大概排到了陈时正左右 林昭终于进入了贡院的大门 此时贡院门口 足有十多个牙差 正在层层安检 林昭大大方方地张开双手 让这些人搜身 这个时候科考制度还不算太过严谨 最起码不用脱衣裳 这些人检查了林昭身上 以及饭盒里的东西之后 很快就被放了进去 因为参考的人数太多 主考官也不方便进行什么训话 进了贡院 核实的身份之后 林昭便在牙差手里 领到了自己的号牌 被安排进了自己的号房 号房里很是简陋 除了一把长凳 一张桌子之外 还有一个颇为简陋的床铺 作为休息之用 当然了 必不可少的还是 床位的一个马桶 未来两天时间里 吃喝拉撒都要在这个房舍里度过 唯一让林昭感到欣慰的是 这个马桶还给配了盖子 这样一来 倒也不至于会分方肆意 影响他考试的思路 打量了考试的环境之后 林三郎便把林夫人给他的篮子 以及饭盒放下 坐在长凳上 活动了一番筋骨 相对于此时此刻考场里 其他战战兢兢的学子来说 林三郎的心情 无疑是很轻松的 因为 嗯 他已经提前被录取了 虽然这对于其他学子来说并不公平 但是在这个时代 本身就没有太多公平 此时公园里这么多学子 找到门路作弊 或者自己作弊的 绝对不止林昭自己一个人 林昭跟这些同行最大的不同是 他走通的门路 是最高的 也是最安全的 在考试里坐了一会儿之后 便有牙抑下 发了一打白纸作为稿纸 但是试题还没有发放 因为礼不忍守的原因 往常来说 要到第一天接近中午的时候 才会下发试题 见到了稿纸之后 一直哭作无聊的林昭 终于有了事情可做 他很快磨好了墨水 提起毛笔 开始沿着上一次给皇帝的稿子续写 写了大概一个时辰时间 又写满了几页纸 等到牙叉下发试题的时候 看到林昭手边密密麻麻的 写满字的草稿纸 瞪大了眼睛 差点以为有人泄题 要把林昭抓起来 直到他看清楚林昭所写的内容之后 才松了一口气 把写了试题的几张纸 放在了林昭的桌子上 供院考试的规矩 第一天是给贴金以及第一篇实测 第二天是给第二篇实测 以及师父各一篇 拿到了试题之后 林昭很快接过来看了看 前两章只都是贴金 这几年时间 林昭读书还算刻苦 四书五经被他背得烂熟 一眼看过去 这些圣人文章他都读过 当即松了口气 然后翻开实测那一页 直接那一页的题目 只有短短八个字 君君沉沉 父父子子 看到了这个题目之后 林昭咬着毛笔 在心里暗自嘀咕了一句 好宽泛的题目 这八个字 几乎就是诸夏地质时代的核心 要细说起来 几天几夜也不一定能说得完 就考场上来说 题目给得越精准 越容易破题 容易下笔 像这种太过宽泛的题目 从哪个角度都可以入手 万一自己的想法 与考官的想法不合 即便是写得花团紧簇 也要名落孙山 因此 今年的这个题目 是极难的 如林昭所想 牙差刚刚发完题目 各个考房之中 便传来一阵哀嚎之声 紧接着巡逻的礼部牙差 便高声大喝 晋声 再有大声喧哗者 历时逐出贡愿 这话一出 这些考生们 立刻就安静了下来 哀声叹气地 开始倒水磨磨 相比于这些人来说 林三郎要轻松太多了 毕竟对于他来说 只要写出的东西 不是差得过分 这个晋式功名便十拿九稳 即便运气太差 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也是宫里对不住他 到时候 即便皇帝不补偿他点什么 那个老太监 应该也抹不开脸 多少要给林昭送点东西 他从林夫人 给的石盒里取出一块酥饼 放在嘴里啃了一口 然后眯着眼睛 剪出一张稿纸 开始书写贴金的内容 此时 是大周前的八年 三月初九五时 贡院之中 不知道多少学子 下笔如飞 即便是对于长安城来说 每一年的礼部科考 也是重中之重的大事 此时不仅礼部上下的官员 在贡院里忙活 就是金兆府也派了差役过来 维护贡院附近的秩序 贡院之外 送完林昭的林检夫妇两个人 坐上了自己的轿子准备离开 刚转过一个胡同 忽然看到了一顶紫色带黄的轿子 看清楚轿子上的标记之后 袁达公微微皱眉 对着身边的夫人低声道 是丹阳长公主府的轿子 林夫人轻声道 老爷 先前三郎受伤的时候 长公主曾经上门探望过 如今碰到了 应当下去与她打个招呼才是 不然以后见了面 脸面上过不去 林检点了点头 带着夫人一起下了轿子 对着这顶轿子拱手行礼 国子见林检邪夫人 见过长公主 妾身见过长公主 这顶轿子很快停了下来 穿着一身青色宫装的丹阳长公主 从轿子上走了下来 对着林氏夫妇还礼 笑道 袁达公与夫人太过客气了 应该是丹阳向嫌抗力见礼 林袁达咳嗽了一声 开口问道 长公主如何到贡院来了 丹阳长公主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摇头道 家有逆子 不说也罢 第一天 林昭拿到试题之后 只用了两个时辰左右 就把该答的内容统统写了出来 当然了 即便是林昭 也是不可能直接写在答卷上的 她认真检查了错字 以及需要避讳的字之后 才把试卷规规矩矩地 藤露在试卷上 写完了试卷之后 林昭吃了些东西 天色就已经黑了 这房舍的环境虽然极差 但是该睡觉 还是要睡觉 不然没有精力应对第二天的考试 林昭打了个哈欠之后 便躺在这张木板床上 缓缓睡去 因为睡得很早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的时候 她就醒了过来 醒来之后看了看天色 发现估计刚到五更天 只不过天色虽然还早 宫院里的牙差 依旧在巡逻 不时有考生发出声音 还会被这些牙差出声喝止 林昭在床上翻来覆去了一会儿 还是睡不着觉 便干脆盘坐了起来 闭上眼睛 按照先前召集 教给她的吐纳法门 开始冥想 当初召集按她大哥召歇的吩咐 到林昭家里 传授了她一两个月的功夫 但是只教了两套最基础的法门 一套是站马步的功夫 一套是呼吸吐纳的法门 这两套功夫 前者林昭在越州的时候 还天天习练 但是到了长安住进国子建之后 便不怎么方便了 毕竟一个太学生 每日起来扎马步 会让别人笑话 但是呼吸吐纳的法门 林昭却是每日都在练的 倒不是指望这东西 能够练出什么内力 而是按照这个法门呼吸吐纳 会很容易进入空明的状态 冥想一个时辰 有时候就可以抵过一晚上的睡眠 当林昭从冥想状态中 清醒过来的时候 天光已经大亮 宫院里的牙叉也多了起来 没过多久 她还看到几个牙叉 把一个作弊的学子揪了出去 那人吓得浑身颤抖 连裤子都湿了一片 大约到了陈时政 牙叉们正常发放第二天的试题 不过这一天的试题就有些不太一样了 明经科的题目中不带师傅 而进时科除了实测之外 则是要师傅各写一篇 林昭拿到试题之后 打开看了一眼 就看到实测的题目 只有短短两个字 编换 通常来说 常科的两篇实测 第一篇都是给一个像昨天那种 关于经历的题目 而第二篇则大多是关于时事 昨天的题目是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于是今天的题目 便是切切实实摆在大洲面前的家国大事 编换 大洲的编换 乃是一个困扰朝廷多年的问题 倒不是说打不过外族 而是打不死外族 除却西边的宿敌吐蕃之外 北边的突厥 也与大洲互相厮杀了一百多年 更让朝廷头痛的是 近几十年来 北边的契丹人也渐渐兴起 也开始扰边 为了应付这些编换 朝廷才开始在各边镇 设下了十位节度使 而后为了让这些边镇 拥有足够的反应能力 以及战斗能力 朝廷给了个节度使 极大的自治之权 这个法子最初是极好的 各地边幻都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但是解决了边幻之后 这些节度使 也开始慢慢做大 渐渐的 这些边疆的军阵 也成了边幻之一 这的确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限于这个时代的信息沟通能力 以及交通运输能力 等诸方面的限制 朝廷很难对边疆实现真正的控制 另一个世界的赵大 为了解决节度使割据的事情 把朝廷建设成了鸡蛋模样 除了边军的一层壳之外 各个地方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力 全靠身为蛋黄的朝廷中央进军 这就导致了有送一招 战斗力极其低下 甚至在开国初期 也没有打得迎气担任 而到了明朝 某位朱姓老板 很是天真的 把自己的儿子们 分封到各地 替老朱家看场子 结果他死翘翘之后 仅仅四年时间 江山就被朱老四给窜了 朱老四给出的答案是 既然边疆距离京城太远 不好指挥 干脆就把京城搬到边疆去 于是乎大明的国都 就被搬到了 距离山海关 只剩下三四百里的地方 面对这个贯穿了几千年的问题 即便是林三郎 也不禁有些苦恼地挠了挠头 不知道应该如何下笔 就目前来说 想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只有把哒哒哒给搞出来 可是以林昭的本事 去钻研一辈子 弄不弄得出来都是未知之术 更何况在没有弄出来之前 大家只会觉得 他是个神经病 思来想去 林三郎耗了自己好几根头发 最后才提笔在纸上 写下了这么几个字 持截者多 尽力者少 这个提纲 其实只能说是 指明了问题 但是并没有给出一个解决的办法 现在谁都知道 解决的办法 是把各地截度使兵权收归朝廷 但是 这是一件绝难的事情 当今的圣人去做 也不一定能够做得成 一个不小心 还会给朝廷引来大麻烦 不过林昭已经走通了门路 只要重归重举地写上这么一篇文章 不至于说不过去就好 反正他已经内定了一个近世名额 用不着为了皇帝头痛的事情 再去耗费心神 简单写了一篇草稿之后 林昭翻开第二章试题 只见上面只有一个端端正正的字迹 笑 这个题目就很简单了 意思是 要以笑道为题 师父各写一篇 对于父 林昭一时半会还拿捏不准 需要自己去临时写上一篇 但是关于笑的诗 林三郎可再熟悉不过了 甚至于在看到这个题目之后 他的脸上就露出了笑容 喃喃自语 东野先生 这一次 恐怕要抄你一抄了 有了答题的思路之后 大概用了两个时辰左右的时间 到了中午左右 林昭就已经在两张试卷上 腾入完毕 等到最后一个字写完之后 林昭停笔吹干墨迹 然后看向自己写下的这几张试卷 微微有些失神 几页保纸 些许墨迹 便能有一时富贵 真是奇也妙也 感叹了一番之后 林昭叠好试卷 左右看了看 发现并没有一个人交卷 如果林昭是自己答题 没有走后门的话 这会儿 他多半会毫不犹豫地交卷走人 但是既然 走了后门 那就要尽量低调一些 做第二个交卷 第三个交卷的都行 就是不能做第一个交卷的人 很显然 大家对于自己的人生前程都很在意 林昭从中午一直等到了傍晚 甚至趴在桌子上睡了两觉之后 才等到了第一个交卷的学子 有了第一个交卷的 很快就有第二个 片刻只见 已经有七八个人从考房里走了出来 向牙叉交了卷子 林三郎不再犹豫 收拾好东西之后 很潇洒地把卷子丢在了牙叉手中的木盒里 扬长而去 出了公院之后 林昭忍不住大口呼吸新鲜空气 过了许久之后 才缓过来 那个牢房里环境恶劣 只是一方面 最让林昭受不了的 就是摆在房间里的马桶 那个马桶 是没有人给你到的 两天时间里的会晤 统统在里面 虽然有盖子可以遮掩一些气味 但是整个公院里那么多人 聚集在一起的气味 何其难闻 好在现在还出春 天气不热 要是到了夏天考试 林昭估计 自己是绝对撑不了两天的 大口呼吸了好一会儿之后 林昭有些昏昏沉沉的脑袋 才清醒过来 他刚回过神来 就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三郎 可好些了 林昭连忙抬头一看 只见林夫人就站在他的旁边 面带微笑 当年你七叔从公院里出来的时候 也是你这番模样 不过他比你还要狼狈一些 险些就吐了 回去之后 好几天都没能吃下饭 林昭摇了摇头 起身对着林夫人行礼 然后苦笑道 多谢叔母 侄儿好多了 林夫人笑了笑 开口问道 三郎答得如何 可还满意吗 听他提起这个 林昭脸上露出了一抹笑意 开口道 叔母 且尽等好消息吧 等今年放榜 咱们林家就要有第三个进士了 越州林氏 如今是有两个进士的 其中一个自然是国子纪九零元达 另一个则是二房那边的明经进士 如今在越州的林州任之州 听到林昭这句话 林夫人笑着说道 若三郎真中了进士 咱们林家便要出名了 叔侄两个人 先后进士极地 还都是少年得意 这名声传出去 越州的大伯以后 恐怕要一直派人在祖坟那里守着了 林昭今年才十五岁 如果中了进士 便立刻会名扬天下 哪怕他不是第一名 估计也会带去今年壮严的风筒 而他跟林简是叔侄的事情 也会随之传遍天下 到时候 不知道多少人要眼红越州林氏的气域 在这个笃信风水的年代 是真的会有人大半夜 偷偷把家里人 埋进林家祖坟的 林昭有些无奈地苦笑道 哪里有叔母 说得这么夸张 等大兄在横州的事情了 明年也可以参加科口 二郎明年禁国子健 再有两三年 也可以参与科口 说到这里 林三郎对着林夫人笑道 到时候叔母家里一门三进士 这才是真正的家话 怎么到了三郎嘴里 进士极地 如同大白菜一样了 林夫人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咱们林家一百多年里 明经进士倒是不守 可真正进士极地的 连同你七叔在内 也就三个人 说到这里 他低眉道 能中个明经倒也不错了 我娘家的弟弟 考了半辈子功名了 至今一事无成 连周郡的举人也没有考中 说完这句话 他笑着看向林昭 开口道 三郎在贡院待了两天 想必憋坏了 马车叔母已经备好了 咱们先回家去 叔母给你准备了一些清淡的吃食 先吃着 林昭点了点头 对着林夫人低头行礼 多谢叔母 两个人说了几句话之后 便起身上了马车 一路回到了平康芳林家 此时林家家里的下人 早已经熬好了一锅白粥 端到了林昭面前 他被恶心的两天时间 这会儿能吃点清淡的再好不过 喝下两碗粥之后 林昭便觉得有些乏了 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好好睡了一觉 等他一觉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有时 天色已经全黑 林昭刚从床上起身 就有林家的丫鬟 过来伺候他穿衣裳 一边帮着林昭整理衣裳 一边说道 赵公子 老爷说了 等您醒了之后 要您去书房见他呢 白天的时候 因为林昭要去国子健上班 便没有去贡院接林昭 这会儿已经是晚上了 他自然是想见见林昭的 林三郎点了点头 用热水洗了个脸 便熟门熟路地 朝着林家的书房摸去 没过多久 他就到了书房门口 伸手扣门道 七叔 哲儿来了 里面很快传来一个温厚的声音 门没有拴 你进来就是 林昭点了点头 推门走了进去 对着林昭拱手道 七叔您找我 林昭点了点头 伸手示意林昭坐在自己对面 然后把自己手里的毛笔递了过去 开口道 把今日长刻的题目 以及答卷写下来 与我看一看 林昭伸手揉了揉脑袋 大致回忆了一番 白天写的内容之后 便开始提笔书写 他没写完一张 便递到林昭面前 然后自己接着写下一张 大概过了大半个时辰的样子 林昭才把在贡院写了两天的内容 统统写了出来 他停下毛笔 深呼吸了一口气 七叔 大概就是这些了 即便记忆有些查漏 最多也就是错几个字 不会查太多 此时林昭达正在翻看林昭的第二篇实测 看到持结者多 尽力者少几个字的时候 袁达公微微皱眉 摇头道 若你中了近视 这文章是要贴出去给人看的 你这样写法 是要得罪人的 林昭有些无奈地苦笑道 这个题目哲儿 想了许久 都没有想出解决的办法 只好取巧分析分析现状了 于得罪人当时也顾不得许多了 况且拿着节度使大将军 平日理日理万机 恐怕也没有闲工夫理会我 林昭摇了摇头 李续往下翻 然后他就看到了那个孝字 以及林昭所写的那首诗 慈母守中线 有子身上衣 指这一句 就让林昭达心中一震 他长叹了一口气 感慨道 若我是考官 指这一首诗 便知一个近视极地的功名了 说完这句话之后 他再往下翻去 看到了林昭那片平平无奇的府 整体看了一遍之后 袁达公缓缓说道 我整体看了一遍 没有错字 也没有触碰避讳 这一点还是不错的 虽然那首诗写得极好 但是每个考官喜好都各不相同 判卷的方式也不一样 其他人阅卷 未必就能像我这样 欣赏你这首诗 说到这里 林昭抬头看了看林昭 声音低沉 在我看来 三郎你这份卷子 在可忠可不忠之间 那三郎你先前为何那样笃定 自己一定会中心事 听到这个问题 林昭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见实在瞒不下去了之后 他才咳嗽了一声 缓缓说道 可 那个七叔 我上面有人 有人 林昭达大皱眉头 什么人 林三郎对着自己的叔父的 眼睛看了一眼 硬着头皮 咬牙道 宫里的人 林昭先是皱了皱眉头 然后缓缓舒缠 我明白了 老实说 这件事本来没有满林昭的必要 但是林昭毕竟是凭自己 实力考中的近视 如果得知了林昭作弊 多多少少会在心里觉得不舒服 这就像一个学霸 凭借自己的艰苦努力 一路清北博士毕业 转头发现一个后生 凭借一封介绍信 取得了与自己相同的成就 这种情况 只要是个人 心里就多少会觉得不得尽 正因为这个原因 林昭为了照顾林简的感情 一直坚口不严 如果不是因为要去恒州办事 他连个口风也不会露给林圆达 圆达工作在自己的椅子上 又低头翻看了一遍林昭的考卷 两久之后才摇头叹了口气 好在三郎你这卷子写得还不错 真正硬是也未必就不中 不然靠功力取重近视 便是犹如斯文 维叔也会有些看不过眼 林昭坐在林简对面 咳嗽了一声之后 对着林简笑道 七叔 你要换个想法去想这件事 共愿只取共生 近视都是圣人殿中清点 既然大家的功名都是圣人锁点 那么 折这个功名 就与旁人的功名没有什么区别 说到这里 林三郎咳嗽了一声 俗然道 圣人取世 各有其用 天下学问 非止于文章一道 归根结底 还是要于国于民有用 如果林昭这句话 在外人面前说起来 便是大逆不道 自如到圣贤入室教化众生以来 尤其是在本朝 圣人文章就是学问 而学问也只在圣人文章之中 不承认这一点 便是离经叛道 要被天下读书人 一同戳几两股的 好在林元达还算年轻 接受能力也比较强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张口欲言又止 脸上的表情有些复杂 过了许久之后 他才长叹了一口气 低声道 这句话 若是我二十年前听到 便是不如起袖子 跟你打上一架 也非得拉着你 跟你变出一个是非对错不可 可如今做了二十年官之后 再听三郎你这番话 竟觉得有些道理 林检是汉林出身 但是却不是一直待在长安的京官 他在做了几年汉林之后 曾经被外放到南洋 做了几年郡守 也是在那几年时间里 他结识了扶牛山赵家 为官二十年 林检对于天下学问 非止于文章这句话 感触颇深 因为有些正统科长出身 来至于是近世极地公民的读书人 真正做了官之后 有些人哪怕一点坏心也没有 做出来的事情 也能让人瞠目结舌 能力低下到可怕 二十年官场 让林检渐渐明白 读书与做官是两码事 会做官不一定会读书 二者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甚至可以这么说 那些真正读书读到极出的大文人 大诗人甚少有会做官的 袁达公感叹了一番之后 抬头看了看林昭 低声问道 既然情形如此 维书只当是不知道这件事就是 你以后也不要跟别人说起此事 这种事情 公理 是绝不会认的 说出去 只会给你自己招麻烦 这个辙儿当然明白 林昭笑着说道 我也就是在七叔面前说说而已 如果七叔不问起 我连您都不准备说 林检点了点头 开口问道 既然这样 你身上的公民 就算十拿九稳了 我且问一问你 有了公民之后 准备做什么 这个哪里是折儿说了算的 林三郎连连摇头 有些无奈地说道 本来按着折儿的想法 在长安取得公民之后 便想法子 补个地方支线的缺 然后回越州 接着母亲去当地方官去 正好也避开长安城的风风雨雨 但是 说到这里 他苦笑道 但是折儿身上的这个公民 人家也不是白给的 不出意外的话 未来一段时间折儿 还是要留在长安城里 话说到这里 林昭便没有继续说下去了 一旁的林检沉默了一番 然后叹了口气 长安是个是非之地 维叔已经弥足身陷 不得自拔 早知道当初应该把你送到石谷书院去 这样 你也不用在这个年纪 就硬生生掺和进来 林昭坐在自己的七叔对面 微笑道 其实并没有什么分别 如今朝廷这个局面 折儿只要想出头 就不可避免地会掺和进来 只是时间早吃的问题而已 叔侄两个人在书房里 足足说了一个多时辰的话 林昭才从书房离开 吃了点夜宵之后 回到自己房间里睡觉 第二天一早上 他才刚刚醒过来 就有林府的下人 给他送来一个条子 条子是齐轩写的 上面只聊聊几个字 陈时政 老地方剑 林昭抬头看了看天色 这会儿差不多已经陈时出了 也就是说 还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至于老地方 他再熟悉不过了 林三郎起身 认真洗漱了一番 又换上了一身新衣裳 与林家人打了声招呼之后 便迈不出了林家 很快走出了平康坊 一路来到了安人坊 很是熟练地坐在了 崔氏面皮的面皮摊上 坐了下来 在太学读了一饭堂之外 年的书 除了国子健 这家油泼面皮的摊子 是他与齐轩最常来的地方 他们两个人的老地方 自然就是这家面摊了 这个在安人坊 摆了十几年摊的老崔 笑呵呵地走了过来 对着林昭开口道 林公子今日来得倒是早 还是一碗面皮 林昭对着老板笑了笑 开口道 今日不急 一会儿再说 我在你这里等着朋友 崔老板点了点头 犹豫了一下之后 对林昭笑着问道 对了林公子 近几个月 怎么都不见你到小摊来 还有二公子 也许久没来了 哦 林昭抬起头 看了崔老板一眼 微笑道 我们兄弟出了趟门 二郎他估计 再有一两个月 才能回长安来 说话的功夫 林昭已经远远看到了 齐轩的身影 他对着崔老板笑了笑 老崔 我朋友到了 你去给弄两碗面皮过来 两个多月没有吃了 想念得紧 老崔连忙应了一声 扭头忙活去了 而另一边的齐大公子 已经坐在了林昭对面 他看着林昭 深呼吸了一口气 三郎 考得如何 林昭白了他一眼 没好气地说道 还未放榜 我如何能知道 自己考得好不好 说着 林昭笑了笑 不过 我是前的八年的太学生 七叔说了 今年只当是去看看 贡院是个什么模样 忠语不忠都不要紧 他又看向林昭 问道 对了齐兄 那天在贡院门口 不曾见到你 你被长公主劝住了 不曾参与今年的长科 齐大公子面色复杂 缓缓摇头 我也去考了 只是去得有些晚 说着 齐轩长叹了一口气 而且 我感觉我好像考得不错 我与母亲说了 只是去考着玩 齐大公子面带忧虑之色 满脸愁容 三郎 我要是一不小心中了近视 我母亲 会打死我的 听到齐轩这番话 原本正在埋头扒面皮的林三郎 动作顿时一致 他非常努力地 把嘴里的面皮咽下去 勉强没有喷出来 努力管理了一番情绪之后 林三郎顺了顺自己的胸腹 抬头看了齐轩一眼 语气有些无奈 齐兄 我在吃东西的时候 尽量不要与我开玩笑 林昭这句话 并没有调侃齐轩的意思 而是实话实说 齐轩虽然喜欢读书 但是喜欢读书 不一定就能中近视 更不太可能像林简那样 19岁就中近视 林昭与齐轩同住了一年 对于这个摄有的水平 还是很清楚的 毫无意义 在读书这方面 齐轩的学问 要强过林昭一些 贴近他自然没有问题 在实测上面 他即便比林昭强一些 估计也强得有限 然而进士科最重要的 其实是最后一部分的师父 师父一向上 林昭用了东野先生的游子营 几乎可以秒杀本届所有的考生 自然也能秒杀齐轩 而在这种情况下 林简看到了林昭的答卷之后 也才只是给了一个 中与不中之间的评价 也就是说 如果单凭本世 林昭中近视的几率 只有五成而已 相比较起来 一没有传实施加成 二没有提前走门路的齐轩 中近视的几率 几乎是微乎其微 正因为这个原因 丹阳长公主最后才会服软 放她进了贡院考试 谁与你说笑了 齐大公子闷哼了一声 从袖子里取出几张纸 放在林昭面前 开口道 三郎你看 这是我在考房里写出来的答卷 你帮我瞧一瞧 能中近视否 林昭三两口 把碗里最后一点面皮吃完 擦了擦手之后 伸手接过这几张纸 大概看了一遍之后 伸手挠了挠头 开口道 齐兄答得确实不错 已经超过了平日的水平 不过 林三郎摇头苦笑道 我也是个考生 看不出来能不能中近视 这样罢 这几张纸我带回平康芳去 等今日齐叔放班回家了 我拿给他 让他帮齐兄你看看 齐轩大喜过望 笑道 能有大宗师指点 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林昭低头 把这几张纸收在了袖子里 对着齐轩问道 对了齐兄 这长科何日放榜 这个倒不太确定 齐轩皱眉思索了一番 开口道 往年大约是长科结束之后 一个月左右放榜 今年开科晚一些 三月九号开科 放榜怎么也要到四月份了 说着 他看向林昭 笑道 怎么 三郎急着金榜提名 回老家去迎娶娇妻 林昭微微摇头 苦笑道 齐兄莫要取笑我 只是不知道日子 所以问一问而已 这个时候 齐轩也已经把自己面前的一碗面皮 吃了个一干二净 他从袖子里取出一张方帕 擦了擦嘴之后 开口道 反正距离放榜还有一些日子 这段时间 三郎你也不用回国子见了 过两天 干脆咱们出城转一转 现在三月了 成交的花草 正是繁盛的时候 只当是出去散散心 林昭面色古怪地看了他一眼 齐兄不会 又把那个崔姑娘喊上罢 这个自然不会 齐大公子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你与崔姑娘的事情 我那个怀安表妹 除了到国子见找你之外 还跑到我家来埋怨了我一顿 虽然不曾动手打人 但是面子上也有些不太好看 今后这些婚姻之事 我是绝不掺和了 齐大公子饱饱地吃了顿早饭 起身对着林昭笑道 这样罢 这两天我回去组织一下 等有信了我 让人去平康芳 给三郎你送信 说到这里 又问了一句 对了三郎 这段日子 你是住在平康芳大宗师家里吧 林昭点头道 是要住在七叔家里 齐大公子呵呵一笑 总是寄人篱下 也不是长久之计 这一次 三郎如果可以近视极地 为兄出面 在长安给你置办一套宅子 将来你回越州取了亲 再回长安的时候 也好有个住处 齐轩咳嗽了一声 继续说道 当然了 城北的宅子我也买不起 只能想法子 在城南给你置办一套 听到这句话 林昭心中一动 对着齐轩笑道 要是中了近视 小弟 还真有在长安置宅子的念头 齐兄有时间帮我打听打听 当然了 钱不能让齐兄你出 我手里也有不少钱 买个小宅子 应当没有什么问题 齐轩很痛快地点了点头 对着林昭拱了拱手 告辞离开 林三郎也从小摊上站了起来 伸手拍了拍宝宝的肚子 回头对着崔老板笑道 老崔 挂林二公子的账 等他回长安来 我再让他到你这里还账 老崔也呵呵一笑 公子慢走 这两碗面皮 就当是小人请公子的 那不行 极其有原则的林三郎 面色严肃 该记账就记账 不能让你亏了 你先记下来 到时候林二不认了 我来截了就是 老崔无奈之下 只能取出自己用毛编纸 做成的账册 在林站那一页 划了一道树 两道横 他不怎么认字 自然也不会写字 记账就是用一道树代表十 横代表一 也就是说 两碗油泼面皮 一共是十二个钱 林三郎见状 这才心满意足地转身离开 晃悠悠地走了 另一边的甘露殿里 大太监卫中 手捧着边转丝 刚刚印发的新一期长安风 递到天子手边 公声道 陛下 这是国子剑新出的长安风 天子恩了一声 伸手接过这个小册子 因为这一期长安风上 刊载的西行记 他早已经看过原稿 便直接翻到最后的新闻板块 简单看了看之后 便随手丢在了一边 算算日子 礼部的会考已经结束一天了 不知道今年的长科 能不能给朕带来一些用得上的人才 陛下红福齐天 自然是能的 魏中低着头 犹豫了一下之后 还是开口道 陛下 关于今年的长科 老奴有一件事 不知道当不当说 圣人微微皱眉 这里没有外庭的人 有什么话 你直说就是 魏中咳嗽了一声 低声道 陛下的外甥 丹阳长公主的长子齐轩 这一次也进了贡院 参与了科考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老皇帝起先没有怎么在意 但是他突然心思一动 想到了些什么 便扭头看向魏中 你要去礼部 替邻家小子打招呼是不是 魏中点了点头 公声道 按着陛下的吩咐 老奴准备明日去礼部见王侍郎 不 你今日就去 圣人微微眯了眯眼睛 开口道 去跟他说一声 除了邻家那小子之外 朕的外甥 也要尽视极地 听到这句话 魏中立刻恭敬低头英式 然后在心里默默叹了口气 身为司公台的大太监 他也很清楚 对于齐轩来说 静视极地 似乎并不是什么好事 对于皇帝来说 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虽然他那个妹夫齐师道 这些年用得很顺手 也很听话 但是对于皇帝或者说 对于皇家来说 一个齐师道 已经够用了 他们不希望看到 齐师道这个节度史 传到下一代头上 齐轩是齐师道敌长子 如果他中了近史 成了文官 那么以后就不太可能 出长安任节度史了 虽然他还有一个弟弟齐平 但是只要皇帝不同意 次子便不能惜齐师道的爵位 即便能成为武将 也很难真正接过齐师道的衣钵 本来因为齐师道一直很听话 老皇帝并没有准备 对齐家留什么后手 但是既然齐轩愿意送上门来 此时此刻 只要是个正常的皇帝 都会这样顺手为之 内庭司公台的大太监位中 带着皇帝的旨意 去了一趟礼部 见到了这一次长科的主考王汉 就在林昭与齐轩碰面之后的第二天 国子监大宗师林简 给丹阳长公主府送了一封信 是送给大公子齐轩的 这会儿 齐轩正在母亲身边侍奉 拿到了这封信之后 微微先是一喜 然后微微皱了皱眉头 伸手挠了挠头 小生自言自语了一句 大宗师这番话 写得也太夸张了一些 身为大宗师 也不太应该会写信哄我才对 这会儿丹阳长公主正坐在椅子上 身后有两个丫鬟在给他捏肩膀 文言这位天子的包妹睁开眼睛 微微皱眉 小生嘀咕什么呢 齐轩回过神来 把书信捧在手上 笑着说道 是这样母亲 上次我见三郎的时候 把试卷的内容写给了她 让她带给大宗师看看 儿子能不能重镜是 今日大宗师特意让人送了封信过来 回应此事 哦 长公主看向齐轩 开口问道 林简怎么说 齐轩一边双手递上书信 一边开口说道 大宗师的话很奇怪 她说我 文章尚成 师父中庸 避重近视 听到最后四个字 长公主立刻伸手 拿过这新号新号检随手写的书信 认认真真看了一遍之后 长公主殿下 脸色殷勤不定 片刻之后 她终于把这件事想明白 深呼吸了一口气之后 愤怒地看向自己的儿子 当日我就不让你去考试 如今果然惹下了大麻烦 她咬了咬牙 痛心疾手地说道 只怪我当日心软 竟然放你去了贡院 平日里温柔端庄的长公主 这会柳梅倒树 看着自己面前的这个儿子 气道 与你说了好几年了 就是说不听 为娘是管不了你了 稍后我就给你爹写信 今年年底她就会回来 到时候非把你腿打断不可 齐大公子垂手 站在自己母亲身边 陪着笑脸 哪有母亲说得那么严重 儿子当年进太学读书 也是宁点头同意的 在太学待了两年 总要让儿子试一试自己胸中所学吧 说到这里 她走到长公主面前半蹲了下来 笑道 再说了 大宗师虽然是文坛民宿 但是她毕竟不是主考 说的不算 儿子也不一定能中 丹阳长公主有些无奈地 看了一眼自己的儿子 心中仍然有些后悔不该 放她去供院考试 听到这话之后 没好气地看了一眼自己的儿子 灵简的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你还没有想明白 她已经说得明明白白 不管你文章写得怎么样 只要你去供院考试 你舅舅就一定会让你中进士 说到这里 长公主深呼吸了一口气 起身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咬牙道 被叫 我要去一趟宫里 见一见皇兄 说完这句话 长公主再也不理会自己的儿子 静止离开回礼物换衣服 准备进宫去了 留下有些似懂非懂的齐大公子 愣在原地 片刻之后 齐轩还是没有能完全想明白 其中的关键 她在后院牵了匹马 一路赶到了平康芳 准备寻林昭问个究竟 到了林府之后 一问林家的下人 才知道林昭没有在家 一大早便出门去了 齐大公子皱眉道 三郎去哪里了 林家的下人低着头 神态恭敬 回公子 昭公子出门前 似乎说是要去城外的一家道观 他说 齐公子若是来寻他 就能找到那家道观 道观 齐轩先是愣了愣 然后立刻醒悟过来 是纯阳观 他翻身上马 从西城门出城 大概跑了一个时辰左右 才到了纯阳观的山门之下 齐大公子把马拴在了山脚下的大树上 沿着阶梯一路爬了上去 很快 纯阳观近在眼前 可真正到了纯阳观门口的时候 齐轩才发现 平日里只有师徒两人的纯阳果 此时颇为热闹 足有十几个名副打扮的人 正在上下忙活 不时还有人挑着砖瓦 进了纯阳观 而林昭这会儿 就站在纯阳观门口的一株大树下 与那个叫信里的小道士 正在闲聊 齐轩迈着步子走了过去 呼唤道 三郎可教我好找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听到齐轩的声音 林昭立刻扭头看向他 然后对着小道士笑了笑 一起迎了上去 走近之后 林昭才开口笑道 我就知道 齐兄今日要来寻我 小道士也上前对着齐轩行礼 见过齐公子 齐大公子看了看这个小道士 又看了看手上 还沾着一些泥灰的林昭 有些摸不着头脑 听林家的下人说 三郎你一大早就出了门 跑到这纯阳观来做什么 林昭笑了笑 开口道 也不是一大早就来了这里 早上先去了一趟东市 在那里买了些砖瓦 雇了一些工匠 才到了这罐里来 上次说了 得空帮他们修缮道观 如今得了闲 却不好食言 齐轩上下打量了几眼林昭 插一道 看不出来 三郎平日里颇为 哎 颇为减少 却有一番向道之心 林昭咧嘴一笑 倒也不是什么向道之心 只是想跟他们师徒 结下一个缘分 齐轩没有听明白 林昭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文言看向小道士 李观主呢 小道士挠了挠头 开口道 师父今日要炼一炉丹 现在估计在备药吗 他老人家这段时间 越来越魔障了 天天琢磨着飞仙的事情 齐轩点了点头 与小道士闲谈了几句之后 一把把林昭拉到了一边 面色严肃 三郎 今日大宗师给我家送了一封信 说我一定会中进士 我还没来得及高兴 母亲便把我臭骂了一顿 然后进宫见圣人去了 到现在 我还没有想明白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林昭咳嗽了一声 抬头看了看 这位掌公主府的大公子 与其有些无奈 你的试卷 昨天我拿给七叔都时候 他连内容都没有看 只看了你的名字 就说你必中进士 不得不承认的是 尽管拥有远超 这个时代的眼界和见识 但是在一些事情的洞察力上 不管是林昭还是齐轩 都要逊色灵俭许多 林昭之所以达不到林元达的洞察力 主要是因为他刚到长安 只有一年多的时间 对于朝廷的一些官制 以及人物关系 都不怎么了解 而齐轩没有想明白 是因为他 没有去想这么多 林昭拉着齐轩一起 坐在了纯阳关门前的那棵大树下 然后他缓缓说道 我七叔说了 齐兄的父亲 也是 在外带兵的节度使 只要齐兄你参与科考 朝廷就一定会让你重进士 从而让齐家的兵权 在你这一带 收归朝廷 说到这里 林昭看了齐轩一眼 毕竟你中了进士 便是文官了 文官带兵的不是没有 但是却没有一个 能成为在外驻军的节度使 齐大公子微微皱眉 我还有个兄弟 他从小痴迷武士 不一样的 林昭摇头道 齐兄你是敌长 按照道理来说 将来也是应该你来继承 齐大将军的爵位 以及家业 你家那个兄弟 名不正言不顺 齐师道身上是有勋爵的 应该还是一个侯爵的爵位 不出意外的话 将来这个侯爵肯定是要齐轩来继承 话说到这里 齐轩总算明白了 母亲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 她坐在林昭身边 愣神了片刻之后 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兵权不兵权的 我从来也没有想过 有母亲的身份在这里 只要我们家安安分分的 一世富贵总不是问题 因此 我才想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 听到这句话 林昭伸手拍了拍她的肩膀 笑道 既然齐兄这么想 那这件事就不是什么坏事 你还能借此 取得一个近视功名 以文官入室 长公主与大将军那一边 你跟他们好好说就是 兵权这种东西 是之重则重 是之轻则轻 如果齐兄不看重他 其实也就是那么回事 有了林昭的宽慰 齐轩的心情稍微好了一些 他又与林昭闲聊了几句之后 抬头看了一眼 正在翻心中的纯阳官 有些好奇地问道 话说回来 三郎你 怎么对纯阳官的事情 这样伤心 花钱倒也罢了 他一大早亲自跑到这里来看着 我不来 他们仕途怎么会记得我的好 成我的情 林昭微笑道 既然花了钱 当然要跑来露露脸才是 齐轩摇了摇头 三郎似乎很看重纯阳官里的 这师徒两个人 林昭点了点头 陈生道 齐兄你不明白 这师徒二人都是极有用之人 须得跟他们搞好关系才对 火药 这种东西 对于目前的林昭来说 其实是没有什么用的 如果说非要有什么用处的话 林昭倒是可以用这些火药 造出后世的那种爆竹 成功把爆竹商业化 然后大赚一笔 除此之外 如果想要把火药成功武器化 那就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摸索 而且需要一大批工匠 以及专业人才 才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武器化 这些条件 林昭现在都不具备 因此 他结交这师徒两个人 其实暂时没有太大的想法 只是下意识地 想要跟火药的发明人搞好关系而已 而且在林昭总觉得 这师徒两个人将来会有大用处 在纯阳官忙活了差不多一天时间 到了傍晚时分 林昭才跟齐轩一起告辞离开 师徒两个人对于林大金主十分感激 老道士甚至丹都不练了 一路把林昭两人送到了山门口 临别之前 这位老道士 还从袖子里摸出了一盒丹丸 死活要递给林昭 说是可以强身健体 林昭满脸狐疑地收下这盒丹药 与齐轩一起骑马离开了纯阳官 回了长安城 回到了长安城之后 两个人在雾本坊门口下马分别 临别之前 齐大公子长叹了一口气 母亲早上应该是进宫面胜去了 也不知圣人有没有松口 如果圣人不管这件事 我回家之后 恐怕少不了一顿好打 林三郎拍了拍齐轩的肩膀 笑道 这个问题想也不用想 齐兄如果怕挨打 可以在平康芳住几天 等长公主的气消了 再回去不迟 听到这句话 齐轩有些异动 不过想到平康芳并不是林昭的家之后 他还是摇了摇头 苦笑道 若是三郎自己的宅子 微兄说不定真会厚着脸皮打搅几天 但是三郎你也是住在大宗师家里 我再过去就不太合适了 说吧 他对着林昭拱了拱手 翻身上马 回家挨揍去了 林昭看着他的背影 无奈地摇了摇头 也副手朝着平康芳去了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间 今年的科考 已经过去了差不多半个月时间 这半个月时间里 李部已经把今年的考卷统统阅了出来 其中明算 明法等科的卷子不算在内 明经与晋士两科 被林选出来的卷子 都有李部侍郎王汉亲自呈送到了皇宫甘露殿里 交给天子亲自审阅 而卷子上的胡明纸 按规矩 也是要在宫里 当着皇帝的面撕开 以显公平 这天早上 李部侍郎王汉便捧着21个晋士科考卷 以及七八十个明经科的考卷 进宫送到了甘露殿里 因为今日不上朝 皇帝此时正在甘露殿里翻看一些杂书 听到了王汉求见之后 天子立刻招了招手 折他进来 很快 王汉便捧着一达试卷 进了甘露殿里 静止跪在了地上 扣手道 臣 礼部王汉 叩见圣人 天子对着他挥了挥手 臣声道 起身吧 王汉谢恩之后 奥秘地上站了起来 对着天子拱手道 陛下 金碎智科的试卷 诸位考官已经取蔽 明经科91人 禁士科21人 请圣人和岳开封 皇帝点了点头 臣声道 魏中 把禁士科的试卷都送上来 朕看一看 一百多份试卷 皇帝不可能一个人看完 他能够看完禁士科的 就算是敬业了 魏中连忙点头 把禁士科的卷子给递了上去 圣人拿在手里 一边翻看 一边开口问道 金碎智科 可有舞弊之举 乱法之人 王汉恭敬低头 回陛下 胆大妄为之人 自然是有的 除却考场作弊之外 包括臣在那个几个考官 在任考官之后 都多多少少被别人送了礼 但朝廷隆恩 予以重任 臣等半点也不敢相复 那些送礼的人 都被沉乱棍打了出去 天子点了点头 开始认真翻看 礼部挑选出来的禁士试卷 大致看了一遍之后 天子微微点头 开口道 都还不错 那就这些人吧 说到这里 圣人回头看向魏中 声音低沉 魏中 带几个人 开胡鸣 为了防止礼部的官员做手脚 试卷开胡鸣 一般都是 由宫里的太监来开 开了胡鸣之后 名额就算是定下来了 按照大周的规矩 供院的考试 就可以定下明镜的名额 也就是说 李不成上来的 这91个明镜的名单 过段时间 就可以张贴出去 定下明镜的身份 但是禁士不太一样 禁士课送上来的21个人 确定身份之后 还要参加一次电视 决定最终的名词 当初领检 供世只在第七名 电视的时候发挥良好 才被如今的天子 清点为第三名 很快 魏中就带着十几个太监 把这100多封卷子 统统拆了出来 然后就有一些宦官 把这些试卷上记录的名字 籍贯等信息 统统记录了下来 紧接着大太监卫中 很有眼色地 把拆了胡锋的禁士考卷 送到了皇帝桌案上 天子微微眯了眯眼睛 前后翻了翻 终于在其中找到了 林昭以及齐轩的名字 其中 林昭卫列共生第14名 齐轩是第21名 老皇帝看到了 林昭的卷子之后 微微有些诧异 林昭的名次 在这些禁士之中 位列中下 也就是说 即便宫里不给他走后门 他也有可能 凭自己的本事重敬事 当然了 这个名次 也很有可能是王汉等人 为了不引起旁人怀疑 才给林昭排到了 这个不显眼的位置 至于齐轩 则是共生之中的最后一名 这个位置 就有些说法了 等这个名单公布出去之后 齐轩的身份是遮掩不住的 也就是说 大家都会知道 这个共生最后一名 是皇帝的亲外甥 大家会理所应当地猜想 这位天皇贵胄 是不是走了什么后门 当然了 大家就算知道了 齐轩靠关系中的近视 也不会有太多反对的生意 毕竟齐大公子的身份摆在这里 今年参考的考生们 也只会自叹倒霉 被天子的外甥占了一个名额 天子出于好奇 把林昭的卷子又看了一遍 这卷子前后的内容 都只能说是平平无奇 唯有那首有子银 一诗 颇为出彩 天子看了一遍之后 摇头感慨 好一个慈母守中线 有子身上意 站在下手的王汉 听到这句之后 连忙低头道 这首诗承看到的时候 也深觉此事肺腑之音 因此力排众议 取了这份卷子 依承看来 此诗定然会传唱千百年 其中是读之心 纯孝之心 极为改人 皇帝点了点头 开口道 这首诗 礼不可以印发下去 薛宇天下人之 本朝以孝至天下 正要这种孝道之诗 教化黎明 历朝历代 大多都会称自己是以孝至天下 原因无他 因为王朝的基本架构 就是用孝字构建起来的 皇帝不仅仅是君主 更是君父 你背腻了皇帝 不仅仅是不忠 还是不孝 正因为这个原因 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 历朝历代 都极为崇尚这个孝子 当然了 尽管这些封建王朝 这么做的出发点 未必真的是崇尚孝道 但是教育百姓 要孝顺这件事 自然没有什么坏处 王汉公身低头 陈灵指 今日回去之后 礼不便会印发此诗 宣语天下文之 天子又翻看了一番 奇训的文章 微微点头之后 开口道 既然如此 金岁长科 进士科共生的名单 便定了下来 礼不过几天 便张榜出去 四月初时 在甘露殿进行电视 定下进士名次 王汉跪在地上 公生道 臣 谨遵圣训 头发 有些苍白的老皇帝 看了一眼 跪在地上的王汉 淡淡地说道 这一次 王清主持长科 劳心劳力几个月 也辛苦了 魏忠 把镇平日里用的那只紫豪 赏给王清 记录在司工台赏册上 皇帝赏人 并不是就随便 给个东西这么简单 尤其是 记在司工台帐上的 整个朝堂上下 多半都会知道 到时候 同朝为官的官员 就会知道 王汉得了皇帝的赏 也就是得了圣券 今后 不管是在礼部衙门 还是在朝堂上 都要过得舒服一些 甚至以后的升迁 也会占得先机 况且 紫豪笔这种东西 本就难得 再加上圣人御刺 这么一支笔 就可以传家了 王汉大喜过望 跪在地上扣手道 陈王汉 扣谢圣人龙恩 没过多久 位中便捧着一个盒子 把早已经准备好的 紫豪笔放了进去 递到了王汉面前 这位白发苍苍的大太监 对着王汉笑了笑 恭喜王侍郎 王汉战战兢兢 两只手接过这个盒子 再一次跪地扣线 此时此刻 这位礼部的左侍郎 心里十分清楚 这根笔 并不是 因为自己劳心劳力 才得了皇帝的赏 而是因为自己愿意 昧着良心替皇帝办事 愿意把原本不该中 共事的两个人 填尽的共事名册里 本质上来说 这根笔 算是这一次的报酬 想到这里 王侍郎再一次 对着天子扣手道 多谢陛下赐笔 臣 愿为陛下干脑涂地 这话一来是表忠心 而暗藏的意思就是 如果以后再有这种事情 还找他王侍郎 他太乐意办 这种讨皇帝开心的差事了 老皇帝坐在软榻上 瞥了一眼这位礼部侍郎 淡淡地说道 好了 正这里没有什么事情了 想来礼部 还有不少事情要忙 王侵自去罢 今后好生办差 王汉立刻攻身道 臣 告退 手捧盒子谢恩之后 王侍郎恭恭敬敬地 退出了甘露殿 回礼部的路上 这位侍郎大人 只觉得脚步轻盈 身轻体贱 他还觉得自己前途无量 甚至 郑侍郎的大门 已经在向他敞开了 得了皇帝的赏赐之后 王侍郎办事 明显很有干劲 回去之后 很快就把明经 以及近事的名单列了出来 随即就对外宣布的张榜时间 4月初五 在贡院正门 东华门张榜唱名 几天时间很快过去 到了4月初四这天 林昭起来的大早 蹭了林简的轿子 与他一起出发 前往国子监 轿子里 袁达公有些好奇地 看向自己的侄子 笑道 我记得三郎从科考之后 便没有去过国子监了 怎么今日 要去国子监 去有些事情 林昭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这儿以后 即便不是太学生了 也还是编撰司的总编 今日是要去编撰司 交代一些事情 哦 林元达看了看林昭 笑着问道 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明月放榜了 林总编面色严肃 开口道 我依然要交代他们一番 让他们 把近事 以及明经的名单集贯 统统印在下一期的长安风上 这种时事 可千万不能错过了 长安风这个东西 并不是林昭一时兴起 弄出来的 而是他在越州的时候 就已经定下的计划 初步打算 是借用长安风这个东西 迅速在长安城 拥有自己的影响力 甚至于可以通过控制舆论 来达到一些政治目的 如今 长安风因为东宫太过心急的原因 已经过早地被朝廷看在眼里 值得庆幸的是 作为长安风的实际创办人 林昭也因此进入天子的世界之中 因缘巧合之下 成了为皇帝办事的人 就目前而言 长安风依旧是他林昭在管事 在这种情况下 他自然要想办法 扩大长安风的影响力 毕竟这个现在看起来不怎么起眼的衙门 等他入世之后 很有可能会成为 他在仕途上的一大助力 而科考 无疑是朝廷每年最大的几件事情之一 考中公民的名单 也最受天下人关心 如果长安风能够第一时间 把这一次长科的明经 以及共识名单给印发出来 就又能吸引一大波用户 到了国子健之后 林昭在编撰司 跟二十多个编撰开了个会 然后又到了自己在泰学里 还没有搬出去的学舍里做了做 这里是他待了一年的地方 等明日放榜之后 他就要从泰学退学 理论上来说 今日的林昭 应该是最后一天做泰学生了 此时的泰学之中 没有多少人觉得 林昭真的能够中进士 最起码没有人觉得 他今年就能中进士 大部分人都认为 等放榜之后 他就会回到泰学继续读书 因此走在路上 还有不少人同窗与他打招呼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的泰学里 多了不少钱的九年入学的学生 这就导致了林昭 也有了自己的学弟 走在泰学里的时候 还有一些比他年纪大的人 上来行礼 喊一声师兄 这一天时间 林昭先是在泰学里转悠了几圈 又在饭堂里吃了顿饭 最后在自己的学舍里 写了一些西行记 到了下午的时候 因为困乏了 干脆躺在床上睡了一觉 到了傍晚的时候 跟着林姐 一起回到平康坊中 这天晚上 即便是已经大概知道结果的林昭 也是心情激动 翻来覆去到了后半夜 才艰难入睡 次日清晨 天色还没亮的时候 贡院门口 就已经挤满了人 这些人并不全是金碎长科的考生 有些是凑热闹的 还有一些是长安城里 大户人家的家丁家仆 来贡院门口 听了金碎的共生之后 便回家汇报给自家老爷 每年都有不少长安贵咒 在贡院东华门绑下桌序 东华门外人挤人 几乎没有落脚的地方 这些人一直挤到了陈时正 才有礼部的牙拆带着红榜 贴在了东华门上 这红榜 目前还是卷起来的状态 看不出上面的字迹 按规矩 会有一个东华门唱名的流程 唱名者每念出一个名字 这红榜就会展开一份 红榜一挂出来 便有一个礼部的牙拆 站在了高处 高声唱道 金碎长考明经科区91人 明州学子于兴涛 钟明经第91 这个时候 就是他们这些牙拆小转一笔的时候了 此时学子们多半都还在长安 等候放榜 每一次唱名 这些牙拆多半都能够从当事人手里 拿到一些赏钱 除了这些当事人的赏钱之外 这些人忠视的消息 还会飞快传回故乡 到时候 弃故乡的衙门 还要赶回他们家兄报喜一次 这又能拿到一些外快 礼部第一声唱名之后 东华门外拥挤的人们 就开始一轮纷纷了 一个一身白衣的年轻学子 听到这声唱名之后 立刻脸色挥败 转头对着身边的同伴叹息道 金碎明经 竟然只娶了91人 你我兄弟想要中事 怕是千难万难了 在场之人 不少发出了跟他一样的叹息 往年明经科 通常娶200人左右 有时候多了 甚至能娶300人以上 大洲开国200年 很少有哪年明经科人数低于100的 今年就低于了100 仅有91人 听到白衣书生的叹息之后 他的同伴也叹了口气 胆慨道 只娶91人 那今年的明经 便比往年的明经值钱一些了 最起码补缺的时候 不至于等上的两三年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 都从彼此的目光之中 看出了一些无奈 这两个人 很清楚自己的水平 如果今年的明经在300人左右 他们还是很有机会中明经的 但是只娶不到百人 便很难有他们两个人的机会 那里部的官员唱名不停 很快从91名 唱到了红榜最上面的几个人 岳州冯时龙 中明经第二名 苏州陈津 明经第一名 岳州与苏州两地 都是科考大洲 每一年的长科 都少不了这两个地方的人 终于念完了红榜 东华门外悬挂的红榜 彻底张榜 91个人的名字 籍贯 出生日期 所在书院等等信息 统统记录在上 30老明经 50少近视 明经科相对近视科来说难度不高 因此 榜上有不少成平年间出生的年轻人 最年轻的一个 只有19岁 此时此刻 不少国子健编撰丝的记者 正挤在东华门最前面 努力把这91个人的名字 以及其他信息 统统记下来 准备印发在下一期的长安峰上 念完了红榜之后 那个负责唱名的礼部牙差 看了一眼四周拥堵的人群 咳嗽了一声之后 开口道 取共事金榜 这话一出 东华门外立刻安静了下来 相比于红榜的明经来说 近视科中视的近视 才是重中之重 中明经虽然也能做官 甚至如果本事足够 做到六部上书 也不是全然不可能 但是相对于近视科的近视来说 明经的身份就要低上不少了 朝廷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非汉林不入正视堂 只有近视科的近视 才有机会进入汉林院 也就是说 明经的天花板 就是六部上书 不可能败相 而六部上书这个位置 也只是理论上的天花板而已 如今六部的六位上书 甚至包括十二位侍郎在内 全部都是近视科近视基地 没有一个人是明经出身 看到东华门上 那个金榜缓缓挂起来之后 众人的呼吸 都跟着急促了起来 那理部官员拿着手中的名单 深呼吸了一口气 精髓长考 近视科 取二十一人 青州及齐轩 承平元年生人 中近视科第二十一名 这话一出 东华门外哗然一片 倒不是因为齐轩这个名字 毕竟不是长安人 认识齐轩的并不是很多 让他们议论纷纷的 是齐轩的年龄 承平是当今天子的第二个年号 一共用了十二年 今年是前的九年 也就是说这个叫做齐轩的近视 仅有二十一岁 二十一岁的近视 众人议论一片 其中一些长安本地人 知道齐轩的真实身份 便对着身边人黑黑一笑 什么青州籍 这齐公子分明是在长安出生 长安长大的 他去没去过青州 都是未知之数 听他这么一说 立刻有人围了过来 好奇地问道 这位兄台 你知道这个齐公子的来历 自然知道 这人也是长安北城的世家子弟 闻言有些神秘地笑了笑 齐人是丹阳长公主之子 当朝圣人的亲外生 这话一出 立刻在人堆之中传开 众人感慨了一番之后 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毕竟皇帝的亲外生 给个近视公民并不过分 说句不好听的 人家未必看得上这个近视极地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 那边的礼部唱名还在继续 很快从二十一名 唱到了第十五名 紧接着 就是第十四名了 这个礼部的牙差 看向自己手里的名单 先是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然后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岳州林昭 成 承平六年生人 终静时刻 第十四名 这话一出 原本吵吵嚷嚷的东华门门口 顿时寂静一片 鸦雀无声 众人面面相去 瞠目结舌 承平六年 开什么玩笑 承平六年生人 这短短几个字 让林昭的名字 压过了榜单上所有人的名字 以至于在贡院附近的围观者 甚至都不怎么在意 头三甲是谁了 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喃喃道 十 十五岁的静时老呀 人群之中 也有些长安本地人 看到这一行字之后 气得跺脚 叫骂道 我家里的那小子 今年都十六七岁的 还只会整日在街头 与那些轻疲私混 说吧 这个说话的大汉 捋了捋袖子 气冲冲地回家去了 不少人呆愣愣地看着那张金棒 感叹连连 十五岁的静时 我大洲有国以来最年轻的静时 而在贡院门口 礼部牙差唱名之后 就有两个牙差 带着报喜的帖子 挂着红帆 去平康芳报喜去了 在报喜的差事之中 属静时科的喜报最吃香 因为中了静时 就代表前途无量 只要不犯错不犯唇 即便平平无奇 治世的时候 最少也能混个无品官 无品官对于这些平民百姓来说 已经比头上的青天 还要高出好几层天了 因此 这些报喜的牙差 往往会得到一笔不菲的赏钱 算是福利之一 东华门外 牙差还在继续高声唱名 永州李庸 郑硕二年生人 共生第三名 昌州赵传芳 永昌七年生人 共生第二名 胡州延辉 郑硕元年生人 共生第一名 随着东华门唱名完毕 金榜正式在东华门外张挂起来 按规矩 这张金榜要张挂三天 等电视之后 竟是名次排出 电视的金榜会在东华门外 张挂整整一个月 以张荣光 随着东华门唱名完毕 各路报喜的牙差 也从东华门外出发 一些大门大户 派来抄录名次的家丁 也带着各自抄录到的姓名 回了自己家中 最多半日时间 这一批21个共生的名字 就会被送到各大家族 掌视之人的桌案上 最迟明天 这些长安城里的达官贵宙们 便会想办法 拉拢这些新近的贵人 或者给钱 或者给女人能拉拢到门下一个 便是赚的 当然了 那些中了明经的 也会有人出面拉拢 只是相比较之下 规格要稍差一些就是了 圣叶方崔氏 作为当朝的相门 在长安城里的消息自然灵通 东华门唱名过后 不到半个时辰 精髓尽事的名单 就已经送到了崔家老大崔英的桌案上 崔英是宰相崔衍的长子 因为崔相公要去正式堂做班 没有闲工夫打理家事 因此 崔家上下的事情 都是由这位崔家的大爷在管事 正巧今日上书蒲叶崔衍 在家中修班 崔英得了名单之后 简单看了一遍 便来到了老爹书房之中 敲响了房门之后 很快里面传来一个略显苍老的声音 进来吧 崔英推门走了进去 只见书房的主位上 做了一个精神绝朔的老人家 虽然头发已经有了不少苍白 脸上也有了不少皱纹 但是却不见什么老态 崔英立刻躬身行李道 父亲 很显然 这个老人家 就是在成平年间变拜相 至今执掌上书台已经十年的宰相崔英了 崔相公看了一眼自己的儿子 淡淡地说道 金岁长科放榜了 崔英点头道 明经与共事都放榜了 家里的下人已经抄了来 正要给父亲过目 说着 他颇为恭敬地 把手里的名单递了过去 崔宰相伸手接过这份名单 一边展开 一边开口道 有些事情就不用我交代了 金岁的进士科的共事 去打听打听来历 能结交的便结交 缺钱的便给钱 年龄合适而不曾婚配的 想法子从家里的旁之 或者从亲戚之中 找个女娃嫁过去 每一年忠实的进士 对于朝廷来说 都是极为珍贵的 因为这些进士 会固定地分掉一些政治资源 对于这些大家族来说 想法子 把这些人收归自己门下 或者干脆与之结亲 这样这些被分走的政治资源 等同于又回到了自己手中 崔英立刻点头 笑着说道 父亲放心 儿子已经拆人去办了 崔相公微微点头 展开名单往下看去 大致看了一遍之后 目光突然停在了林昭的名字上 随即又看向了林昭的出生年份 即便是向国近十年的崔英 也不禁愣了愣 承平六年生人 他有些吃惊 十五岁的共生 微微惊讶了一番之后 崔英和上手里的名单 抬头看向自己的儿子 开口道 这个岳州林昭 是林元达的那个侄子林昭吗 崔英点了点头 开口道 儿子方才问过了 的确是林继九家里的侄子 去年才跟随林继九到长安来 进太学读书 之后在太学里 又搞出了一个长安封 后来 圣人还在国子健 另辟了一个编撰丝 给他封了个八瓶的小官 让他打理印发长安封的编撰丝 编撰丝 林昭 崔英微微眯着眼睛 默念了几句之后 陈生道 详细查一查这个林昭的身份背景 明天要送到我书房里来 崔英笑着点头 开口道 说起来 这个林三郎 还跟咱们家有些渊源 去年华安郡主好像拉着五娘与她见了一面 当时儿子 见没有出什么事情 再加上 她又是林元达的侄子 还是太学生 便不曾过问 这是好事啊 崔相公眯着眼睛 呵呵一笑 你有时间 可以去跟林俭多多走动走动 不行就让你媳妇去与林夫人走动走动 也不用太过主动 但是如果林家 愿意定下这门亲事 咱们崔家便点头 崔英缓缓吐出一口气 开口道 这个倒不是什么难事 只是芷青从小被关坏了 恐怕不一定会硬下来 由不得她不应 老相公把手里的名单放在一边 缓缓地说道 受了我们崔家十几年富贵 有些事就不是她能说的算的了 况且 一个十五岁的近世 天下女子仅可以配的 委屈不了她 崔英立刻点头 躬身道 儿子明白 儿子这就去办 东宫之中 世子李绪手里 也拿到了礼部的名单 她站在太子殿下身后 微微有些感慨地说道 殿下 不曾想林三郎还真的要中近世的 十五岁的近世 我大周 有国以来第一位 说到这里 她微笑道 二十年前林师十九岁中近世 震惊朝野 如今林昭十五岁中近世 恐怕要震惊天下了 殊之双近世 一定会传为佳话 太子殿下背负双手 微微皱着眉头 入太学一年就中了近世 而且这一年时间里 她还要分心于长安丰 甚至还去了恒州一趟 她扭头看向李绪 缓缓说道 我要先看一看她的卷子 看看天下是不是真有此奇才 共事几乎是必中近世了 但是共生的名次 并不代表着最后近世的名次 在林昭的名字出现之后 共生第一名 反倒不怎么受人重视了 毕竟哪怕这位共事第一 在殿世也是第一 清点了状元 也无非就是一年一个的状元而已 而十五岁的近世 二百年一出 因此 在放榜之后 林昭便瞬间成了长安第一大红人 而就在林昭林三郎的名字 几乎传遍长安的时候 身为热点事件的主人公 林昭这会儿还在睡梦之中 因为 她昨天 睡得实在是太晚了 昨天晚上 因为对于今天的放榜有些紧张 翻来覆去的林昭 一直到后半夜五更天才 勉强睡去 这个时辰 对于已经习惯早睡的林昭 实在是太晚了 以至于第二天早上 她几乎是一觉睡到了五十 本来林家的下人 是要来叫她吃早饭的 大门大户也不允许睡懒觉的行为 但是林昭不仅仅是林家的晚辈 还算是林减夫妻的半个恩人 因此 林夫人便没有让人叫她起床 干脆让她一觉睡到了中午 等到林昭迷迷呼呼醒过来的时候 两个林家的丫鬟已经进了屋子 一个服侍她穿衣服 一个给她打水洗脸 洗完脸之后 两个丫鬟又帮着她梳理头发 扎了一个好看的道径 大舟重道 因此男子扎道 既穿道袍 都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 一般士族人家的成年男子 都会至少被一身道袍 甚至好几身道袍 用途更趋向于礼服 林昭有些迷迷呼呼地 按在了椅子上梳头 一边梳一边开口问道 二位姑娘 发生什么事情了 两个丫鬟看了看一脸迷糊的林昭 其中一个略微羞涩一些的 红着脸不肯说话 另一个对着林昭笑了笑 公子您睡得迷糊了 今日可是放榜的日子 外面有送喜报的人来了 主母让我们姐妹 赶紧给明穿好衣裳 出去见人呢 送喜报 林昭先是愣了愣 然后才反映了过来 应当是关于科考的喜报 想明白的时候 他立刻精神一阵 原本的困意 都消散了得一干二净 这可是 代表着近视极地的喜报啊 有了这个功名 只要李昭的摊子不倒 林昭就已经注定了一世富贵 也就是说 此时此刻 他林三郎与别人 不一样了 想到这里 林昭连忙整理的一番衣裳 迈步走了出去 他在林家 是有一处自己的小院的 走到院门口之后 林昭才发现 林俭夫妇俩 都在院门口等着自己 见到林昭慌慌张张地跑了出来 一旁的林夫人笑着说道 三郎不用这样心急 报喜的人 已经被请到正堂奉茶了 你慢慢去也不迟 一旁的林元达 眉眼中也尽是笑意 不过他 还是咳嗽了一声 开口道 咱们林氏子弟 向来都是早起的 三郎怎么刚考完事 便懈怠了自己 他笑着说道 你要是在越州 这个时辰在起 大博是要拉你 去打板子的 林昭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七叔叫做的是 因为今天要放榜 侄儿昨夜一直睡不安稳 到天快亮的时候 才勉强睡下 因此 起得迟了 林元达微微皱眉 不过是东华门放榜 哪里用得着这样辗转反侧 他咳嗽了一声 大丈夫 御事要有进气 别听你七叔瞎说 一旁的林夫人 无情拆了元达宫的台 他笑着说道 当年你七叔应试 即将放榜的时候 他整整一宿都没有合眼 第二天天没亮 就跑去东华门去了 说起来 还不如三郎你沉得住气 一觉睡到了大中午 林昭跟着笑着说道 读书养气的功夫 我逊色七叔太多了 以后还是要向七叔 多多请教才是 三郎这话倒是不错 林检正经了起来 沉声道 科考这种东西 的确是极其重要的近身之阶 但是中了近史 并不意味着书就读完了 也不意味着学问到尽头了 他摇着头感慨了一句 这些年读书越多 越觉得先贤往生之浩瀚 几身学问之卑妙 读书 乃是一辈子的事情 林昭点了点头 笑着说道 七叔的教诲 只而记下了 说到这里 他看着林检 开口问道 对了 七叔现在不是 应当在国子建吗 怎么回家里来了 听到三郎中事 我便告假回来了 袁达公颇为高兴地笑了笑 无直中了共识 做叔叔的 自然应当回来看一看 三个人一边说话一边走路 没过多久 便到了林家正堂 此时正堂里有三个身披红仇的 李部牙差在等着 见到了林检夫妇与林昭之后 立刻起身行礼 他们先是对着林检夫妇 公身作依 然后又满脸笑容 对着林昭作依道 恭喜小相公金榜提名 取众共识 李部报喜的时候 都是敲锣打鼓来的 也就是说 此时此刻 整个平康方都知道了 林昭中了共识的事情 只不过这个共识的名次 并不是很高 这几个报喜的牙差 很懂事的 没有提及名次 他们双手捧着李部的帖子 递到了林昭面前 语气恭敬 小相公 这是李部的帖子 五日之后的四月初时 请小相公进宫参与电视 几个人很是默契地 对着林昭公身行礼 预祝小相公在电视之中 拔得头筹 状怨极地 林昭还没有应对过这种场景 当即有些不知所措 一旁的林夫人 显然早有准备 她轻轻拍了拍手 立刻就有几个林家的下人 拿了三块金饼送了过来 递到了三个报喜人手里 林夫人满脸笑容 对着三个人轻声道 有劳三位跑一趟了 这些钱三位拿去喝茶 她娘家本就是富商巨股 最不在意的就是钱财 这三块金饼每一块 都能换到二三十罐钱 已经算是长安城各府赏钱最多的了 几个礼部的牙差 战战兢兢地接过了三块金饼 然后对着林家三个人 又是作医 又是行礼 千恩万谢地去了 等这三个人走远之后 林简拉着林昭 在正堂里坐了下来 这位国子祭酒咳嗽了一声 开口道 三郎虽然中了共识 但是也不要放松了警惕 参与电视者 虽然无有不重近视之人 但是电视的名次却十分关键 她面色严肃 前三名与第二十名 就相差不少 为叔当年 如果不是侥幸中了第三名 而今也不会有如今的地位 说完了勉励的话之后 林简又笑了笑 不过三郎你年纪还小 电视上点心也就是了 用不着太过勉强自己 长安城的喜报 为叔会尽快拆人送到岳州去 知悔清元兄长以及大伯 还有你的娘亲 说到这里 袁达公伸手拍了拍林昭的肩膀 身色有些复杂 自今日起 三郎你便算是 越过龙门 脱胎换骨了 他语气感慨 光宗耀祖啊 无论从那种角度来说 林简这个脱胎换骨的说法 其实并不夸张 在这个时代 关和民是精卫分明的两条线 想要从老百姓的阶层 岳升到官员这个阶层里来 一般来说有两条路 其中一条是从军 把自己的脑袋挂在腰带上 用性命去驳出一个前程出来 而第二条路 就是科考了 当然了 靠恩应也可以入世 然而能够有恩应的人 本身就不算是平民百姓这个阶层 因此也谈不上岳升 事实上这两条路 无论哪一条 成功率都低到可怕 就拿从军来说吧 国朝初年的时候 大洲国力鼎盛 关中南尔文战则喜 听到边关有战士 便兴冲冲地提着刀去报名砍人去了 想要靠一身血气 换个前程 可即便是在那个辉煌的时代 这条路的成功率也并不高 诚然时不时会有一个乡村小子 靠着军功 成为了校尉 将军乃至于大将军 一锦还乡 但这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过程 毕竟你提刀去砍人 别人也会提刀来砍你 没道理 别人会死你就不会死 所以 战场上更多的是回不来的人 说不了话的人 以及带着一身伤痛 黯然返乡的人 那些荣光万丈将军 带来了巨大的幸存者偏差 而科考这条路 与从军并没有什么分别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这种听起来有些苛刻的说法 实际上还远不能表现出 这条路的残酷 毕竟从军这条路 没有什么门槛 只要四肢健全就可以去 然而考学这条路 直接就对穷人关上了门 连让你迈进门槛 看见这条路的机会都没有 在这方面 林昭无疑是幸运的 他家里虽然穷 但是有个母亲从小教他读书 长大之后 又碰到了林简这种贵人相助 才能来到长安 进入太学读书 拿到了礼部考试的资格 可即便如此 林昭如果不作弊的话 也很难能够真正考中近视 足见科考之难 如今的林昭 在中了共生之后 已经越过了名与官之间的天前 从此有了公民 以后还会有官身 而这个近视极地的公民 也会陪伴他一辈子 成为余生最好用的文凭 没有之一 在林家政堂里 袁达工作在主位上 与林昭说了不少话 其中包括电视考试的内容 以及面圣的时候 需要准备的内容 叔侄俩没说多久的话 林夫人便笑着走进了正堂 开口道 老爷 午饭已经准备好了 有什么话下午再说 三郎睡到现在 还没有吃东西 袁达工点了点头 正准备起身前往偏厅吃饭 突然一个林家的下人走了进来 对着他躬身道 老爷 宋王府的世子殿下 在外面求见 说是 那下人抬头看了一眼林昭 躬身道 说是来给昭公子贺喜的 林昭扭头与林昭对视了一眼 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好灵通的消息 三郎与我一起见一见他 身为大周宗室 亲自登门拜访 不要说林家的 就是宰相之家 也是要见一见的 况且 林渊达与这位世子殿下 关系匪浅 自然是要见一见的 林昭起身道 人家登门了 自然是要见见的 说吧 叔侄两个人 一起从正堂走了出去 来到了林家大门口 果然见到世子李旭 站在林家大门口等着 两人一起上前行礼 拱手道 世子殿下 李旭不敢怠慢 上前对着林俭池弟子李 见过林诗 行完李树之后 他才满脸笑容地看向林昭 开口笑道 恭喜三郎金榜提名 微兄今日在家中收到消息的时候 显现没有相信 十五岁的静世 他伸手拍了拍林昭的金榜 胆态道 林诗已经是甲子以来 最年轻的静世了 没想到三郎你居然能够清出于蓝 越州林氏 两代少年登科 真是让人艳羡 三个人互相打了招呼之后 便一起进了林家大宅的正堂 各自落座之后 李旭坐在林昭的旁边 把手里的小木盒子 递在了林昭手里 这个是微兄前几年弄到的一只蚝笔 乃是采兔尾一点子造就 极为难得 本想留着自用 但是三郎中了近视 微兄心里也开心 索性送与三郎了 子蚝笔 自百年前开始 为士大夫所推崇 一来是因为他的确好用 二来是因为用料难得 价格昂贵 再加上文房四宝自带雅屋的属性 因此颇为流行 据说圣人桌案上 就有七八感子豪 各个精品 林昭有些不太好意思 看着手上的盒子 摇头道 世子殿下太客气了 前番家兄之事 还没有来得及向殿下致谢 哪里能收殿下这么贵重的礼物 一支笔而已 有什么贵重的 李旭微笑道 三郎你少年登科 今后前途无量 才是真正的贵重 说到这里 他又转身看向林姐 微微欠身道 林师 恒州那边 三法司已经有一些进展了 相信再有一两个月 大郎就能安然脱罪 到时候您的两个儿子 就都能回京来了 当时林昭从恒州回京的时候 李旭要在十谷书院办事 并没有跟他一起回来 一直到林昭考完会试 在家里等候张榜的时候 李旭才从恒州回到长安 至今回长安 也就是七八天时间 恒州仪式当中 李旭是真真切切帮了不少忙的 听到这句话之后 林姐也点头感叹道 为了家中犬子 劳累世子来回奔忙了 这都是学生应当应分的 李旭看着林姐 微笑道 林师 三郎今日金榜提名 学生想在外面设宴 好好给他庆祝一番 林师以为如何 这就是人情的厉害之处了 前番李旭帮了林家大忙 这个时候他开口 只要不是很难办的事情 林家就都得答应下来 况且设宴这种事情 明面上看并不是什么坏事 很难有拒绝的余地 林姐微微皱眉 开口道 要设宴也应该电视之后 再设宴为好 如今三郎还要准备电视 李旭微微沉饮了一番 点头道 林师说得不错 还是电视要紧 本来今日再去窒息 也有些仓促了 这样吧 学生今天去准备准备 等三郎电视之后 在一起吃个饭如何 话说到这里 自然没有不应的道理 林姐点头答应 一旁的林昭也笑着点头 太过麻烦殿下了 不麻烦 不麻烦 送了东西 约了饭之后 李旭便要起声告辞 林昭叔侄两个人 又把他送到了大门口 看着李旭远去的背影 袁达宫长长地叹了口气 是我家里欠下的人情 拖累了三郎 林昭笑着说道 七叔这么说 就太见外了 咱们同是粤州灵氏 乃是一家人 林元达微微摇头 低声道 韦叔与东宫 很难切割开来了 但是你不一样 你想要在朝堂上站稳 就不应该与东宫来往过命 前德九年四月初十 正是金碎电视的日子 按规矩 应试的二十一个共识 要在陈时进宫 在甘露殿进行电视 因为这一次考试 只要不是差得特别过分 便不存在淘汰 因此 过程还是相对轻松的 时间也只有半日时间 到了中午交完卷子 定下了禁氏名词之后 这些春风得意的禁氏们 便会跨马有长安 然后参与圣人举行的陆明宴 这一年的科考 就算到此结束了 因为陈时就要进宫 因此一般参与电视的共生 卯氏初就会在朱雀门门口候着 相比于其他的共生来说 住在平康方的林昭 距离朱雀门很近 因此他到了卯氏正 才从林家离开 穿着林夫人给他准备的月白袍子 赶往了朱雀门 到了朱雀门之后 距离陈时还有一段距离 此时朱雀门门口 精髓忠实的共事 基本上已经到齐 林昭左右看了看之后 并没有发现齐轩的身影 说起来 自从那日东华门唱名之后 林昭便没有见过 这位齐大公子了 也不知这几日 他去了哪里 不过如果今日他不来参加电视 对他来说 倒也不是什么坏事 因此 林昭刚看了几眼之后 便不再寻找齐轩 而是看向他的这些童年 官场之上 除却师徒关系 以及血缘关系之外 还有三种较为重要的关系 那就是三童 童乡 童窗 童年 之所以会有这些关系存在 一来是诸夏子孙 的确很重感情 但是更重要的关系是 新晋的晋士 很难在朝堂上 很快站稳脚跟 因此 他们需要紧紧抱团 才能尽快在官场之上立足 就拿林昭来说 越州的童乡 自然不用多说 而他在太学读了一年书 在国子监太学 已自学堂里 便有了一大波童窗 这些童窗里 虽然只有他一个人 参与了金岁的礼部长科 也只有他一个人中了晋士 但是剩下的这些童窗 将来多多少少 会有人取重晋士 最差也会取重明晶入室 这些后入室的童窗 到时候就会自然而然的 与林昭这个童窗的官场前辈 抱在一起 成为一个小团体 而童年 就是与林昭一起中室的 这二十个晋士了 当然了 今年一起中室的明晶 也算是林昭的童年 但是那些明晶 毕竟与林昭不算太亲近 潜力也没有进士来得大 真正能够与林昭站在一起的 还是今日 站在朱雀门门口的这些人 因为林昭来得比较晚 这会儿朱雀门门口的二十个共事 已经攀谈了许久 见林昭走了过来 这些人纷纷向林昭看去 其中一个看起来 大约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 打量了一遍林昭之后 略微犹豫了一下 迈步向林昭走去 他走到林昭面前 咳嗽了一声 请问可是越州的林昭吗 只要是童年 不管年龄差距多大 一律按童辈称呼 而为了尊敬别人 一般称别人兄长 因此这个四十岁的中年人 开口称呼林昭为林昭 林三郎先是愣了愣 然后连忙拱手还礼 越州林昭 见过兄台 不知兄台是 果然是林昭你 这人得到了准确的答复之后 脸上立刻露出笑容 对着林昭笑道 在下姓冯明素 也是越州人与林昭同乡 又是童年 因此过来认识认识 听到这里 林昭立刻回忆了起来 他在那份共事名单上 见过这个名字 依稀记得 应该是共事第十七名 排在林昭后面 从这句话开始 他就已经不用大洲观化 而是用越州方言了 这个骄作冯素的中年人 很是热情 满脸笑容 林昭十五岁便中共事 一夜之间闻名天下 真是给我们越州人大掌颜面 这几日 在下与各地世子交谈 他们都对我们越州羡慕不已 童年家同乡 有了这个情谊在 只要这人不算太坏 自然是要结交一下的 林昭当即白首 苦笑道 冯兄太过夸奖了 这几日诸位童年的文章 小弟在家里 都曾经拜读过 尤其是冯兄的文章 比起小弟要强得多了 冯素摇头道 林兄这话不对 你那篇游子营 才是精彩绝艳 双方一顿商业互吹之后 林昭又问了问冯素的住处 才知道 他是越州东城的一个乡绅人家 家兄颇有些产业 考学多年 一直到今年才中了共识 两个人互报了家门之后 冯素脸色立刻严肃起来 拱手道 原来是新闻方林家子弟 与大宗师同宗 难怪林兄小小年纪 便能够写出此等师父 林昭与林简的关系 此时长安城里 应该没有几个人不知道 这个冯素自然也不会不知道 而他刻意提起林简 其中的用意已经不言自明 林昭对着他微微一笑 开口道 好容易在长安碰到一个同乡 等电视过后 我带冯兄去见一见我家七叔可好 他老人家在长安多年 一直很想认识故乡的读书人 冯素闻言大喜 声音都激动得有些颤抖了 能够拜见大宗师 实乃冯某 平生所愿 中进士 只不过是进入官场的第一步而已 这个进士身份 就相当于是一块最高规格的敲门砖 能够敲开那扇起点最高的大门 然而入门之后要怎么走 就全靠个人机缘了 冯素的年纪 其实与林俭相仿 然而两个人的地位 已经是千差万别 以他这个年纪 不出意外的话 外放到地方上坐几年支线 再干几年支周 差不多就到了该退休的年纪了 可如果能抱住国子祭九的大腿 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有一个三品大佬 朝廷处像在上面罩着自己 冯素才有机会走得更远 得到了林昭的许诺之后 冯素颇为兴奋 引着林昭又见了一个 他刚在朱雀门结识的几个近视 其中包括了金碎共事第一名的苏州陈金 就在林昭与这些三四十岁的中年人 沟通的时候 时间终于接近了尘时 几个司工台的太监 开始和艳个人身份 林昭与冯素站在一起 正准备排队进攻的时候 一个有些亮枪的身影 在两个人的搀扶下 靠近了朱雀门 林昭回头一看 只见正是丹阳掌公主府的齐大公子 正在两个下人的搀扶之下 身形亮枪的的朝着朱雀门走来 两个下人靠近不了朱雀门 送到附近的时候 就只能让齐萱一个人 一蹶一拐地走过来 林昭健壮 连忙迎了上去 伸手搀扶住齐萱的胳膊 师生问道 齐兄 你这是怎么了 齐大公子这会儿 脸上都还有一些红阴未消 他看了看林昭 又低头看了看自己 脸色微微有些发红 无事 前几天不小心摔了一跤 林三郎有些无语地 看着一蹶一拐的齐萱 小心翼翼地低声问道 长公主下的手 齐萱脸色刷的一下变得通红 他咬了咬牙 很坚定地摇了摇头 都说了 我自己不小心摔伤了 整个长安城里 敢动手打齐萱的人不是没有 但是并不会太多 而在打了齐萱之后 还能让他坚口不严的 除了那位远在朔方的齐大将军之外 恐怕也就只有他的母亲 丹阳长公主了 很明显 这位天子的包妹 进攻与圣人的沟通并不顺利 或者说 圣人并没有给他一个准确的答复 以至于东华门唱名之后 他便把齐萱给狠狠地打了一顿 看着狼狈不堪的齐大公子 林三郎咳嗽了一声 开口道 近来春雨 长安城市地滑了一些 说着 他伸手搀扶住齐萱 朝着朱雀门走去 一旁的冯素很有眼色 立刻上前扶住了齐萱的另一边 然后看向林昭 林兄 这位公子也是金碎的共生吗 林昭笑着点头 是金碎的共生 冯素微微皱眉 对着齐萱开口问道 这位公子怎么弄成了这个样子 这样稍后 见了圣人 未免有些不敬之嫌 圣人要是怪罪下来 恐怕连功名都要急了你的 林三郎听到这句话 忍不住笑道 我这位兄长 恐怕巴不得圣人急了他的功名 他之所以 可成了这个样子 便是因为这个功名 听到林昭这样说 齐萱先是瞪了他一眼 然后有些无奈地长叹了口气 我没有什么大碍 不小心摔了一跤而已 过几天也就好了 三个人说话的功夫 已经到了朱雀门门口 各自和燕身份之后 便被放进了工程里 跟着几个小太监 朝着甘露殿走去 为了表示朝廷 对这些共事的祝贺 他们刚进了工程之后 司工台的大太监魏忠 便亲自赶来引路了 这位大太监 先是看了一眼队伍 又看到了走在最后面的林昭三人 微微皱了皱眉之后 便迈步走了过来 看清楚两个人 是驾着齐萱走路之后 魏忠连忙走了过来 微微低头 大公子 您这是怎么了 齐萱有些不好意思地咳嗽了一声 开口道 不小心摔了一跤而已 魏公公不用操心 过几天就好了 魏忠看了看一蹶一拐的齐萱 摇头叹了口气 不管是怎么着 把大公子您摔成这个样子 也有些不太像话 这距离甘露殿 还有一节子路要走 您在这里等着 奴婢让人弄得抬轿来 抬您去甘露殿 不用不用 齐萱连连摆手 苦笑道 魏公公 用不着这么麻烦 我能够走过去 魏忠却不听 转头吩咐了两个小太监 下去准备去了 没过多久 两个利剑小太监 便抬着一个抬轿 把齐萱放了上去 很轻松地抬了起来 朝着甘露殿走去 见齐萱走远了 魏忠又看了一眼灵昭 脸上露出了一抹微笑 临边转且在这里走着 咱家还有事情 咱们甘露殿再见 说吧 这位大太监覆手远去 很快走远了 站在灵昭身边的冯素 先是看了看远去的魏忠 又看了看已经走出 十几步的抬轿 目瞪口呆 灵 灵公子 也听说郑氏堂的相公们 除却实在走不动路的洋相之外 也没有几个人 能在工程之内做抬轿 他咽了口口水 用越州话问道 这位 公子 到底是什么来临 灵昭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开口道 这个比不得的 冯兄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他身上的伤势 被人打的 冯兄可知他 为何挨了这顿打 冯素连连摇头 之所以挨打 是因为他中了共识 林三郎有些无奈地吐出了一口气 苦笑道 这个世界上啊 人比人 气死人 甘露殿里 魏忠公身站在天子身侧 开口道 陛下 二十一个共生 都已经进了甘露殿偏殿 笔墨指宴之类的 也已经齐备 只等着陛下出题了 天子点了点头 回头问道 齐家那小子也来了 来了 魏忠低头道 此时已经坐在甘露殿里 圣人呵呵一笑 前些日子 丹阳跑到宫里来 与朕又哭又闹 想要朕撤了这小子的近视功名 被朕给搪塞了回去 原以为以丹阳的性子 无论如何 也不会让他儿子再参与电视 没想到这小子 居然真的来了 大公子虽然来了 但是 付出了不少代价 魏忠咳嗽了一声 开口道 奴婢方才在工程里 看到了大公子 他面目轻子 走路还有些博足 似乎受伤不清 哦 圣人文言 脸上先是露出了一抹笑意 然后又板起脸来 阳怒道 丹阳越来越不像话了 正清点的共识 天子的门声 也敢下此毒手 也难为齐宣这小子 在这种情况下 还能坚持到宫里来参与电视 魏忠恭敬低头 开口道 看情况 长公主分明是 不想让大公子 进宫来参加电视的 应该是大公子 为了顾全陛下您的脸面 才带着伤感来 依你这样说 镇的这个外甥 倒是个能全大局的人 圣人微微眯了眯眼睛 沉没了片刻之后 扭头对着魏忠开口道 去传镇的旨意 经遂电视射题 令各共事两个时辰之内 或诗或付写一篇出来 五时之后 送到镇的这里来 一定尽是名次 听到这句话 魏忠虽然盈盈 有些吃惊 但是还是公身点头 奴必遵命 按照大洲的科考规矩 到了电视这一环节 乃是圣人出个题目 交给各共生 写一篇文章出来 为了检验出学问 通常都是较为具体的选题 比如说 风花雪月 飞鸟鱼虫等等 要不然就是伦理孝体 仁义理智性这些 当朝天子持国三十多年 科考也有二三十次了 还是第一次电视的时候 不设题目 要知道 这个时代的文人 若是偶有佳作 也不会立刻拿出来 通常要憋在心里 等一个合适的机会 再拿出来人前显胜 也就是说 大家在心里 多少都会有一些富稿 一些考生 为了应付科考的师傅 还会出钱买 一些诗文记在心里背下来 如果师傅不设题 很难实验出一个 共生真正的水平 但是皇帝都已经开口了 魏忠也不敢怠慢 他亲自来到了甘露殿的偏殿 看了一眼 殿中坐着的二十一个学子之后 这位大太监面无表情 缓缓开口 圣人有指 精碎电视不设题 不设目 各共生字拟题 两个时辰之后 或者师或者负 写一篇出来 交给圣人过目 以定名次 说完这句话 魏忠背负双手 转身离开了偏殿 他刚一走 坐在椅子上的林三郎 脸上露出一抹灿烂的笑容 不设题目 那他岂不是无敌了 如果电视设题 那么林昭还要从他 有效的诗词库中 挑选一个出来白嫖 但是不设题就不一样了 林昭虽然记着的诗词 不是特别多 但是正因为如此 只要被他一直记到现在的 无意不是千古传颂的精品 随便拿一手出来 这场电视就稳了 想到这里 林三郎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不禁在心中思量 当年林减十九岁中叹花 月舟上下欢呼雀跃的时候 同时也有不少人扼腕叹息 因为如果 他能够再争气一些 众个状元回来 便会是大洲有国以来 最年轻的状元了 而如果林昭 能够在电视之中夺魁 便不仅仅是大洲最年轻的近视 还会是大洲最年轻的状元 当然了 这种情况 也只能是想一想而已 同殿的二十个人当中 除却其大公子 以及一些通过手段 取众共事的几个人之外 只要是 能够坐在这里的人 不敢说才高八斗 最起码学富五车 是没有什么问题 林昭脑子中的诗词 在如何经验 毕竟也是人写出来的 另一个世界的古人 能够写出来 没道理 这个世界的共识便写不出来 想到这里 林昭一边开始磨磨 一边在心中暗想 这个时候 如果把王维那句 九天昌和开宫殿 万国医官拜免流写出来 一定能把老皇帝 哄得龙颜大悦 但是这两句高端 大气上档次的诗句 用在这里并不合适 因为 如今的大洲 已经不是盛世了 这一点 几乎是所有人公认的事情 大洲自临帝以来 国运衰微 险些就设计轻颓了 即便以经上之才干 三十年来 也只是略微挽回了一些颓势 比起一百多年前 即盛时期的大洲 逊色原意 一百多年前 太宗皇帝在位时期 大洲边疆根本没有所谓的节度史 即便是有 只要太宗皇帝一句话 这些边疆长军的大将 就会很干脆地提刀抹脖子 把自己的脑袋 陷到太极宫中来 在这种时期 在恬不知识地写出这种诗句 去拍皇帝马屁 且不说长安朝野与后世史书 会如何形容林昭 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提笔私存了一番之后 林三郎开始缓缓磨磨 没过多久 便提笔开始在稿纸上书写 他一共写了两三首诗的残句 最终在三首诗之中 选择了一首 小心翼翼地 腾露在了司工台提供的试卷上 等到林昭腾露完了之后 才抬起头左右看了看四周 只见二十个童年 有些人还没有动笔 正在闭目名思 有些人已经写出了成品 但是并不满意 正死死地盯着眼前的白纸 竹子推敲 电视这个场面 极为正死 除了有礼部侍郎王翰在场之外 还有司工台的太监在场巡视 林昭左右看了看 又哭作了半个时辰之后 实在觉得无聊 便眼珠子转了转 伸手换过一个小太监 开口问道 这位公公 我诗已经写成了 请问可以提前交卷吗 这个官幻大概二十七八岁的模样 听到林昭这句话之后 他有些古怪地看了看林昭 开口道 咱家参与电视 也有两三年时间了 往年低世子 漠不战战兢兢 唯恐时间不够 还是第一次见有人要提前交卷的 说到这里 他打亮了一眼林昭 开口道 不过公子既然提起了 咱家就去帮你问一问魏公公 说吧 这位还算年轻的公公 摇动着腰枝走远 帮着林昭去知回魏中去了 因为电视就在甘露店里 魏中眼下也在甘露店里伺候 只过了一会儿功夫 这位头发花白的太监 便走到了林昭面前 他用深沉的眼带 看了一眼林昭 声音不冷不热 年轻人这么点时间也等不得 他语气之中 隐隐有些怒气 在场的人当中 再没有人比他更了解 林昭的这个共事功名 是怎么来的了 在魏中看来 林昭既然走后门得了便宜 便应该老老实实地低调一些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仗着自己走通了门路 便肆意妄为 林昭有些无奈地苦笑道 魏公公 在下真的是写完了 修改了许久 也没有什么好改动的地方 再加上有些内疾 便想着交了卷子 去方便方便 听到这话 魏中满是皱纹的脸上 多出了一些波动 他伸手从林昭的桌案上 拿过林昭的试卷 只见试卷上除了诗名 以及林昭本人的署名之外 整首诗只有四句二十八个字 魏中虽然不是什么正经读书人 但是他在宫中多年 平日里也会帮着圣人 处理一些正事 以及打理司工台的事物 文化水平并不低 见到这首诗之后 他微微有些色变 抬头看向林昭 皱眉道 这首诗是你所写 还是灵际九所写 自然是我所写 林昭苦笑道 我家七叔在长安多年 似乎并不以诗文明 这句话虽然不太好听 但是却是实话 林昭达长于文章 当年电视也是写了一篇篇文 并不以师父见证 魏中默默点头 把这张卷子收了起来 对着林昭挥了挥手 好了 咱将会把你的卷子 交给王侍郎沈月 稍后成语圣人 说完 他对着身后 那个太监开口道 你领这位林老爷去茅房方便 免得他在宫里乱跑 这个太监连忙点头 领着林昭走出了甘露殿 方便去了 甘露殿乃是圣人的书房 他们自然是不能在甘露殿里方便的 等这个太监带着林昭离开了甘露殿之后 魏中把林昭的试卷 递给了一旁看着的荆轲主考王汉看了看 确认无误之后 他才带着这份卷子 到了甘露殿后殿 此时的老皇帝 正在翻看一本 似乎是新印的书本 书页翻动之间 还隐隐可以看到图画 察觉到魏中走进来之后 圣人继续翻动书页 抬头淡淡地看了魏中一眼 怎么了 前面出事了 回陛下 不曾出事 魏中脸上挤出一个笑容 开口道 只是有一个共事提前交了卷子 自承平四年以来 还是第一个 有人在电视上提前交卷的 听到这句话之后 圣人这才合上了手里的不知名书籍 开口问道 是谁这般怠慢症的电视 魏中苦笑道 月舟林昭 圣人大皱眉头 闷哼了一声 这人仗着朕的圣卷 就这样肆意妄为 格局太小 不堪大用 魏中摇了摇头 把林昭的试卷捧在了手上 沉声道 陛下 这是那林三郎的试卷 如果却是他所写 那么此人不仅没有藐视电视 甚至还有凌云之志 老皇帝有些诧异地看了看魏中 然后伸手接过这张试卷 展开一看 便愣住了 试卷上 只有撂撂三十字 诗名乃是小松二字 下面是四句二十八字 字小次投身草礼 而金剑绝出彭蒿 识人不识陵云墓 直带陵云史道高 这首诗 是林昭思存许久之后 才写 嗯 抄上去的 前两句 勉强可以算是他 这辈子十五年的写照 字小在越州长大 自然是刺头深草礼 如今即将高中进士 也可以算事 金剑绝出彭蒿了 当然了 这是写给皇帝看的 因此前两句 不管再怎么贴近林昭的生活 其实都不怎么重要 重要的是后两句 每一个走门路入室的人 便自然而然会有自己的派系 而林昭走的是皇帝的门路 也就是说 他算是皇帝的人 事实上 从他被皇帝召进宫里的时候 他就已经是皇帝嫡系的人了 既然认清了老板是谁 自然要向老板表现一番自己的能力 可如今的林昭 没有什么表现能力的途径 也不一定真的有能力 因此 他只能向自己的老板画饼 说的通俗一些 就是要向皇帝吹牛逼 这后两句诗 就是在说他 林昭乃是一株凌云之木 即便现在还不是 但是将来早晚有一天 会成为凌云之木 反正吹牛又不用上睡 先把海口夸出去 至于老皇帝信是不信 对于林昭来说 都没有什么损失 看到了这首诗之后 圣人沉默了片刻 微微皱眉 这诗 是林昭所写 还是林简所写 从刚才的魏中 到现在的天子 在看到这首诗之后 都问出了一个同样的问题 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首诗 太像是国子纪90元达的自白诗了 如果说目前的林昭 只符合这首诗的前两句 那么林昭达就是完美地契合了全部四句 除了少年时与林昭遭遇仿佛之外 更重要的是 如今的林昭达 已然长成了一株凌云之木 并且 诗人也已经知道它很高了 魏中微微欠身 开口道 方才老奴 也问了林昭这个问题 他说 这诗却是他所写 而且林济九的确不怎么擅长师父 这个林昭 先前已经有过不少诗词 刊载在长安峰上 颇有诗才 以老奴来看 却向他所写 天子点了点头 又眯着眼睛看了一眼这首诗 缓缓说道 好一个儿 惊剑绝处彭浩啊 他一个越州少年 如今即将高中近视 确实是从彭浩之中出了头 天子赞叹了一番 目光仍旧在这首诗上 感慨道 这首诗文词直白至极 却颇有味道 难得 说到这里 他看向魏中 问道 这小子现在何处 回陛下 老奴让下人 领他出去方便去了 恐怕得一会儿 才能回甘露殿 等他回来 折他先到这里 见一见朕 朕有些话问他 魏中连忙点头 恭声道 奴必遵命 大概过了一炷香左右的时间 林昭才痛痛快快地 从外面回到了甘露殿 那个领他出去的太监 把他领到了甘露殿的偏殿等候 这里是朝中大臣们 平日里厚见的地方 还有茶水备着 林昭刚坐下来 一杯茶都没有喝完 腿脚力锁的魏公公 便走了过来 走到了林昭面前 面色严肃 林公子 随咱家走一趟吧 林昭慌忙放下手中的茶水 小心翼翼地看了魏中一眼 问道 魏公公 电视结束了 不曾 魏公公面无表情 还有大半个时辰才结束 你随咱家走一趟 圣人照你 听到圣人这两个字 林昭的脸色才严肃了起来 他连忙起身 站在魏中身后 开口道 请公公带路 魏中不嫌不淡地看了看林昭 迈步走在前面 林昭已经习惯了魏中的死人脸 立刻跟了上去 没过多久 他们就到了甘露殿的后殿 这会儿 圣人正在翻看林昭前段时间 看载在长安峰上的诗文 连眼皮子都没有抬一下 林昭跪在地上 扣手道 学生林昭 扣见圣人 过了今日之后 林昭就是这儿八经的天子门生了 因此 这学生二字 也勉强可以称的 天子听到声音之后 放下了手中的册子 低眉看了跪在地上的林昭一眼 淡淡地问道 林昭 你怠慢阵的电视 知最否 林昭有些愕然地抬起了头 随即又很快低了下来 扶手道 陛下 学生参与电视之前 询问过不少电视的规矩 其中均无不许提前交卷一项 因此 学生才斗胆 提前交了卷子 请陛下恩宽 圣人盯着跪在地上的林昭看了许久 这才缓缓地说道 既不知规矩 朕便不加罪于你了 林昭 连忙从地上爬了起来 垂手而立 学生攻灵圣阴 圣人拿起林昭的试卷 缓缓问道 谁是这诗中的生草刺头 林三郎恭敬低头 回陛下 学生少年时 在越州东湖镇 以牧牛为业 常见路边青草 因此 自比草中刺头 天子面无表情 继续问道 那谁又是这凌云之木 林昭生呼吸了一口气 答道 陈心中有凌云之志 有生之年如果志成 便愿做大洲的凌云之木 圣人的脸色沉了下来 陈声道 那这诗人又是谁 莫非是在说朕 不识你这凌云之木吗 林昭慌忙摇头 恭身道 陈不敢 只是陈在家乡的时候 长寿人欺凌 如今江中近世 想起家乡就是 顺口一提而已 听到这里 皇帝的眉头舒展 开口问了一句 林三郎 朕且问你 何谓你心中的凌云之志 林昭心中激愤 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因为横渠四句太过震撼人心 林昭闲来无事的时候 也常常嘀咕 此时皇帝问起 他差一点就把横渠四句 便脱口而出 好在林昭及时住口 没有继续说下去 一来此时说出这种话 未免有些太惊世骇俗 而且以林昭的能力 恐怕很难做到四句之中的任何一句 这个天大的牛皮吹出去 固然可以立刻天下扬名 但是将来说不定会被人啪啪打脸一辈子 想到这里 林昭深呼吸了一口气 对着皇帝攻身道 为国做事 为民做官 上不愧君 下不愧明 听到这十六个字 已经略显老迈的圣人 眼中重新绽放出了一些光彩 他坐在自己的软榻上 沉默了许久之后 才异味难民地呵呵一笑 果然是少年人 满口少年话 朕已经许多年没有听到这样朝气蓬勃的话了 今日听到 身上的暮气 竟也散去了一些 说到这里 老皇帝闭上眼睛 对着林昭挥了挥手 朕的话问完了 你且去吧 林昭说完两句中军版 横渠四句之后 心里本来还有些紧张 听到了老皇帝这句话之后 知道自己已经过关 顿时如获大赦 当即向着皇帝行礼 然后缓缓退了出去 等他往后退了几步 就要转身的时候 又听到了老皇帝 有些苍老的声音 林三郎 朕希望你 不管将来遇到什么事情 到了多大年岁 都能记着你今日说过的这几句话 说到这里 天子的声音顿了顿 略有些疲惫地说道 哪怕你做不到 常常念叨给自己听一听 也是好事 林昭恭敬低头 声音恭敬 学生 请遵圣训 老皇帝这番话 说得颇为感慨 毕竟每个男人 哪怕是垂暮之年的男人 都曾经少年过 曾经林皇帝祸国乱政 当时只有二十多岁的天子 毅然决然地挑了担子 同时也接下了这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继位三十多年 曾经的皇帝陛下 也是一个晚大鲨于江青的少年 只不过 如今这个甘露殿里的垂暮老人 做了太久的皇位 已经不负当年的少年义气 从谋国逐渐到了谋生 可即便如此 听到林昭这番话 他许多年都波澜不惊的心情 还是略微有了一些激荡 然而林三郎听到老皇帝的这几句话之后 心里却没有太多的想法 此时此刻 他在长松了一口气的同时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成功了 如今是钱德九年 他是钱德七年的初春 从东湖镇坐着郑伯的车子 进入了越州城 自那时开始 终于离开东湖镇的少年 开始为了自己与母亲的将来 不懈努力奋斗 要知道 这两年时间里 哪怕是在三元书铺勘店的时候 林昭也没有放松下来 时时刻刻想着 如何从底层跳脱出去 到了太学之后 更是如此 虽然他这个近世功名 一大部分是靠取巧和抄袭 但是在太学的这段时间里 他几乎每一天都在太学读书 到了下半年的部分 差不多每天要写上两篇实册 交给林简 每日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 林昭才能在一年的时间里 追上绝大部分太学生的进度 让他在科考之中的试卷 最起码在表面上 看不出任何毛病 而到了现在 这个近世功名 算是到手了 有了这个功名之后 倒不是说 今后的人生 一定会飞黄腾达 宰治天下 那些中了近世之后 命途惨淡的人 也不在少数 但是中了近世之后 只要林昭不自己做死 这个功名 就会给他一个保底的生活水平 这个生活水平 要超过普通人家 不知反几 想到这里 林三郎心中颇为兴奋 甚至想要立刻飞回越州去 知回自己的母亲 知回谢戴然 知回谢三元夫妇 知回自己的父亲 当然 除了这些人之外 林昭更想知会的是 张氏母子 按照大洲的规矩 东华门唱名之后 中了明经的 便会立刻向家乡报喜 但是共识却不会 共识的喜报 到等到殿氏近世名次出来之后 才会有礼部送到地方衙门 然后与地方衙门一起 往各近世家中报喜 哪怕是两世为人的林昭 此时此刻也非常想看到 当自己中近世的喜报 传回越州的时候 曾经盛气凌人的张氏母子 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情 想到这里 林昭步伐更加欢快 很快到了甘露殿政殿 此时殿中的诸生 都还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因为时辰将近 大部分人都已经书写完毕 静静地坐在原地等待 很少一部分仍旧在奋笔记书 林昭左右看了看 脉步走到了一旁的 礼部侍郎王汉面前 对着王汉躬身作医 学生越州林昭 见过王师 这个时代 考生对主考官 虽然还没有发展到作师的地步 但是主考官既然取重了你 对你便是有恩德的 一般见了面 也是以失礼代之 通常来说 这是新晋进士入世败的 第一个山头 王汉作为此次常客的主考 又被为中打过招呼 自然知道 这位越州的少年郎 走的是皇帝的关系 此时见到了林昭 王侍郎微微眯了眯眼睛 脸上立刻露出笑容 笑着说道 临边转 你也是朝廷官员 用不着这样客气 且坐一坐 稍后时辰便到了 林昭点了点头 在正殿里寻了个地方坐了下来 闭目养神的一番之后 甘露殿中的庆声响动 便是殿士的时辰 已到 司公台的小太监们 与礼部的几个官员 把各个共识的考卷收了起来 统一送到王汉这里 王侍郎一一看过之后 又打理整齐 捧着这些试卷 进内殿 乘与圣人预览去了 而甘露殿里的这一众共识 也是被安排进了甘露殿的偏殿之中 这间偏殿里有十几张矮桌 矮桌上摆了不少瓜果糕点 有司公台的官宦 对着诸位考生开口道 殿士已闭 诸位共识饿了一天了 先在这里吃些东西垫垫肚子 等圣人与礼部的诸位大人定下名次之后 会在此处接见诸位 听到这句话之后 众人长松了一口气 各自寻了相熟的人 找了个桌子跪坐下来 林昭自然而然是扶住了 仍旧有些行动不便的齐轩 找了个矮桌 扶着他坐下 齐大公子腿脚不方便 疼得呲牙咧嘴 干脆一屁股坐在矮桌旁边 因为疼痛 他还闷哼了一声 在林昭旁边不远的冯素 略微犹豫了一下之后 并没有凑过来 而是留在了自己那一桌 没有动他 林昭坐在他的对面 无奈一笑 长公主看起来是个温婉的性子 如何会对齐轩下这么重的手 因为没有外人 齐轩便没有再装下去 而是无奈地叹了口气 也不怪母亲 是我做了错事 连累了一家人的前程 活该挨打 他苦笑道 母亲说了 他打我这一顿还是轻的 要是我爹回来了 说不定会把我活活打死 然后让我兄弟席卷 听到这里 林昭无奈地摇了摇头 在矮桌上找了几块糕点 放在了齐轩面前 开口道 事已至此 多想无意 况且 金碎长科的时候 朝廷已经将编幻列在实册之中 就说明 各大节度时 已经引起了朝廷的注意 齐兄此举 对于齐家来说 也未必就是坏事 两个摄友坐在一起 嘀嘀咕咕说了不少事情 过了大概一个多时辰之后 这个片殿里 才终于走了动静 礼部负责科考的十几个官员 鱼贯而入 围守王汉 与另外一位郎中手里 捧着金碎殿士的诗卷 没过多久 司公台的宦官 簇拥着圣人入殿 在胃中的畅生之中 偏殿里呼啦啦跪了一地 但是因为齐轩的行动 有些不方便 当众人都跪下来之后 林昭还在搀扶着齐轩 努力让他跪下 这个时候 皇帝已经入殿 林昭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只能暂时 与其他人一同跪在地上 齐大公子一个人 也勉强跪在地上 口呼圣人 老皇帝进了偏殿之后 先是一眼 就看到了齐轩 他没有理会这些跪在地上的人 而是背负双手 走到了齐轩身边 打量了一下他身上的伤势 不禁微微皱眉 问道 是你娘下手打的你 齐轩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连连摇头 非是母亲所为 是我自己摔的 老皇帝似笑非笑地 看了一眼齐轩 若不是念在你一片笑心 你这一句话 正便可以致你一个欺君之罪 齐轩跪在地上 战战兢兢 不敢说话 老皇帝叹了口气 亲自伸手把他扶了起来 扶着他坐在矮桌旁边的软榻上 然后又开口 让齐轩露出腿上的伤口 这个时代的风气 还是颇为豪放的 大街小巷到处都是 坦胸露乳的男人 有些君汉一条短打 便满城跑 露个小腿并不稀奇 齐轩没有办法 只能屡起下摆 露出了自己满是染血边痕的小腿 圣人看了之后 颇为心疼 大皱眉头 丹阳也太不像话了 今日事后 朕亲自去一趟 你家与他分说 这是亲外生与亲娘舅 自然是很亲的 说完这句话之后 圣人才扭头 看向跪了一地的官员 他一边迈步走向主位 一边挥了挥手 朱卿 齐身霸 作为魔弄乾坤三十多年的天下至尊 老皇帝的气场 无疑是很足的 虽然他看起来像是长安城里 一个寻寻常常的小老头 此时此刻 也没有说出什么霸气的话 但是从他走进这个偏殿里之后 这些跪在地上的共识 就已经有人 吓得浑身发抖了 当天子说出这句话 起身之后 众人纷纷爬了起来 有一个二十五六岁的近视 因为过度紧张 竟然腿脚抽筋 浮在地上无法站起来了 最终 在几个司公台太监的帮助下 这人才勉强站起 不过因为紧张 那只抽筋的右腿 还在不住地颤抖 相比较来说 年纪最小的灵昭 因为已经见过两次皇帝 这会儿反倒是老神在在地站着 面色平静 众人都站起来之后 天子坐在了诸位上 抬头看了一眼这些共生之后 缓缓开口 可考取士 乃是大周立国以来便有的大事 今日朱青能够站在朕的面前 都是天下读书人之中的佼佼者 能得天下之英才 朕心甚位 说到这里 圣人看向礼部几个官员 手里捧着的试卷 缓缓说道 方才一个多时辰 朕把朱青的试卷简略地看了一遍 心中也大致有了一个排名 不过为国家抡才 非在朕义人之心 因此 还要郑士堂的几位宰相看过 才能定下荆轲进士的名次 站在下手的林昭 听到这番话 心中暗暗泛起了嘀咕 大周的电视程序 他在来之前 是听林检说过的 另一个世界 已经成型的明清科考 电视之时 足有二三百人 考试内容也是晦涩的八股文章 因此 电视之后 需要两天时间 才能正式张榜 排定进士名次 而大周的电视则大不一样 就拿荆轲进士来看 满打满算 只有二十一人 二十一份考卷 并且考试内容是师父 像是林昭所写 整篇试卷加在一起 不过三十字而已 一眼就可以看尽 因此 大周的电视程序 满打满算只有一天 上午考试 下午礼部与郑士堂一起阅卷 大致定下名次之后 再把前十甚至前三的试卷 交给天子 亲自排定名次 排定名次之后 第二天早上 便会在贡院门口张榜 此时 距离司公台收卷 只过去了一个多时辰 皇帝全部看过 是不太可能的 按照流程推算 这会儿 应该是在郑士堂 几位宰相手里 值得一提的是 郑士堂的宰相 也不是全部都有 阅卷的资格 按朝廷的规矩 只要挂着同中书门下 就可以进郑士堂议室 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宰相 但是几个字乃是一个差事 意思是 与中书门下议室 并不是真正的实职 而真正三省的长官 因为职位太过尊崇 并不轻易受人 就拿本朝来说 此时郑士堂里 估计有六七个宰相 但是真正领了三省职位的 也就只有一个上书 蒲叶崔燕 以及身为宗室的门下 侍中李延中两人而已 其他诸相 据是同中书门下 这些郑士堂的宰相里 只有加了大学士贤的 才能参与阅卷 也就是说 此时郑士堂的七位宰相里 只有五人有阅卷资格 想到这里 林昭看向了身边 两个礼部官员手捧的试卷 心中暗自嘀咕 这些试卷 多半已经被腾露了一份 眼下几位宰相正在议定名次 对于晋士的名次 林昭并没有太多执念 毕竟 只要有个晋士公民 状元能干的活他都能干 在场一共二十一个人 他只求不排倒数 脸上过得去就行了 果然 就在林昭坐在下手胡思乱想的时候 诸位上的皇帝陛下说完话之后 又随便挑选了几个晋士 问了些问题之后 皇帝陛下 便以有些困乏为理由 离开了这个偏殿 众人又在甘露殿待了一个多时辰 最终也没能见到几位郑士堂的宰相 到了有时政的时候 便有司工台的太监们出来 陆续领他们出宫 也就是说 电视到这里 就算是结束了 接下来就是评委审稿的时间了 因为工作量不大 不出意外的话 明天一早 贡院门口就会放榜 林昭跪坐了半天 这会儿也累了 他起身伸了个懒腰 走到齐轩面前 准备把他扶出宫去 他刚刚伸手 就有一个小太监跑了过来 对着齐轩躬身道 大公子 圣人赵宁 齐轩有些无奈地看了林昭一眼 开口道 三郎 陛下照我见面 你先出宫去吧 等过几日我好些了 再去许你玩耍 林昭点了点头 对着齐轩拱了拱手 笑道 齐兄见了陛下 记得帮我问一问 我到底排地锦名 然后派人知会我一声 免得今天晚上 我又睡不着觉了 齐大公子白了林昭一眼 哪里有一晚上都等不得的 说吧 他告别了林昭 在两个小太监的搀扶下 进了甘露殿内殿 此时甘露殿内殿里 五个须发花白的老人家 正在翻看一份又一份的试卷 这几个老头 只负责挑选钱时 没有碰到喜欢的 便从试卷之中 挑出来放在一边 当然了 在文学这方面 每个人的看法审美 都不太一样 因此 即便是正式堂里的宰府 也会有不同的意见 时不时就会有两个老头 为了一份卷子炒起来 争得面红耳赤 而皇帝陛下 则是高座主位 悠哉悠哉地 喝着胃中递过来的茶水 见到齐轩走过来之后 老皇帝笑呵呵地 对着他招了招手 开口道 轩 到舅父这里来 齐轩连忙迈步走了过去 先是对着皇帝 恭恭敬敬地行礼 然后小心翼翼地 坐在皇帝身边 咳嗽了一声之后 开口问道 不知圣人 赵我 有何吩咐 听到这话 老皇帝皱了皱眉头 不悦道 正是你的亲娘舅 没事还不能换你来说说话了 不敢 齐轩连忙摇头 苦笑道 只是今日是电视的日子 不敢耽搁陛下的公事 等过些日子 陛下不忙了 外甥一定进宫来给陛下请安 老皇帝伸手拉着齐轩的肩膀 捋开了他的袖子 只见胳膊上也引见血痕 皇帝陛下长叹了一口气 唏嘘道 没想到朕一时兴起 竟然让你这孩子 吃了这么大的苦头 朕记得从小到大 丹阳最是疼你 平日里连指头都不会碰一下 不曾想 这次竟然下了这么狠的手 齐轩微微摇头 苦笑道 不怪母亲 是外甥犯了错 皇帝摇了摇头 从自己桌子上的几张试卷里 取出齐轩的那一份 递在后者手上 长叹了口气 罢了 你母亲既然不惜你做文官 朕也就不强求了 你把这卷子撕了去 明日张榜的时候 便不会有你的名字 就只当是你没有考过 齐轩默默接过这张试卷 看了看之后 开口问道 陛下宁 他只说了三个字 皇帝便听懂了他的意思 笑着回答道 虽然朕很想让齐家 在你这一带 开始成为富贵贤人 可你身上有一半李家的血 朕总不能让你娘 打坏了你不是 皇帝看向齐轩 无奈道 他把你打成这个样子 便是打给朕看的 你是朕的外甥 朕不能视而不见 齐大公子手拿这份试卷 沉默了许久之后 最终咬了咬牙 把卷子递了回去 然后他对着皇帝勉强一笑 舅父 母亲打都打了 我不能白挨这顿打 老皇帝愣了愣 然后爽朗一笑 伸手拍了拍齐轩的肩膀 笑道 好小子 这却脾气像极了震 不愧是咱们李家的种 说完这句话 天子又从手边的卷子里 挑出另一份 摆在齐轩面前 微笑道 薛儿再看一看这一份 应该近视第几名 齐大公子定睛一看 见正是凌昭的侍卷 他微微愣了愣 然后摇头道 陛下 外甥学识尚且浅薄 也能评判他人幽恋 有几位宰相在 也没有让你评判 只是让你随手说一说而已 皇帝一边说话 一边取来一个垫子 放在齐轩身后 一边开口问道 你不是与这林三郎交情甚密吗 听到这句话 在看了凌昭的试卷 齐大公子沉默了一会儿 开口道 虽未见过其他近视的佳作 但外甥看来 此时单凭凌昱目这一句的气象 应该 他咬了咬牙 终于把这句话说完了 可入前三 林昭与一众共事 在司公台太监的带领下 一路离了宫城 很快到了朱雀门门口 他们这二十个人住在长安城各地 于是便在这里作别 林昭的岳州同乡逢宿 拉着一个三十岁出头的读书人 一起来到林昭面前 向林昭笑着介绍道 林公子 这位是胡州的颜辉颜济勋 乃是金岁共事第一名 咱们胡岳两州毗邻 可以说是咱们的半个同乡 胡州与岳州本就挨着 互相的方言也勉强能听懂 说是同乡并不过分 林昭听到颜辉这两个字之后 便知道 他是金岁共事的第一名 当即上前微微拱手 岳州林昭 见过己勋兄 颜辉连忙还礼 然后打亮了一眼林昭之后 感慨道 林公子真是少年奇才 小小年纪便取重了近视 我在林公子这个年纪的时候 连儒学之门也没有入 只勉强读书认字而已 林昭笑着说道 己勋兄要是这么说 小弟至今也没有入儒学之门 金岁中士只是侥幸而已 这个颜辉 乃是金岁近视科状元的热门人选 即便是林昭 也觉得他会重状元 一来是因为 此人的确文章华美 挑不出任何毛病 而更重要的一点是 这个颜辉 乃是正属元年生人 也就是说 他是金上玉籍的第一年出生 年岁与帝朝同耕 如果他重了状元 便有一些祥瑞的意味 出于政治目的 他重状元的概率也会大一些 颜辉摇头道 林公子太客气了 金岁共识卷我都看过 林公子实测见地不凡 师父之中更有纯效之心 令人敬佩 几个人商业互吹了几句之后 林昭便向两人告辞 临走之前 他笑着说道 今天太晚了 不太方便 能明日放榜 吃了陆明宴之后 再请二位兄长去家中一叙 听到这句话 不管是冯素还是颜辉 都是眼睛一亮 对于他们这些新科进士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 尽量认识一些朝堂大佬 而国子纪九林简林元达 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好的大佬 没有之一 因为林简作为太子之师 如今已经是三品官 朝野上下都可以肯定的是 等到太子四位 林元达几乎必然会入正式堂拜相 如果这些进士入世之后 能有个宰相坐靠山 将来的仕途 自然会顺风顺水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之后 对着林昭还礼道 得了空 一定讨扰林公子 客套完之后 时间已经差不多到了傍晚 林昭左右看了看之后 便在附近找到了林家的马车 坐上马车之后 赶回了林家 等他回到平康坊之后 天色已经差不多黑了 此时家中的晚饭已经备好 林简也已经放班回家 这会儿 晚饭还在准备之中 林昭简单收拾了一番 便被叫到了书房里 老老实实地 把林昭电视上写的诗写了出来 递到了林简手里 一首短短28个字的诗 写出来之后 竟让这位国子纪九看得愣住了 他手捧这张纸 沉默了许久之后 才长叹了一口气 或许是你我书职尽于仿佛 维叔看这首诗 竟像是看到了自己的大半辈子一样 他顿了顿之后 自嘲一笑 不过要是让维叔来写 前两句或许写得出来 后两句无论如何 也是不敢写的 也就是你 这种少年人 能自比林昀之木 林昭坐在林简对面 笑了笑 只是在圣人面前 吹一吹牛皮而已 指儿两年前 还是东湖镇的放牛郎 哪里又是什么凌云之木了 林简微微皱眉 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提起毛笔 在纸上写下了四个名字 对着林昭说道 金碎近视科 国子见连你在内 一共取众五人 这是其他四人的名字 国子学两人 太学算上你在内是三人 这几个人可以算是你的同窗 有时间可以走动走动 林昭连忙点头 把这张纸收好 放进了袖子里 然后抬头对林简说道 对了七叔 金碎的近视当中 共是第一名 乃是湖州人 还有一个越州人 哲与他们交谈过 看起来都还不错 七叔有时间可以见一见他们 林简先是沉默了一番 然后惯惯开口 见一见 自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有时间你请他们到家里 一起吃顿饭就是 说到这里 他顿了顿之后 继续说道 等明日放榜之后 三郎有时间 可以去跟你那个同事的周德 一起走动走动 或者干脆去一趟周家 拜见周尚书 算是向他上一次出手帮忙致谢 林简这番话 虽然没有明说 但是意思十分明显 按照朝廷的规矩 新科进士中进士之后 要想做官 还要参与力部的选士 通过选士之后 才能这儿八经的做官 如果通不过 便只能考虑 去个节度师府上 充当幕僚了 而林昭的舍友 便是力部尚书之子 只要能跟周家搞好关系 选士没有问题不说 就是选士之后的补缺 也会大占便宜 林昭点了点头 笑道 等陆明燕之后 侄儿便去寻周胖子 好好请他吃上几顿饭 林昭点了点头 笑着看向林昭 三郎你现在 可比维叔当年的情况 要好得多的 维叔当年中了近视之后 在长安城举目无亲不说 一丁点门路也没有 要不是你叔母家中帮忙打点 恐怕举步为奸 叔侄两个人聊了一些 关于官场的事情之后 林昭又想起了恒州的事情 问道 对了七叔 大兄与二郎在恒州如何了 那边的案子了结了位 应该快了 林昭沉声道 半个月前 我接到了恒州的书信 说那桩案子 已经有了进展 想来大郎距离脱罪不远 等那边案子了 再有一两个月 他们兄弟 就可以回长安来了 这是好事 林昭微笑道 等大兄与二郎回来 叔父家里一门三进士 便是千古佳话 功名利禄 不去抢求 袁达公长叹了一口气 只要他们兄弟 能够平平安安便好 与林昭聊了小半个时辰之后 又简单吃了顿晚饭 林昭便有些乏了 回到自己房中洗漱之后 沉沉睡去 他这几天都没有怎么好好睡觉 这一觉睡得极熟 到了第二天早上太阳出来的时候 才有林家的下人进屋把他叫醒 赵公子 赵公子 放榜了 林昭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 只见一个林家的丫鬟 正蹲在自己床前呼唤自己 他揉了揉眼睛 还有些迷糊 什么名次 看到了没 夫人已经派人去公园门口看了 公子快起身洗漱穿衣吧 一会儿该有人来家里报喜了 林昭点了点头 连忙起身洗漱穿了衣服 等他走出院外 才发现林夫人已经等了他一会儿 林昭连忙上前对林夫人行礼 低头道 老鼠母久等了 林夫人面带微笑 摇头道 三郎这几日疲了 多睡一些 也是正常的 家里派去的下人 差不多该回来了 咱们一起去正门等候吧 林昭点了点头 与林夫人一起到林家正门等候消息 他们两个人刚走到门口 就看到一个林家的下人 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 跑到林家家门口的时候 已经上气不接下气 夫 夫人 放榜了 林夫人看了看林昭 见林昭神情有些紧张之后 他才笑了笑 对着这个吓人淡淡地说道 不着急 你慢慢说 三郎竟是第几名 爹 吓人咽了口口水 继续说道 第三名 昭公子竟是第三名 听到这话之后 林夫人先是微微一愣 然后转头看向一旁的林昭 脸上的笑意更甚了 这倒是巧了 三郎与你七叔 都是近视第三名 这一下 咱们林家便有两个炭花狼了 炭花狼 要知道 哪怕是像越州这种 几乎每隔几年 就会出一个近视的科考胜地 炭花也是极为稀缺的 二十年前出了一个林元达 便让整个越州欢呼雀跃 如今二十年后 林家又出了一个状元狼 这种事情 九成九会被传为佳话 千古流传 林昭站在一旁 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 只觉得脊椎都抹了一下 心情立刻兴奋到了极点 她深呼吸了一口气 勉强平复了一番心情 回头对着林夫人拱手道 多谢叔母一年多以来的照顾 这儿才得以取重近视 这话虽然客气 但是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这一年多时间以来 林夫人一直对林昭极为照顾 而且在她参与科考的时候 几乎全是林夫人 在帮她准备科考有关的东西 她能够终近视 林检夫妇俩帮了很大的忙 林夫人微微摇头 伸手把林昭扶了起来 笑着说道 三郎切莫这样说 你能重近视 是你自己的本视 我们这些做长辈的 只是做了一些本分之事而已 说到这里 她扭过头看向一旁的下人 微笑道 去一趟国子见 向老爷报喜 就说三郎中近视第三名 高中探花 这个下人连忙点头 静止转头朝着物本方去了 林夫人满脸笑容 开口道 三郎且去换一身衣裳 稍后报喜的人就该来了 等接了喜报 赴了陆明宴之后 李德给越州老家写一封信 将这件大喜事支毁清元兄长与嫂夫人 说到这里 她顿了顿之后 继续说道 新闻方大伯那边 你七叔会写信之会 当然了 三郎你亲自给他写一封信 自然最好 毕竟是林家的家长 总要给他一些面子 林昭连忙点头 公申道 叔母教会 侄儿记下了 等接了喜报之后 侄儿便回去写信 林夫人含笑点头 你写了信之后 交给我便是 我差人替你 送到越州去 便不走公益了 林昭连连点头 向着林夫人行礼之后 转身回自己的院子里 换衣上去了 她走在林家的路上 心中虽然高兴 但是也隐隐感觉到了一些不对 她虽然是第一次参加科考 但是科考之前 是知道一些大概规矩的 比如说电视的排名 一般不会与共识的排名相差太远 毕竟共识的结果 是礼部的侍郎 以及一众宝学的考官议定出来的 一般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即便是到了电视阶段 共识的发挥有些波动 但是一般来说 不会相差太多 比如说共识前十的人 都有机会在电视之中争夺前三 但是在共识之中 跌出前十的人 近几十年来不曾有听说 能够名列前三的 也就是说 在共识之中排名十四的林昭 在电视之中取中了前三 这个排名是很有问题的 林昭一边换衣裳 一边考虑这个问题 但是想来想去也想不通 干脆便撇在一边 暂时不去细想 此时的林昭当然不会知道 他能够中电视第三名 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某位奇性公子扶植心灵 把手里的试卷递回了天子手中 同时在天子面前 为林昭说了一句话 齐轩主动把试卷递回去 尽管有些迫不得已的味道 但是几乎是等同于放弃了 继承骑士道节度史的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 皇帝又问了齐轩第二个问题 后者咬牙说出了前三 老皇帝或许是为了补偿齐轩 或者是因为一时兴起 便让这句话成为了现实 林昭刚刚换了一身心智的衣裳 走出院门之后 礼不前来报喜的人 便到了林家门口 案例给了一些赏钱之后 林昭开口道 能否把荆轩禁士的榜单 给我看一看 这些礼部的牙柴得了赏 很干脆地取出一张红纸 交到林昭的手里 红纸上从上到下 写了21个名字 很显然是他们提前 抄录好的禁士榜单 林昭接过来之后 先是在第三位找到了自己 然后他从上到下 认认真真的看了一遍 电视第一名 不出意外是那位 来自湖州的颜辉颜继勋 而第二名 则是永州的李庸 这个电视榜眼在共识的时候 乃是第三名 而原本在共识之中 排名第二的赵传芳 则是被林昭挤掉了位置 屈居第四 看完了前四位之后 林昭一路往下看去 只见其大公子齐轩 在近视榜上排名第九 挤进了前十 至于林昭的那个同乡逢素 则是在榜上排名十九 勉强没有跌出二十 大致看了一遍之后 林昭微微吐出了一口气 心中暗暗思量 这份榜单 除却他与齐轩两个人的名次 与共识的名次大不一样之外 其他人的名次虽然有波动 但是波动并不是很大 也就是说 他与齐轩两个人 的的确确是受到了一些特殊待遇 想到这里 林昭立刻就想要赶去 永新坊的丹阳长公主府 去问问齐轩之不知道具体情况 不过这会儿已经是正午 受了喜报之后 到了傍晚时分 还要去参加宫中的陆明宴 略微犹豫了一番之后 林昭还是摇了摇头 放弃了赶去永新坊的念头 明日再问一问齐兄爸 林昭在心中暗想到 虽然这一次 是我占了便宜 但是总要知道 这个便宜是怎么占的 总不能给因为我生的好看 便硬生生给我弄了个 电视第三的位置 就在林三郎 在平康坊里胡思乱想的时候 贡院门口贴出来的近视榜单 已经迅速传遍了整个长安城 状元炎辉 以及炭花林昭的名字 随着一声声吆喝 传遍了整个长安城 在这其中 最高兴地莫过于城东的白鹤楼了 这白鹤楼 乃是一家不大不小的客店 在长安城里 只算是中流 之所以这么高兴 是因为胡州的状元狼炎辉 在长安的这一个多月里 都是住在这座白鹤楼里 当放榜的消息传来之后 白鹤楼的东家二话不说 便让人把白鹤楼三个字的招牌给砸了 然后缓缓升起 早就准备好的状元居三字牌匾 当这三个字挂起来的时候 这位白鹤楼的东家 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 可以预见的是 未来几年时间里 他这家客店 将会给他带来一笔不菲的收入 除却这些民间九四客店之外 近视放榜的消息 自然也传进了那些高门大户里 放榜后只一个多时辰 榜单便在盛业方崔家家中流传了 此时 崔家后院的一座秀楼里 一身大红衣上的淮安郡主 懒洋洋地 躺在崔芷的牙床上 打了个哈欠 没想到那个小白脸 还挺有本事 十五岁便中了近视 还是叹花狼 这位郡主娘娘 有些惋惜地摇了摇头 本来还想寻机会 再教训教训她的 现在看来不太好办了 她自说自话 并没有人搭理她 此时 崔家的小姐崔芷晴 正坐在梳妆台前梳头 仿佛什么也没有听到 就在她专心梳头的时候 秀楼下面突然传来一阵上楼的声音 大概走了一半楼梯之后 这声音便停了下来 接着传来一个中年人的声音 六娘 爹给你和郡主 弄了些吃食 方便上去否 每一年近视放榜 都会在长安城里 引起不小的轰动 而今年近视榜上的主角 并不是电视投名的 状元狼颜辉 而是第三名的 叹花狼林昭 因为林昭的年纪 实在是太小了 21个近视当中 只有林昭一个人 不满20岁 除开林昭之外 年纪最小的一个 也有25、6岁了 因此在林格殿路名宴上 一身白袍的林三郎 自然成为了所有人的焦点 就连一同赴宴的 几位郑氏堂宰相 也纷纷把目光 看向了这位少年近视 近视路名宴 是新科近视们 除雀游街之外 最高光的时刻了 因为这场宴会 不止会有圣人亲自到场 郑氏堂的宰相们 也大多回到场赴宴 可以这么说 新科近视们 可能终其一生 见大人物最多的一次 便是在自己的路名宴上 过了今夜之后 他们或者去参与 吏部选事 然后等待吏部的补缺 或者远赴边疆 成为各大节度史的幕僚 终此一生 再想要见到某一位宰相 都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路名宴上 各位近视各自跪 坐在一张矮桌后面 桌子上摆着各种 宫里准备的饭食 林昭刻意与齐宣 坐得近了一些 吃饭的时候 还与齐宣闲聊了几句 不过毕竟是正式场合 他们也不好多说话 整场宴会之中 皇帝大概只待了 一炷香左右的时间 勉励了新科近视几句之后 便在胃中的搀扶下起身离开 诸位近视连忙起身 恭身相送 等他走了之后 几位坐在上手的宰相 各自对视了一眼 简单吃了几口之后 也都各自起身离开 诸位近视再一次站起来 向几位宰相坐别 这几个宰相之中 有一个看起来 颇为慈祥的老人家 路过林昭附近的时候 特意停下脚步 笑呵呵地看了林昭一眼 人生最畅快的事情 便是少年得意 临边转在这个年岁近视极地 着实让人艳险 人在少年的时候 往往是最需要钱 或者最需要成功的时候 但是因为在这个阶段的稚嫩 以及不成熟 绝大多数人 很难在少年时候 达到自己的目的 也很可能因此 留下一些难以磨灭的遗憾 而少年得意 的确是人生最爽快的 几件事之一 说得通俗一些 就是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 听到老头的这句话 林昭连忙起身 对着老人家拱手道 不敢当相国称赞 林昭只是侥幸而已 老头子笑呵呵地看了看林昭 也不与林昭通报姓名 慢腾腾地副手离去 等着老头走远之后 林昭才扭头 看向身边的齐轩 问道 齐兄 刚才那个老人家 你认得吗 自然认得 身上仍然带伤的 齐大公子白了林昭一眼 没好气地说道 尚书蒲叶崔眼 本朝七相之首 你说我认不认的 七相之首 好霸气的称号啊 林昭愣了愣 然后有些愕然地问道 就是 盛叶芳的那个崔家 齐轩再一次翻了个白眼 闷哼道 就是那个崔家 当时你若是听我的 方才你就可以 直接开口喊爷爷了 哪里还用喊什么相国 听到这里 林昭在心里 暗自把这位崔相国的样貌 记了下来 然后缓缓摇头 个人际遇不同 强求不得 齐轩拿他没有办法 只能暗自摇头 自己给自己倒了杯酒 仰头一饮而尽 然后长叹了一口气 听母亲说 父亲他今年要回长安过年 唉 都怪我一时糊涂 办了这种蠢事 父亲回来 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我得活路 这会儿 陆明燕已经接近尾声 在场既没有皇帝 又没有宰相 大家都稍微放肆了起来 林昭干脆直接坐到了齐轩身边 笑着说道 虎毒不食子 齐兄用不着过于担心 实在不行 齐兄你现在就回家去 把你家里的 那个兄弟弄死 这样齐兄你 便是家中的毒淼淼 齐大将军回来 也用不着害怕 虽然知道这句话是开玩笑 齐轩还是怒视了林昭也 没好气地说道 就我家二郎那浑身的剑子肉 要弄死 也是他弄死我 我哪里打得赢他 两个人又说了几句话 林昭挠了挠头 开口道 对了齐兄 上次我让你帮我问一问 长安城里有没有什么宅子出售 你问到了没有 齐轩低头喝了口酒 然后吐出了一口酒气 回答道 宅子倒是有一些售卖的 但是城北的不多 城北在卖的几处宅子 也不是一万贯钱能买得起的 城南有几处便宜的宅子 回头我差人帮你去问问 说到这里 齐轩看了林昭也 笑着说道 从前三郎你要买宅子 倒的确是个问题 但是如今这个问题 便不是问题了 三郎你已经中了近视 还是我大周 有国以来最年轻的近视 此时长安城里 不知道多少达官贵人 想要绑下桌序 你只需要娶个大小姐 回家里去 自然会有人帮你 这个姑爷买好房子 立刻就可以住进去 林三郎面色严肃 摇头道 大丈夫无信不利 我不能干这种事 那就去见一见 我那个大表兄 齐轩也不知道 是喝多了还是怎么了 这会儿说话很是大胆 醉熏熏的说道 听 听说他在永家坊 有一处别院 平日里没什么人居住 你去见一见他 以你现在的身份 只要开口一提 他多半 就能把这处别院 送到三郎你的名下 这个想法倒是不错 反正林简已经是 东宫一系的人 林昭这个辙 导向东宫 似乎也理所当然 但是林昭本人心里很清楚 他现在是皇帝一党 不能攀截东宫 更不能左右横跳 最好是老老实实的 给宫里做事 林三郎摇了摇头 还要开口对齐轩说些什么 扭头一看 便看到 这位齐大公子 喝得满脸通红 已经倒在了地上 沉沉睡去 如果是普通的近视 在陆明宴上这样失疑 甚至会有被隔出公民的风险 但是齐轩毕竟不一样 他倒在地上睡去之后 没过多久 大太监未中 便带着几个小太监赶了过来 几个小太监一起把齐轩扛了起来 送到一处隔院歇息去了 很显然 这位齐大公子 今天多半要在宫里过夜了 其他人就没有他这份福分 陆明宴差不多了之后 林昭便随着其他近视 一起离开了林德殿 众人最终在朱雀门门口散去 朱雀门距离平康芳并不是很远 林三郎连林家派过来的马车都不愿意坐 而是一个人晃悠悠悠 从朱雀门走向平康芳 这段路他颇为熟悉 即便喝得有些多了 依旧可以摸到平康芳门口 当他的手快要接触到芳门的一瞬间 突然从旁边不远处 传来一个中年人略带沙哑的声音 林公子 恭喜你高中近视 林昭扭头看去 只见平康芳芳门口 站着一个衣衫有些破旧的中年人 这中年人站在阴影之中 看不清面容 但是隐约可以看到 脸上有一些刀疤模样的伤痕 一看就知道 吃过不少生活的苦 林三郎微微皱眉 开口问道 阁下是 我姓郑 这个中年人从阴影之中走了出来 站到了月光下面 露出了一张已经有些老态 但是仍旧有些帅气的脸庞 他看向林昭 深呼吸了一口气之后 缓缓开口 是你的舅舅 舅舅 听到这个名字之后 林昭立刻浑身一个机灵 就连方才在路鸣宴上沾染了一点酒意 也立刻散去了七七八八 他整个人僵在了原地 抬头看向 已经走进月光之下的中年人 这个中年人 看面相只有三四十岁年纪 但是头上的头发 已经有了不少斑白 尤其是脸上 还有一道长长的疤痕 看起来像是刀疤模样 林昭深呼吸了一口气之后 慢慢冷静了下来 林昭有舅舅这件事 之前在见那位刑部秦先生的时候 他自己就已经猜到了一些 不过那个时候 林昭猜想自己这些舅舅 因为当年相辅的大难 被发配到了各个地方 此时就算活着 也很难联系到了 但是没想到 他刚中了近视第一天 便有人自称自己的舅舅 找上了门来 到目前为止 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眼前些人真是自己的舅舅 那么他绝对不可能是 今天才找到自己 多半是很久之前 便已经知道了林昭的存在 甚至已经暗中观察了 林昭很长一段时间 想到这里 林三郎深呼吸了一口气 抬头看向眼前的这个中年人 面露警惕之色 这位先生 我从未听母亲说过 他在家里有什么兄弟 这个中年人走到林昭面前 上下认真打量了林昭一眼 一时间有些愣住了 过了片刻之后 他才缓缓说道 你与五娘少时 生得好生相像 说完这句话 这位中年人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你母亲虽然不曾 与你说过我们兄弟 但是你到了长安之后 应该是托人打听过当年救世的 是也不是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 林昭达就曾经找过一些刑部的救人 听到这里 林昭只觉得背脊发寒 他缓缓抬头看向眼前的中年人 神色复杂 去年林昭曾经拜托过林昭达 帮他向刑部查问 查问当年刑阳正式的救世 但是这件事 除却林家叔侄两个人 以及那位秦先生之外 并没有其他人知道 而这个中年人 竟然可以随口说出来 也就是说 林三郎声音有些晦涩 这位先生 从去年便开始盯着我了 这个中年人 虽然脸上有一道疤 但是生得并不丑陋 他对着林昭微微一笑 确切地说 是从你离开东湖镇的时候 我就开始派人看着你了 你还记得两年前 送你出东湖镇的那个人 姓什么吗 林昭浑身一震 只觉得心中骇然 两年前 他是坐了东湖镇上 一名菜农的菜车 才离开了东湖镇 而那个常年 从东湖镇 往越州送菜的菜农 大家都叫他 郑伯 与行阳正式同性 因为从济世以来 郑伯就在东湖镇种菜 往越州饭菜 导致即便后来林昭 知道了行阳正式的事情之后 也从没有对郑伯的怀疑 产生一丝一毫的怀疑 但是如今 听这个自称 他舅舅的中年人 提起这件事 林昭顿时心头大振 他猛地抬头 声音嘶哑 郑伯 是行阳正式的人 不错 这个中年人轻声道 他是我们郑家的家仆 从五娘在东湖镇家人之后 我便安排 他在东湖镇安顿下来 帮忙照看五娘的情况 听到这句话 林昭才恍然明白过来 原来那个幼年时 经常给自己母子 送菜送鸡蛋的郑伯 并不全是因为好心 而是因为 他也姓郑 听到这里 林昭对这个中年人的身份 已经相信了七七八八 他沉默了一番之后 缓缓开口 换个地方说话 中年人缓缓点头 叹了口气 我在平康坊的大雅楼 准备了雅间 你跟林昭打个招呼 咱们救生可以坐下来慢慢聊 林昭点了点头 在路边找了个人去林昭报信 然后他带着一肚子疑问 跟着这个中年人一起 进了平康坊里的一处 九楼二楼的雅间 此时雅间里 已经备好了茶水 中年人迈步走了进去之后 跪坐在其中一边 开始给林昭倒茶 此时此刻 林昭才看清楚这人的长相 身材有些瘦 面色白净 虽然有胡子 但是留的并不是很长 身穿一身青色的袍子 虽然脸上有几道刀疤 但是并不影响他的儒雅气息 坐下来之后 这中年人一边倒茶 一边缓缓说道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郑通 说到这里 他看向林昭 缓缓说道 是你的二九 林昭犹豫了一下之后 坐在了中年人对面 低头接过茶水之后 开口道 我想知道一件事情 郑通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你想问 我是不是早就知道你的存在 如果是 为什么先前不联系你 不联系你娘 林昭默默点头 沉声道 我叔父怎么说 也是朝堂大员 他帮我去刑部问 消息这件事 寻常人家无论如何 也不会轻易知道 你既然能够知道 说明你在长安城里 势力不小 说到这里 他抬头看向郑通 开口道 既然如此 假如你真的是我旧父 为什么先前从来不见你 联系我与母亲 郑通面色平静 低头喝了口茶水之后 缓缓说道 因为我们家至今还没有脱罪 而五娘 与你已经是清清白白的人家 郑通伸手指了指自己 自嘲一笑 如今的我 明面上应该叫做成通才对 我当年是从岭南逃出来的 如果我改回郑星 多半还会不得安宁 而你与你母亲 虽然过得不好 但是毕竟 已经是正常人家了 郑通低头抿了口茶水 声音低沉 按照我们的想法 五娘既然已经从这件事里脱身 她一介女子 就不应该再把她牵涉进来 不如让她老老实实的相夫教子 林昭目光凛然 问道 所以当年并不是我爹帮我娘赎了身 这是当然 郑通开口道 我们在岳州寻到五娘之后 不想让她再牵涉进来 于是便在人群之中 寻了个面向老实的人 让五娘跟她回家过日子去了 她看向林昭 与气平静 那个老实人 便是你爹 当然 后来我们也知道了 你爹这个人并不怎么靠谱 你娘过得也不是很好 但当时她毕竟已经安身立命了 我们也就没有再去打扰她的生活 林昭微微皱眉 问道 你们 是的 我们 郑通微笑道 二十年前 我在岭南脱逃之后 又辗转各地 把不少流放各地的郑家人救了出来 你娘可能没有与你说过 她有五个兄长 两个兄弟 以及一个妹妹 当年邢阳正式的郑温 乃是朝廷的宰相 家兄自然妻妾无数 多子多孙 值得一提的是 林昭母亲这个五娘的排名 乃是同辈女子之间的排名 并不是 她在家中排行第五 林昭默然 然后开口道 现在还剩下几个 连同我在内 一共还剩下三个 郑通声音有些沙哑 我是你二舅 除我之外 你三舅与五舅 也都还在 林昭再一次低头喝水 深呼吸了一口气之后 皱眉道 既然先前没有寻我与母亲 此时又何必寻我 因为你中了近视 已经可以帮我们了 郑通看向林昭 声音低沉 当然了 我们也可以帮你 听到这句话 林昭原本有些激动的心 才彻底冷静了下来 他缓缓吐出一口气 开口问道 我能帮你们什么 你们又能帮我什么 郑通打亮了林昭一眼 微笑道 三郎你现在是电视 第三名的探花 不出意外 将来自然可以 顺顺利利地步入官图 等到三郎将来 爬到足够高的地位之后 我们有两件事 需要三郎帮忙 林昭面无表情 说来听听 第一件事 自然就是 翻过当年的案子 赦免咱们一家人的罪过 提起这件事 郑通脸色就有些不太好看了 他微微低着头 沉声道 当年 你外祖在朝威巷 辅佐皇帝十多年 让大洲建生忠心之相 然而皇帝却过河拆桥 因为一些莫须有的事情 对我父提起屠刀 结果弄得我正是上下家破人亡 说到这里 郑通长出了一口气 才咬牙继续说道 如今二十年过去 我们这些郑家子 也大多有了后人 可是我们这些人 包括你母亲母娘在内 在朝廷眼里 仍然是一些罪名 这桩案子 必须彻底重审 还我郑家一个清白 听到这里 林昭看了一眼郑通 笛声道 去岁 我听刑部的一个老先生 提起此事的时候 曾经说过 当年郑相因为一些事情 触怒了皇帝 结果被皇帝以贪污罪论处死 但是对于郑相当年所犯和罪 老先生便闭口不言了 他面无表情 对着郑通拱了拱手 郑先生能否告知 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能够导致一个硕大的巷门 一夜之间防倒污塔 提起这件事 郑通的脸色也会暗了一些 他微微皱了皱眉头 开口道 出世的那年 我的年纪也不算很大 对于朝堂上的事情所知不多 后来从岭南回到长安之后 才慢慢知道了一些眉目 这位当年郑家的二公子 起身闭了门窗之后 重新坐在了林昭对面 声音有些低沉 只要长安城里上了年纪的一些人 心里都十分清楚 皇帝的地位来得不清不楚 且不说当初林皇帝为什么突然暴毙 可即便林皇帝暴毙 当时的太子爷并非是如今的皇帝 后来林皇帝的太子殿下 也很快染急死去 因此皇位才传到了经上的手里 郑通一边说 一边看向林昭 与其平静 但是 这个地位来路并不怎么正 皇帝也很忌讳别人提起当年的旧事 听到这段当年的旧事 林昭眼皮子抖了抖 没有多说什么 这件事情 他其实是略微知道一些的 事实上 整个长安城的人 多少也都知道一些 只不过没有人敢说而已 皇帝的地位 虽然来路不正 但是他在三十年前 可以说是力挽狂澜 硬生生指住了大洲设计的颓势 再加上林皇帝并不得人心 因此到现在 已经很少有人再提起这些事 郑通声音沙哑 继续说道 二十年前 皇帝突然说我父亲 与那位尹太子的后人有所勾连 于是乎一夜之间 我郑家便 家破人亡了 林昭脸色微变 皱眉道 郑像他 应该不至于做这种 事情吧 他努力的很久 才没有把那个蠢字说出口 我也不知道 父亲做了没有 郑通低头喝了口茶 继续说道 当时咱们这些子女 也都还年轻 只有大兄一个人中 尽是做了官 父亲可能与大兄说了些什么 但是并没有与我们说 说到这里 郑通面无表情 但是大兄 也死了十多年了 便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了 不过你外祖一生都是极其谨慎的性子 我不信他会干出这种祸害家人的事情 要是他真的干了 郑通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又指了指林昭 声音低沉 那不管是我 还是你娘 应该都没有活路才是 林昭坐在郑通对面 深呼吸了好几口气 努力消化郑通传递给他的信息 过了片刻之后 林昭才抬起头 看向郑通 那 第二件事呢 第二件事 便要简单一些了 郑通低头给自己倒了杯茶水 又给林昭面前的茶杯添满 才继续说道 三郎你 应该也知道 我们家乃是邢阳正氏 是传承千年的世家 而且我们这一支 是邢阳正氏的主卖 郑通低头喝水 缓缓到来 二十年前 我复出世之后 朝廷并没有把邢阳正氏连根拔起 而是从正氏之中 另选了一支充当家长 这一支掌握了家族之后 不仅没有半点念及 我父为向多年 给家里带来的好处 甚至对我们这些 被流放在各地的郑家人 不闻不问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林昭皱了皱眉头 郑相既然犯了事 新任的家长 为了与郑相撇清关系 自然要做一些该做的事 郑通放下手中的茶杯 笑呵呵地看了林昭一眼 事到如今 三郎你还是不肯称 我父为外祖 不肯称我为旧父 林昭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今日的事情 我会写信回岳州 向母亲询问 如果母亲开口说是真的 我才能认你们这些亲戚 郑通点了点头 认同了林昭的话 然后接着刚才的话 继续说了下去 邢阳正是后来的做法 的确无可厚非 毕竟也不能要求 他们为了我父亲的事情 去举妻造反 也不能要求 他们去把我们这些罪名 给救出来 但是后来 郑通面无表情 继续说道 后来的家长 为了撇清与我们这一支的关系 竟然我们这一支 在行阳的人 也赶出了行阳 赶出了正是 话说到这里 他的脸色 已经极为难看 甚至 把我们的名字 都从祖谱上抹了去 这个时代的人 尤其是世家子弟 都极为看重 宗谱祖谱这些东西 也都很看重 自己的家族身份 这些行为 便是郑星在谄媚皇帝了 郑通看向林昭 缓缓说道 因此 我要三郎帮忙的第二件事 就是让我们这些人 重回行阳正是的家谱 最起码 最起码 死的时候 也要埋进行阳正是的祖坟里 林昭没有 立刻答应下来 他也不可能这么快答应 低头喝了口茶之后 叹花郎看了郑通一眼 缓缓摇头 这两件事情 我都无能为力 现在的三郎自然不行 郑通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而且这第一件事情 也需要当今的皇帝死了之后 才有可能办得成 不过 三郎你在这个年纪中了近视 将来自然前途无量 等你爬到了足够高的地位 有了足够的能力之后 我希望你能替我们办成这些事 林昭还是没有点头答应 而是看向郑通 问道 这些都是 我能够帮你们的地方 你们又能够帮我什么 郑通笑了笑 三郎你要爬到足够高的地位 才能帮我们做成这些事 而我们那够帮三郎的 自然是把你送到这个位置上去 今日去近视放榜的日子 林昭今天中了近视之后 又去赴了陆明宴 再回到家中睡一觉 休息几天时间 想法子请周胖子吃顿饭 说不定就可以补个肥鹊 本来今天高高兴兴 但是突然被这么个人拦路 一番话让林三郎心神俱正 他坐在这个中年人对面 沉默了许久之后 才尝出了一口气 低声道 先撇开母亲不谈 我想问先生一句 你们能帮我什么 郑通早已经料到了这个问题 他放下茶杯 微笑道 先灵皇帝一朝四十多年 到灵皇帝病天的时候 大洲已经朝野动荡 人心不稳 我父是随着皇帝一起匡扶设计之人 当时被人称为旧石宰相 说到这里 郑通顿了顿 然后继续说道 灵皇帝一朝 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有用的东西 三十年前新朝福利的时候 都要一点一点重新开始 那时候我父以及我郑氏 替朝廷不知道做了多少事 选拔了多少人 郑通话说到这里 虽然没有说明白 但是灵昭已经听出了一些 他话中的意思 他的意思很简单 当今皇帝刚登基的时候 是灵昭的那位外祖郑温 帮着他修补千疮百孔的江山设计 而当时朝廷之中 几乎无可用之人 因此 也是那位正相 帮着皇帝选拔人才 也就是说 那位正相 是正儿八经的门生 顾虑无数 想到这里 灵昭突然想起了 齐炫的那位父亲 齐师道 按照丹阳长公主的说法 这位齐大将军 也是郑温的学生 后来离开长安 在边疆为将 如果郑通所说不错的话 那么三十年后的今天 不敢说整个朝廷上下 都与郑温有关 最起码无凭以上 那些朝廷的中上层官员里 估计有很大一部分 都与郑家脱不开干系 林三郎深呼吸了一口气 皱眉道 即便 郑相的关系遍布天下 但是郑相 已是二十年有余 再热的茶 二十年也要凉了 听到这句话 郑通先是诧异地看了林昭一眼 然后脸上露出欣赏的表情 微笑道 三郎能有这番见识 足见是个适合做官之人 你说的不错 再热的茶 二十年也该凉了 但是 这碗茶 二十年前 却还是有些温热的 郑通面色平静 开口道 二十年前 在旁人的帮助之下 我在被流放一年之后 便假死从岭南脱身 那个时候 我付这碗茶 还温热得很 说到这里 郑通缓缓说道 那几年时间 我得了不少人的帮助 如今 我在明面上的身份 乃是官中巨商成通 他微笑道 这个名字 三郎或许没有听说过 但是京城八大贵房之一的 大通贵房 三郎应该听说过 大通贵房 林昭深深地看了正通一眼 有些苦笑地摇了摇头 京城里其他贵房的名字 他或许不知道 但是大通贵房 他可太熟悉了 目前林昭绝大部分资产 都存在这家贵房里呢 所谓贵房 就是后世钱庄 乃至于银行的雏形 不过这个时代的贵房 还十分简陋 也没有什么信用体系存在 因此存储的规模很小 整个长安城里 也只有八家贵房比较受信任 因为长安城 是如今天下绝对的经济核心 每日都有不知道多少胡商来往 大宗交易比较频繁 因此才催生出了一些存钱的贵房 然而长安城里 在大宗交易的时候 大家一般只认着八家贵房的存单 这八家贵房 最可怕的 并不是他们的贵房业务 而是 他们能够在这个信用体系 几乎不存在的社会环境下 取得绝大多数人的信任 也就是说 这些贵房 要不然背后就有着惊人的资本 要不就有着惊人的背景 像成通这样的人 目前很难说能有什么政治资本 也就是说 他很有钱 具体有钱到什么程度 便不是现在的林昭能够考量的了 想到这里 林昭抬头看向正通 微微皱眉 这样说来 先生应该很有钱 但是先生应该知道 在大洲有钱 不一定能有用 正通微笑道 所以我才来找三郎你 二十年来 我也接触过不少官员 但是迫于身份 没有跟任何人交过底 也不敢与他们交底 只有三郎你 乃是我们正家的自己人 我可以一见面 就跟你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一遍 而不用担心 你回头去衙门报案 这话倒是没有错 林昭即便不愿意与正通合作 但是他也不可能去衙门举报他 毕竟 如果正通所说不假 林昭就是正家的外孙 正通等人的外孙 这件事如果细究起来 林昭的性命或许无碍 但是 今日新德的功名 便未必能够保住了 想到这里 林昭继续问道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他看向正通 问道 先生到底有钱到什么程度 正通呵呵一笑 我们一家兄弟几个人 都是自小读书 后来又得了不少人的助力 如此经商二十年 如今要我说一说自己多有钱 我一时半会也说不明白 这句话的意思是 他们这些正家人 都是从小受教育的人 在这个普遍没有读过书的社会里 大占优势 而且他早年得了不少人的帮忙 如今的资本规模 已经极为可怕 林昭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比扬州周氏如何 扬州周氏 就是林昭叔母林夫人的娘家 乃是江南出了名的富商巨骨 当年林检中了近世之后 周家便立刻在平康芳里 给林检置了宅子 其豪富程度 可见一般 正通沉吟了一番之后 缓缓说道 远胜 听到这句话 林昭闷哼了一声 有些复杂地看向正通 如果先生所说不错 你应该是我母的二兄 你们豪富到了这种地步 而我母亲这些年 在东湖正部的并不好 我知道 正通微微皱眉 开口道 但是我总不能去把张氏给杀了 这样会招来大麻烦 至于前 正通缓缓说道 这十几年时间 我让正伯给了你母亲不少钱 他大多推剧不要 只有你要去越州城读书的时候 他才肯从正伯那里拿了一些钱 你娘是知道我们这些兄弟还在的 他只要一句话 我们就能把你还有你娘 从东湖正接出去 说到这里 正通叹了口气 但是他没有 他甚至没有跟你提过 我们这些舅舅伴句 五娘他从小娇生惯养 自然不可能喜欢在东湖正吃苦 他这十几年 之所以不愿意与我们沾染关系 也不是不顾兄妹之情 他是为了你 正通声音低沉 他想要你做一个 清清白白的林家人 从逻辑上来说 正通说的这些话并没有问题 甚至可以解决林昭这些年 心中的一些疑惑 比如说 如果母亲是一个 士族出身的大家闺秀 即便沦落封城 也不应该嫁到东湖正去 再比如说 这些年 他们母子虽然过得不是很好 经常受气 但是除了受气之外 在生活水平上 并没有差到特别差的地步 林昭未经越州城的时候 还是常吃白面的 他没有说话 低头撕存了许久之后 起身对着正通拱手行李 开口道 先生 今日之事 一来 我要回去想一想 二来我得找机会 亲自问过母亲 才能有所决断 不着急 正通微笑道 你现在刚中近视 就算补缺 估计 也还要一年多的时间 况且 你现在才15岁 真正能帮到我们 还要很长的时间 不过 你要是回越州问你母亲 你娘她多半不肯 让你跟我们有所接触 当然了 如何抉择 只在你个人而已 我不做干涉 说到这里 正通起身 上下打量了 一边林昭 颇为感慨地说道 即便是我附在长安任相 秦阳正是极盛的那些年 也没有听说15岁变中叹花的少年人 咦 了不起啊 正通颇为唏嘘地说道 我收到消息的时候 心中就在想 可能是父亲 这一支的人 统统见不得光了 于是斯文体面 便都落在了你的头上 他一边说话 一边从袖子里 摸出一块纯黑色的玉牌 放在林昭手里 开口道 这是我的牌子 你以后有什么难处了 便拿着这块牌子 到长安任何一家大通贵房 无论大通贵房 在长安有多少钱 你都可以调用 当然了 如果需要用人 最好先知会一番 我们这几个舅舅 听到这句话 林昭看着手里的黑色玉牌 有些恶然 郑 先生 我还没有硬撑下来 你是我的外甥 正通伸手拍了拍林昭的肩膀 微笑道 不管你帮我们 还是不帮我们 你都是我的外甥 再说了 一些钱财而已 不值一提 我与你另外两个舅舅 要的并不是钱 也不是什么功名利路 说到这里 他眯了眯眼睛 缓缓说道 我们要的是体面 形阳正式的体面 听到这句话 林昭心中颇为触动 这就是他与这个世界 绝大多数人价值观的不同 在林昭的想法里 不管这个世界商人有没有地位 但是钱财都是非常重要东西 因此 他进入越州城的第一件事 并不是急着 去获取社会地位 而是想着赚钱 拼命地赚钱 但是 在正通这种千年世家的子弟看来 钱财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甚至于朝廷的公民 官位 对于他们来说 都没有那么重要 一来是因为这个时代 并不会太过崇拜金钱 二来是因为他们 从小就不缺这些 就拿正通来说 如果他说的都是真的 那么以他现在的财力势力 大可以改头换面 用钱硬砸 也可以在子孙后代里 砸出一些当官的出来 但是这些都没有用 他们永远不能再信正 即便信正 也不能以行阳正式自居 所以他们想要洗刷掉 郑温当年的罪过 想要重新回到行阳正式 这些世家子弟 对于自家家族的荣誉感 不仅大过金钱 权力 甚至大过于家国情怀 大过于性命 林昭看着自己手里 这块纯黑色的玉牌 沉没了许久之后 突然抬头看向正通 问道 郑先生 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 你问就是 正通两只手拢在袖子里 笑道 最近一段时间 我都会在长安城里 你想问 咱们可以坐下来 聊个三天三夜 如果 林昭低声道 如果我没有出越州 没有中进士 你们会怎么实现自己的目的 怎么去拿回你们的体面 对于这个问题 正通并没有正面回答 他把拢在身前的双手 背负在身后 语气不及不虚 我们要做的事情 在皇帝不死之前 是不可能做成的 而东宫的门路 又很难走得通 好在 皇帝外放到地方上 就翻得儿子并不少 说到这里 正通就没有再继续说下去了 但是他话里的意思 已经昭然若揭 林昭只觉得背脊发寒 他大大的 低估了这些世家子 对于体面的执着 这些人为了自己的体面 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想到这里 林昭叹了口气 起身对着正通拱手道 先生 林昭今日严禁于此 今后有机会 再来拜会先生 正通微笑道 你三舅与五舅都不在长安 不过 我会给他们写信 让他们抽时间 过来看一看你 再有就是 这些年 我们三个也有了些儿女 有时间 我会引你见一见 林昭深呼吸了一口气 沉声道 这些事情 我要见过母亲 与母亲确认了之后 才能再与先生接触 说到这里 他看向自己手里的 这块牌子 低声道 这东西我先收下 等我见了母亲 也好有个信物 说到信物 正通从袖子里 摸索了一番 最终摸出了一块 只剩下一半的弥勒佩 递在林昭手里 当年我们家里被抄了 什么东西都没有剩下 后来我拖难之后 曾经让人到家里去找过 又花钱从一些地方 买到了家里流出来的东西 这块玉佩 当年应该是你娘的东西 你拿给她看就是 林昭点了点头 把这半块弥勒佩也收了起来 揣进了怀里 等她走出这间酒楼的时候 外面的天色 已经漆黑一片 平康芳里万家灯火 林昭回头看了看正通 你若真是我舅父 来日我便带你去越州见母亲 他见了你 应该会开心一些 他这些年 过得都不是很开心 正通长叹了一口气 若非当年家中横遭大难 你母亲应该是要配极某位皇子的 当然了 若真是如此 此时你也不会站在我的面前了 世事无常啊 正通看着林昭 叹息道 你姐回去吧 等得了空 我便去一趟越州 看看你娘 林昭微微点头 转头朝着平康芳林家走去 这里距离林家并不是很远 他转了几圈之后 到了林家附近之后 才看到一些林家的家人 正四处提着灯笼 正在高声呼唤 招公子 招公子 林昭微微愣神的功夫 一个眼尖的林家下人 便看到了他 连忙提着灯笼赶了过来 一把拉住林昭的手臂 声音颇有些激动 招公子 你可算回来了 老爷与夫人一直寻不见你 急坏了 生怕你出什么事 正带着家里人四下寻你呢 眼下 恐怕都出了平康芳了 林昭心中微微有些触动 他对着这个吓人微微一笑 我没有什么事情 只是被一个太学同学 拉去喝了几杯 不是事先给家里送信了吗 你快去智慧七叔与叔母 就说我好好的 已经到家里了 归云楼雅间 此时 距离陆明燕 已经过去了两天时间 林昭也好容易 才从不知道多少 登门祝贺的人里脱身 来到了归云楼雅间 此时 雅间里已经坐了两个人 其中一个是 丹阳长公主府的齐萱 另一个自然是 天官尚书家里的周胖子 此时 这位平日里乐呵呵的小胖子 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满脸愁容 他先是看了看林昭 又看了看齐萱 哀声叹气 当初咱们三个 明明是一个学舍的 怎么不到一年时间 你们两个人 竟然齐刷刷地中了进士 周公子语气有些愤怒 闷声道 弄得我现在 只能住在太学里 都不敢回家去了 我要是回家 我那个老爹 非借着这个油桶 坐我一顿不可 住在太学也是好事 林昭举起酒杯 笑着说道 最起码 周兄不像从前那样 被千夫所指了 曾经的周胖子 在长安城胡作非为 声名狼藉 但是他进太学 待了一年多时间之后 已经低调了不少 最起码不再惹是生非 现在的名声 已经没有从前那么糟糕了 好个屁 周的愁眉苦脸 咬牙道 一个女子也没有 像个和尚庙一样 你们两个倒是好 这就从国子监脱身了 我还不知道要苦爱到什么时候 我爹说了 最起码要中明经 不然是绝对不肯 让我出国子监的 一旁的齐轩 因为脸上的伤还没有好 一直没有怎么说话 听到这番话之后 他瞥了周的一眼 也是长叹了一口气 你还能住在国子监里 我现在想回国子监也回不去 偏偏家里 也不能回去 只能住在舅舅家中躲难 寄人篱下 听到齐轩这句话 林昭心中一动 笑着问道 齐兄 住在哪一个舅舅家中 总不能住在皇宫里吧 齐轩长叹了一口气 摇头道 几位舅父当中 我与陈王府关系最好 这几日 我都记住在陈王府里 不敢回家去 陈王 就是那位淮安郡主的父亲 说到这里 齐轩抬头看了林昭一眼 淡淡地说道 这几日 我那个表妹 还让我把你喊出来见一见 我怕她给你惹麻烦 便没有因她 林昭颇为感激地点了点头 微笑道 齐兄今后准备如何 我也不知道 齐大公子颇为头痛地 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苦笑道 当初考进士 只想要一展胸中所学 并没有想过太多 如今我果然中了进士 反倒不知如何是好了 总不能真的去吏部报到 然后被朝廷封个官罢 即便我真的去了吏部 母亲的一官 多半也过不去 她长长地叹了口气 父亲今年 应该是要从北边回来 到时候 只能先问一问 她老人家的意见 再做打算了 说完 她抬头看着林昭 问道 三郎你呢 林昭低头喝了口酒 扭头看向周胖子 微笑道 我一个乡野小子 可没有齐兄这样的烦恼 自然是准备去吏部报到的 到时候 还请周兄在周上书面前 美言几句 最起码让我过了吏部的选事 这样也不至于丢人 放心吧 周胖子撇了撇嘴 道 你是大周最年轻的进士 电视这一关都过了 吏部不可能为难你 你不要脸面 朝廷也是要脸面的 吏部不可能去为难你 去打吏部 打圣人的脸面 吏部选事 乃是做官的最后一关 即便你中了进士 但是过不去选事 就只能代职 或者去各大节度 师府中认识 而像林昭这种 皇帝清典 还有一个大周 最年轻进士的光环在 一般来说 吏部不太可能为难他 说到这里 周德看了林昭一眼 缓缓说道 按照三郎你这个年纪 多半是要被分到汉林院 或者国子健去 待个几年 再让你领十职 毕竟总不可能 真的把你这个年纪的少年 分派到地方去 打理一地数十万人 按照大周的规矩 中进士参加选事之后 按照选事的成绩 分派官职 而即便是选事之中 成绩最好的 也就是酒品上的官职而已 在这个官职中 又分为两个分支 其中一个是分派到地方 去做给当地长官做副手 比如说县城之类的官职 这种就属于地方官 其二就是周德所说 在京城的一些衙门里做事 比如说去汉林院打杂 去国子健教书打杂 或者去秘书间当个教书郎 这两条路 不管是哪一条 都是属于试用期阶段 等几年时间之后 立部会再行考核 只要是有近视功名 合格之后 一般品级都会得到一次飙升 例如升为地方县令之类的七品官 这算一次新手福利 过了这一次新手福利之后 就要靠自己的本事 一点一点往上攀爬了 林昭笑着给两个摄友敬了杯酒 仰头饮尽之后 微笑道 立部选官倒也不麻烦 只要让我过了选试就成 毕竟我现在身上 还有一个国子健边转司总边转的身份 这是从八品的差事 比起其他的童年 还要大上一些 这个时代 官和力是大不相同的 哪怕是九品的官 只要是官 就很是难得 因此在恒州的时候 哪怕陈英是一周别价的身份 知道了林昭从八品官职之后 也以同僚相称 不过林昭这个从八品的编撰 与其他进士风的官职是不一样的 如果他不中进士 即便在朝廷干一辈子 这个八品官也差不多就到头了 而其他进士过了十七七之后 就会远远地把林昭抛在身后 当然了 如今的林三郎也是进士 同样前途无量 听到这句话之后 周胖子自顾自喝了口酒 闷哼道 三郎你的运气实在太好 我老爹是天官尚书 我都没能有实职 你还是太学生 便在朝廷里领到了实职 说到这里 他又给自己倒满 举起酒杯敬了林昭一杯 胖胖的脸上挤出一个笑容 他日三郎身临宰府的时候 可不要忘了我这个同窗的摄友 林昭举起酒杯 跟周胖子碰了一杯 语气有些无奈 周兄取笑了 你家里就有一尊大佛 比起正式堂的宰府们 也差不到哪里去 哪里还需要我 周德笑呵呵地说道 我父已经老了 护不住我多久 但是三郎你还年轻不是 林昭有些无奈 端起酒杯 跟两个摄友都碰了碰 一杯酒喝下去之后 他微笑地说道 再过几天 我可能要回岳州老家一趟 处理一些事情 这一场酒 就算是二位兄长给我践行了 回岳州 周德诧异地看了林昭一眼 你不参与力不选施了 回一趟岳州 是林昭早就想好的事情 早在他进长安之前 就决定中了进士之后 先回一趟老家 倒不是说非要回家人前险胜一番 而是家中的确有事情 在等他回去处理 本来对于林昭来说 岳州最要紧的事情 自然是担心张氏再去欺辱母亲 以及要回去解决一下个人问题 而在前几天见了一次正通之后 眼下的林昭又多了一些更重要的事 那就是 要跟母亲好好谈谈了 在林昭看来 那天突然出现的郑大财主 估计八九成就是自己的舅舅 但是他并没有认 因为这是母族那边的亲戚 认不认也应该母亲说了算 而他回岳州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尽量把母亲接到长安城里来 一来是母亲在身边方便 二来也带他看一看故乡 听到了周德的问话之后 林昭咳嗽了一声 开口道 回家毕竟要准备就好 明天我就去吏部报道 选事来得即便参与 来不及就只能与吏部告个假 等我从老家回来之后再说了 中进市之后 并不意味着 就是朝廷的正式员工了 只能说是 有了面试的资格 以及能够享受一些政策上面的优待 通常来说 进市老爷们考中之后 都会先回家一趟 一来是回去享受一番人前险胜的快感 顺便回去见一见父母家人 而更重要的一点是 只要他回一趟家 就能凭借近市的身份 让自己家人的生活质量迅速跃迁 得了吧 周德摇头道 选事一共四官并不怎么简单 三郎 你到不用急着去吏部报道 先回家看看 等回长安之后再说 林昭微微点头 笑着说道 我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说着 他看向齐轩 开口道 齐兄 这段时间麻烦你帮我在长安看看 有什么合适的宅子 等我再从家乡回长安来 便不太好继续住在叔父家里了 总要有个自己的住处 齐轩不嫌不淡地看了看林昭 无奈道 盛夜方崔家 有大把的房子可以住 还不收你的钱 你住是不住 林昭皱眉道 我不住 齐大公子闷哼了一声 我听说从近视放榜之后 崔家人便与大宗师家里走得近了一些 等他们长辈谈妥了 住不住便由不得你了 林昭摇头苦笑 齐兄 这件事我态度很明确 你就不要再说了 宅子的事情 你有空便找一找 不行等我回长安来自己去找就是 其实林昭 想要在长安城有一套宅子 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最简单的 就是拿着正通给的那块牌子 随便找个大通贵方 便可以取到一笔巨款 去购置宅子 如果她不想用正通的钱 也可以让林夫人去帮忙看一看宅子 只要她跟林夫人开口 林夫人多半会花钱 帮她在长安城里买一套 当然了 不太可能是在平康坊里就是了 可是眼下 这两边的人情林昭都不想欠下 也不太想花他们的钱 所以才拜托到了齐轩这个同学的身上 齐大公子看着一脸执拗的林昭 语气无奈 罢了 你这个倔脾气 我便不劝你了 你自己看着办就是 林三郎笑了笑 端起酒杯站了起来 敬了其他两个人一杯 笑着说道 二位兄长 咱们再喝一杯 今日之后再想要喝酒 恐怕就要等半年之后了 齐轩宇周德两个人 也纷纷站了起来 与林昭碰了碰 三郎一路顺遂 早去早回 前的九年四月底 林昭收拾好了行李之后 便在长安城寻了个超过百人的车队 准备从长安回越州去 这个时代 一个人上路是不可能的事情 像林昭这种 必须要跟着车队一起 才有可能安然无恙地到达目的地 除了车队之外 丹阳长公主府又派了五个家丁出来 沿途护送林昭回越州 值得一提的是 经过上一次恒州之行后 林昭在长公主府家将之中 人气极高 听说要护送林昭 这些人几乎是争先恐后 来给林昭做护卫 离开长安之前 林昭又去了一趟国子舰 去与国子舰里的诸位博士 助教 私业 国子舰城等 一众老师同学作别 其中 国子博士周昌明 对林昭感情最深 得知林昭中的近视 即将离开国子舰的时候 这位国子博士两眼通红 几乎要垂下泪来 林昭没有办法 承诺今后仍然会购买他的作品之后 这位大洲最高学府的老师 才孝竹颜开地去了 与同学们告别之后 林昭又去了一趟国子舰祭酒的书房 在书房里见到了林昭 行礼之后 林昭坐在了林昭对面 后者从怀里摸出了几封信 递在林昭手里 开口道 这些是我写给越州固有的书信 三郎回越州之后 帮维叔送给他们 然后他又从桌子上拿来一方艳台 认真包好之后 也递给林昭 这方艳台 是维叔在越州的时候 答应过别人的 你替维叔送到越州 成熙的梅西先生家中 林昭依依把这些东西接下 然后对着林昭笑着说道 七叔放心 哲儿一定把这些东西全部送到 林昭上下打亮了林昭一眼 颇为感慨 看到三郎 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当年为书中了近视之后 也像你这样 迫不及待要赶回越州去 林昭微微低头 哲儿 从小不曾离开越州 的确有些想家了 不错 袁达公起身拍了拍林昭的肩膀 沉声道 无论咱们走到哪里 坐在什么位置上 成了什么人 越州山鹰都是咱们的根 总有一天 都是要回去的 他颇为唏嘘地说道 少年时我也不曾离开过越州 后来便在长安 一住就是十几年 如果不是前年被罢了关 恐怕还很难回到故乡 下一次我再回去 又不知是何年何月了 林昭没有说话 只是微微点头 回去之后 帮我问候问候大伯 让他好生注意身体 咱们越州临时 还要靠他老人家打脸 林昭连忙点头 哲儿明白 回去之后 自当去拜见大伯祖的 林昭恩了一声 又叮嘱道 回家之后 你便仍是林氏子弟 不是什么新科探花廊 不要回去之后 便不认得人了 可能是林昭要回越州的原因 袁达公叙叙叨叨地叮嘱了不少 到了最后的时候 他才抬头看向林昭 缓缓说道 临行之前 可以去周尚书家里 以及丹阳长公主府辞行 这两家对咱们帮助不小 尤其是对三郎你的将来 颇有注意 林昭点头称是 犹豫了一下之后 开口问道 七叔 哲儿 要向东宫辞行否 袁达公微微皱眉 然后摇了摇头 没有赵命 你进不了东宫 便不用去了 维叔会与太子说的 因为第二天就要离开长安 上午在国子剑与铜窗 以及老师们告别之后 下午的时候 林昭就动身前往永兴方 担养长公主府上拜见 之所以先去长公主府 是因为这位天子的包妹 不用上班 这个时辰 长公主多半是在家的 而那位周尚书 则一定会在吏部 或者会在某处公干 只有到日落之后 才能去拜见 如今的林三郎 已经不是两年前的穷小子 在去长公主府的路上 他采买了不少礼物 亲自提在手里 拎到了长公主府上 老实说 以长公主的身份 其实并不缺什么礼物 也不缺送礼物的人 但是登门一场 两手空空 的确太不像话 林昭还是依着常礼 买了不少东西 到了长公主府上之后 林昭向长公主府的门房 递上拜帖 然后就耐心地在门前等候 值得一提的是 原本林昭是没有明帖的 现在他身上的明帖 是中了近视之后 林夫人让人连夜 给他制了几张戴在身上 毕竟他现在的身份 不同于从前了 凡事要讲究一些 不知道是齐轩同学的身份好用 还是母亲林二娘的身份好用 林昭递出明帖之后 没有多久 就有长公主府的下人过来 把他引了进去 林昭把手里的礼物 递给了长公主府的下人 随后跟着他 很快到了公主府的后院 没过多久 就在后院花园的亭子下面 见到了丹阳长公主 此时已经是四月底 长安城已经慢慢热了起来 花园的凉亭四面透风 正是好去处 长公主府的凉亭极大 建在一处池塘的中央 亭子下面摆了一张矮桌 此时的长公主殿下 正捧着一本书 坐在矮桌后面读书 凉风袭来 让他的一惊微动 显得雍容华贵 林昭连忙上前 对着他行碗背里 躬身道 林昭见过长公主殿下 长公主放下书本 微笑着看了林昭一眼 笑着说道 三郎十五岁的年纪 便取中炭花囊 乃是我大周 有国以来的第一人 我本想过几日 请你过府续续话 不曾想 三郎今日便来了 说着 他扭头 被身边的丫鬟开口道 去给炭花囊搬一把椅子过来 不要怠慢了斯文 林昭再一次拱手行礼 苦笑道 殿下太客气了 我到长安这一年多时间 长公主府帮了我不少忙 经番侥幸取重进士 特来向殿下致谢 你凭自己本事中的进士 谢我做什么 长公主笑了笑 开口道 我可没有本事帮你中进士 三郎要是 想在朝堂上谋身 也不应该到我这里来致谢 而是应该去一趟东宫才对 林昭小心翼翼地坐在椅子上 摇头道 殿下玩笑了 我只与宋王世子相熟 与东宫并不相熟 说到这里 他抬头看了长公主一眼 开口道 再者说了 即便要去 也不应该我去 担扬长公主 这才上下打量了林昭一眼 微笑道 难得三郎这般年纪 看事情却不糊涂 比起我的那个儿子 要强得多了 听到这句话 林昭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苦笑道 说起其兄 正要替他向殿下求情来着 其兄入太学 考进士乃是新知所向 父辈家业 不应该死死地捆扶住他 林昭的话说了一半 就被长公主开口打断 他脸上的笑意收敛起来 淡淡地说道 用不着替他说话 长安城里的事情 也不是新知所向四个字 便能够说得通的 要是人人都像他这样 因为新知所向四个字 便肆意妄为 长安城也就乱了 林昭叹了口气 长公主当我是晚辈 我便厚言当长公主是长辈了 数晚辈说一句不太合适的话 以殿下长公主府目前的地位 再加上齐兄的身份 不管他将来做什么 只要不乱来 都可以安安生生地过一辈子 没有必要飞去从军 你还小 有些事情你看不明白 长公主微微醋眉 看向林昭 他齐轩 如果只是一个人 自然是想做什么 便可以做什么 莫说去考进士 就算他去沿街乞讨 也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他并不是一个人 他是本宫的长子 也是歧师道的长子 丹阳长公主缓缓说道 我夫君十多年前便离开长安从军 先后辗转树地为节度使 如今乃是朔方节度使 你知道什么是节度使吗 长公主看向林昭 缓缓说道 树州之地 君正尽在节度使一人手中 就连朝廷也没有办法干涉 跟在我夫君身后的 说到这里 他的声音戛然而止 然后长叹了一口气 摇了摇头 罢了 与你一个小孩说些什么 你不用替他求情 且等年底他父亲回长安来 自然让他知道厉害 听到这里 林昭知道自己这个外人多说无意 便对着长公主拱手道 殿下 晚辈此来 一来是向殿下致谢 二来是向殿下辞行的 明日一早 我就要动身回岳州去了 林昭要回岳州的事情 长公主是一早就知道的 不然他也不会派人护送林昭 听到这番话之后 他点了点头 嘱咐道 你中了近视 自然应该回岳州看一看 也可以把你母亲接到长安来 让他见一见自小长大的地方 说到这里 长公主顿了顿 继续说道 不过要注意的是 你母亲的身份不能暴露了 不然可能会影响你将来的仕途 林昭连忙点头 又在这座凉亭下面 与长公主说了一会话 见时辰差不多了 便起声告辞 临别之前 长公主对着林昭缓缓说道 回岳州之后 尽量不要忙着成婚 你是新科的炭花郎 长安城任何女子都可以配得 不必急在一时 这一次 林昭摇了摇头 他对着长公主笑了笑 开口道 岳州有人在等我回去 殿下也是女子 应当能够体会这种心情才是 听到这句话 长公主便没有继续往下说了 她摇了摇头 开口道 罢了 所以你心意就是 也就只有你这个年纪 能够说出这番话 你在年长个五六岁 多半就不会这样说了 林三郎对着长公主拱了拱手 灿烂一笑 殿下 五六年之后 林昭依旧会这么说 也依旧会这么想 一个人长大 并不意味着就会变坏 说到这里 她躬身作衣 然后离开了长公主府 等她离开之后 坐在梁亭下面的长公主 重新捡起一边的书本 随意翻了几页之后 微微叹了口气 天底下好人的确不少 但是 长安城里的可不多呀 从丹阳长公主出来之后 天色已经差不多傍晚 林昭又等了一会儿 一直到天色差不多完全黑下来之后 她才动身前往周府 求见周尚书 因为周胖子 被周尚书扔在了国子健 禁止回家 因此 他并不在家中 林昭递上了名帖之后 没过多久 就被周家的下人 告知周尚书没有在家 而是出门会有去了 让林昭改天再来 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信息了 不管周尚书有没有在家 他都不是很想见到林昭 因为周家的下人 并没有把林昭请进去 让林昭在家中等着 林三郎很秩序地转身离开 回到了平康坊中 好好地洗刷了一遍身子之后 没过多久 便躺在床上睡去 从前在国子健的时候 林昭一般都是看书到害时左右 才细灯睡觉 第二天天刚亮 便起床读书 颇为刻苦 但是中了进士之后 这份心气便泄了 很早便躺下睡去 第二天早上天还刚亮的时候 林昭便从床上爬了起来 换上了一身单衣之后 推开门走了出去 他走出去 就发现林家的下人们 已经差不多全都起身 有一些在帮林昭收拾东西 还有一些在准备马车 以及走在路上吃的一些干粮 林昭连忙走到了林检夫妇面前 行礼道 叔父叔母这么早便起身了 三郎今日要动身返乡 自然要多做一些准备 林夫人一边说话 一边把一个饭兰模样的盒子 递在了林昭手里 开口道 三郎 里面是一些现钱 你要是碰到什么事情了 可以用拿出来取用 林昭接过饭盒 入手只觉得颇为沉重 打开一看 才发现里面空空如也 他有些好奇地 伸手敲了敲饭盒的木板 只听到一些沉闷的声音 不像是纯粹的木板 林昭心中明白 这饭盒恐怕有 夹层之类的东西 里面放了一些 类似金银的贵金属 如果路上碰到山贼 或者与大部队走散了 便可以拿出来取用 林昭接过这个饭盒 连忙对着林夫人致谢 多谢叔母 用不着谢我 要谢也是我谢你才对 林夫人面颅微笑 拉着林昭袖子开口道 昨天晚上 接到恒州那边传来的书信 说是三法司 已经查明了恒州案情的经过 认定大郎无罪 眼下二郎 已经带着大郎离开恒州了 我家儿子的事情 他看向林昭 颇为感激地说道 三郎你帮了大忙 如果大郎出了什么事 我们这个家 便不成家了 说到这里 一旁的袁达公 也咳嗽了一声 开口道 这是确实要多谢三郎你 不然大郎恐怕很难 从恒州脱身 一个不好 可能命都要丢在恒州 一家人之间 用不着这样客气 林昭笑着说道 只可惜这一次 我要回恒州去 与二郎恐怕要挫肩而过了 算起来已经数月不曾见他 心里倒是颇为挂念 林家的同辈人当中 林昭只与那位林二少 颇有些交情 自从在恒州分别之后 两个人的确很久不曾见了 袁达公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 他开口道 你回恒州 应该很快就可以见到他们了 大郎这几个月 在恒州吃了不少苦 再加上恒州这桩案子 明面上不太好说清楚 如果他们兄弟在这个时候 回到长安来 容易被人说三道四 因此我没有让他们回长安来 而是写信 让他们直接回越州老家去 林检沉声道 他们兄弟自小在长安长大 没有怎么见过故乡人物 这一次让他们回越州 一来是让他们在越州 休养一段时间 二来也是让他们 好好认识认识家中的 数百长辈 听到这里 林昭有些诧异地 看向林检身边的林夫人 后者笑一收敛 微微叹了口气 开口道 三郎不用看我 让他们兄弟回越州 其实是我的主意 这个当口 他们回长安来 的确不太合适 还不如躲回老家去安静安静 正好你也要回去 与他们兄弟做个伴 其实林夫人 虽然不让林墨兄弟回长安 但是也没有 让他们回越州 而是准备让他们 去扬州外祖家中 住上一两年 只是实在拗不过林检 才不得不同意 这兄弟两个人 回越州去 说到这里 林夫人微笑道 三郎如今已经是炭花郎了 顺便也交一交他们兄弟 若是再能够交出两个炭花来 咱们林家 便是一门四炭花 千古家画了 林昭伸手挠了挠头 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像林检这种真才实学的炭花郎 自然是可以教授后辈学问的 然而林昭这个有水分的炭花 叫人也不是不行 但是再想要教个炭花郎出来 便是痴人说梦了 好在一旁的林检及时解围 就没道 好了 三郎回越州之后 还要准备力部选事 莫要为难他了 他们兄弟两个人 该读的书都读了 回越州好生自学就是 三个人说话的功夫 林府上下 已经把林昭的东西 收拾了七七八八 装在了马车上 林昭自己 在向林渊达夫妇告别之后 也跳上了马车 马车从林家门口缓缓出发 出了平康坊之后 一路从长安东城门出城 此时 东城门门口 已经有一个三四十人的马队 以及长公主府的几个家丁等候 除了这些人之外 国子健的国子祭九周昌明 天官尚书家的公子周德 以及长公主府的大公子齐轩 都赶到了东城门相送 林昭跳下马车 对着他们拱手行礼 国子健周博士满脸不舍 拉着林昭的衣袖 险些垂下泪来 小林探花 早些回长安来 因为林昭与他叔父林检 先后中探花 此时长安城里 已经开始流传 林探花与小林探花的称呼 林昭无奈地摇了摇头 先生放心 我回乡过几个月便回来了 周博士抹了抹眼泪 扼腕叹息 长安城里 只有小林探花一个慧眼之人 你这么一走 无师伯乐已 林昭不再理会这个火宝 转头与齐轩等人一一告别 等到他跟这些朋友告别完了之后 便转身回到了自己马车旁边 准备跳上马车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一身灰色衣裳的少年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 出现在林昭马车面前 他犹豫了一下 想要跪下来向林昭行礼 然后好像是想起了什么 并没有能够跪下去 而是对着林昭长衣到地 恩公一路保重 林昭摇了摇头 上前把这人扶了起来 脸上露出笑容 韩兄不必如此 我不是你的恩公 而是你的朋友 且等我回长安来 再与韩兄相谈 这人 乃是韩有归幼子韩餐 与这些人一一告别之后 林昭再没有犹豫 转身钻进了马车里 随着一道边花乍响 马车缓缓离开了长安城 朝着越州方向进发 前的九年五月尾 天气越发燥热起来 身在江南的越州 此时也全是暑气 大街小巷的老百姓们 早已经穿上了下衣 有些稍微穷困一些的人家 就只穿个简陋的汉衫 便在大街小巷奔行 因为天气燥热 除非一定要出门 否则便不太有人愿意 到处乱跑 但是 哪怕是已经到了中午 在三元书铺门口 依旧有二三十人 在排队购书 这是在买最新一期的故事会 林昭虽然离开了越州 但是他在三元书铺 留下的故事会 被很好地延续了下来 此时故事会这本书 不只是在越州流传 就连越州附近的几个州郡 也开始流行起故事会 每一期 故事会印发之后 便很快会传到附近 几个稍大的城市里去 当然了 这个东西 已经出现了一年多的时间 旁人即便是照搬也学会了 最近几个月时间 附近州郡 甚至越州城内 都开始陆续出现 类似于故事会的书刊 以至于三元书铺的生意 被分走不少 因为凭空生出了这么个行当 自然而然 要向民间那些 考不中功名的读书人争狗 越州乃是书香之地 只要有玉良的家庭 几乎都会供养一个读书人 因此最不缺的便是读书人 故事会的稿子并不缺少 每一期的故事会 都会由林昭的父亲林清源 带着几个编辑 亲自把关 当然了 有些人天生就有写故事的天分 一年多时间下来 在越州的一众写手当中 涌现出了三四个写故事 异常精彩的写稿人 这些人写出来的故事 往往很受老百姓喜欢 收获了不少庸顿 此时 书铺的东家谢三元 先是走到了三元书铺看了看 看着只有二三十人的排队队伍之后 他微微摇了摇头 便扭头走到了附近的一个小院子里 这个小院子 就是故事会的编辑处 每日那些读书人送来的书稿 便会送到这里 来交给几个编辑审院 进了这个院子之后 谢三元很快见到了 正在翻看稿件的林清源 他上前对着林清源微微拱手 行礼道 清源兄辛苦 林清源自从辞了事业的工作之后 便留在越州城里 帮忙打理故事会的事情 故事会原本该林昭所得的一半收入 也都给了林清源 虽然不是特别多 但是比起他从前在瑶江做事业的收入 还是要高出一些的 听到这句话 林清源连忙起身 对着谢三元还礼道 谢兄到这里来了 谢三元微笑道 这一期的书已经开始卖了 上一期的收入也就该结给清源兄 按照三郎先前定下来的规矩 所得收益六成 算在公帐里留作公用 其余四成 咱们两人再对半分 说着 他从袖子里取出一块银饼 递在林清源手里 微笑道 上一期扣除成本所得的收入 大概是82万钱 我归了50万在公帐里 因为银钱太重 便对了一块银饼 这个时代 金银之类的贵金属并不是很多 所以并不能全是货币 只能算是一种价值高昂的硬通货 在不方便用铜钱结算的时候 金银可以用作替代物 林清源接过这块银饼 对着谢三元微微点头致谢 谢兄太客气了 结算的事情用不着十天一次 每月一节就是林清源一句话还没有说话 他身后一个看起来年纪不大的编辑 便站了起来 走到了林清源身边 看了看林清源手中的银饼 然后对着谢三元微微皱眉 谢老板 书铺的收入 按规矩应该是与我爹平分 如何到我爹手里 就只剩下两成了 那些每个月入了公账的钱 又去了什么地方 还有就是 这个年轻人深呼吸了一口气 问道 为何最近一段时间 我付所得的钱越来越少了 我想看一看书铺的账目 这个年轻人 正是林清源的二子林和 他在前面进了林家大宅读书 但是一直没有什么静静 去岁参与越州的秀才考试 最后也没有取重 最后是林清源见他在家中无事 便把他叫到这里来做故事会的编辑 每个月能有两贯钱左右的工资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时代的秀才 与明清时候的秀才是不一样的 因为大洲里部的考试资格 主要是靠国子建 以及地方衙门的推荐 而地方衙门与国子建都要靠考试来选出有资格参考的人选 像是越州这种地方衙门举行的考试 如果入选了 便可以称之为秀才 中了秀才之后 再参与几次考试 便有资格到长安去参与礼部的考试了 听到了林和这番话之后 谢三元先是微微皱眉 然后看了林清源一眼 见林清源没有说话 他才缓缓说道 近几个月时间 越州又出了另一个出故事书的书铺 从前给咱们书铺共稿的那些读书人 有不少也去了那边 其中还有广受喜爱的李承二人 这二人都去了那边 因此最近这几期 咱们书铺的故事会 卖得便不如从前好了 解释完这个事情之后 谢三元捋了捋自己的胡子 继续说道 至于入公账的那些钱 是三郎上在越州的时候定下来的规矩 这些钱主要的用途 适用于采买铺面 扩大生意 以及投资一些能够挣钱的行当 说到这里 他抬头看向林和 缓缓说道 到了年底的时候 公账里的钱会再结算一次 除开明年的预算之外 其他的钱会照样分给你们家 去岁的时候 你们便已经分到了钱 谢三元看向林清元 笑着说道 清元兄长应该知道这些事才对 林清元点了点头 对着谢三元拱手道 这些事我都知道的 有劳谢兄辛苦 等手里的稿子忙完了 我请谢兄喝酒 谢三元微笑道 清元兄有空 我后天便可以摆一桌酒席请客 近来我作坊里的字母大有进展 再过些日子 我便要离开越州 出门做买卖去了 林清元先是点头 然后笑道 如此 咱们兄弟后天晚上一起喝一顿 谢三元欣然答应 然后转身离开 等谢三元走远之后 林和从林清元手里 接过那块银饼 颠了颠之后 又放回了他父亲手里 皱眉道 爹 谢三元肯定隐瞒了账目 贪了咱们家的钱 这些商人各个心黑 没有什么好东西 林清元微微皱眉 看向林和 他是你三弟的未来阅长 这个行当也是你三弟的 即便有什么不对 也应该你三弟 来跟他们分说 不应该你来说 林和撇了撇嘴 嘀咕道 这些商骨之辈 拿咱们家人当傻子 他话音刚落 外面突然有个人 慌慌张张地冲进了这个院子 然后跌跌撞撞地 跑到了林清元身边 跪在了地上 林 林老爷 大喜事 大喜事啊 林清元站了起来 开口问道 喜从何来 老爷 老爷家里的公子 中进士了 这个报信的人 上气不接下气 喘息道 眼下 报喜的人 已经到林老爷家门口了 林老爷快回去看看吧 进士 喜报 听到这个消息的一瞬间 林清元脑子里 便一片混沌了 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目光呆滞 竟然半天没有说出话来 而林和已经反应了过来 他皱着眉头上前 捉住这人的衣精 开口道 胡说八道什么 我家不曾听说 谁参与了精髓科口 哪里会中什么进士 修要在这里行骗 这个报信的人 乃是一个常年 在越州大街上跑腿之人 文言 他苦着个脸说道 这种事情 小人哪里敢骗人 衙门的灯笼 都挂在您家门上了 林夫人才让小人来这里 请林老爷回家 如何就成小人行骗了 林老爷 此处距离您家中并不远 您回家一趟 看看就知道了 林清元 这回也回过了神 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深呼吸了一口气 拉着林和的手 陈生道 二郎 你三弟去的是太学 太学生 的确可以参与礼部长科 无论如何 我先回去看一看 说到这里 林清元用左手抓住自己 因为激动不停颤抖的右手 缓缓迈不出了这个小院 这个刨腿所说的家 很显然乃是林二娘所居之地 那座宅子 张氏母子是一直不肯去的 因此 林和只能看着林清元的背影 深深皱眉 两久之后 他才缓缓吐出一口气 喃喃低语 老三才多大年纪 怎么可能 即便是七老爷当年 也是十九岁才 此时此刻 林二郎的心情极为复杂 有一些不肯置信 有一些震惊 而更多的则是 酸楚 他没有办法相信 前几年还在东湖镇里 睡在一头大青牛背上的 那个毛孩子 短短一两年的时间 便摇身一变 成了 净是老爷 想到这里 林和深呼吸了一口气 也迈步 走出了这间院子 回家中见母亲去了 而另一边的林二娘 所居的宅子里 一身素装的林二娘 先是抬头看着 自家门前高挂的大红灯笼 然后又低头看了看 自己手中的喜报 脸上露出了一个 很是灿烂的笑容 那两个报喜的人 还再不住 向林二娘做衣 恭喜林夫人 贺喜林夫人 贵公子在金岁长科 高中探花廊 另外 一个人满脸陪笑 笑着说道 15岁的近视老爷 不要说给咱们越州的头一个 便是在整个大州 也是头一个 您家的公子 当真了不起 林二娘虽然极为开心 但是自小受到的教育 让她还不至于失态 愣神了片刻之后 她便扭头 回了屋子里 从屋子里取出来一个小布袋 布袋里是一小袋铜板 她把这一小袋铜板倒出来 分成两堆 摆在一个木盘上 递到两个报喜的差役面前 微微一笑 劳烦二位了 家中没有什么闲钱 这些钱给二位拿去喝茶 这两个人对视了一眼 然后对着林二娘 连连摇头 林夫人 平日里不管是哪家高中 咱们兄弟去报喜 多少都是 要收点钱沾沾喜气的 但是今天这钱 咱们兄弟可不能收 这边的差役刚说完话 另外一个人便接话笑着说道 小林探花 这一遭给咱们越州人 挣了天大的脸面 咱们感谢林夫人还来不及 哪里能要林夫人的钱 林二娘很是开心 笑着说道 这些钱不是很多 二位拿去沾沾喜气 既然夫人这么说了 那咱们兄弟就拿一点 这两个差役又互相看了看 然后很默契地 从那一小堆铜板里 各取了一枚拿在手里 然后对着林二娘 笑道 拿夫人一个钱 便是沾了喜气了 多谢夫人赏 说完 这两个人就要转身离开 就在他们要走的时候 林青园终于堪堪赶到 他先是站在院子门口 看着门前高挂的灯笼 以及四下挤满的看热闹的人 好容易挤进了院子之后 又看到了林二娘手中的喜报 这位已经年过四十的老秀才 心神俱正 他跌跌撞撞地挤了进去 走到了林二娘面前 接过他手中的喜报 认认真真的看了两三遍 不禁泪流满面 祖宗显灵 我们四方这一只 也有近视了 近视第三名 林青园深呼吸了一口气 仍旧激动得不能自已 他扭头 看向一边神情甜淡 面带微笑的林二娘 声音有些颤抖 二娘 咱们的儿子 终近视了 林二娘伸手扶着林青园 微笑道 老爷不用这样激动 三郎自小聪慧 忠近视并不稀奇 只是连妾身也没有想到 他能在这个年岁 便中了近视 林青园正激动的时候 外面传来了一阵喧闹的声音 人群之中 有人大嚷了一声 林大老爷道 越州城里 能被称为林大老爷的 目前也就只有林家家长 林四正一个人了 这位林家大老爷 在东山贼闯入越州 大闹了林家 一场之后 曾经大病了一场 据说险些就没能熬过来 卧床整整一年 知道今年开春之后 他的身体才渐渐好了起来 能够下床走路了 听到林四正来了 林青园连忙整理了一番自己的衣裳 走到家门口迎接 见到了须发接白的老人家之后 林青园深呼吸了一口气 对着老人家行礼道 见过大伯 林二娘也跟着下拜 行礼道 见过大伯 用不着行礼 用不着行礼 林老头一改往日摔腿的模样 此时显得精神绝朔 满脸都是笑容 他伸手 把林青园夫妇都给扶了起来 笑声爽朗 真要行礼 也该是老夫给你们夫妇行礼才对 林大老爷笑容满脸 伸手重重地拍了拍林青园的肩膀 老四 生了的好儿子 二十年前 老夫刚在家中当家的时候 老七便中了近视 还高中探花 那时候 我便高兴得好几天也没有睡着觉 只可惜 此后二十年 我越州林氏 再没有出第二个近视 如今 在老夫行将旧幕之前 林家终于又出了一个近视 老人家激动得满脸通红 眼中甚至要垂下泪来 又一个探花 我越州林氏一门双探花 老夫就算现在立刻闭眼 也能抬头挺胸去见祖宗了 这个时代 家族荣誉感是极重的 别人听到林昭中近视 可能还会嫉妒 但是作为林家的家长 林思政此时除了高兴还是高兴 从明天开始 咱们家在新闻坊摆流水宴 摆三天三夜 说完这句话 老人家拉着林青园的手 满面红光 老四 你现在就随我去祠堂拜祭祖宗 给祖宗磕头 林青园连忙点头 正准备与林思政一起离开的时候 外面又传来两声高唱 芝州老爷道 吴芝县道 整个大州 一年的近视仅有二三十人 有时候甚至只有十余人 每一个近视名额都极为珍贵 更不要说是近视第三名的探花狼了 一般某个州出了近视 都会被户部记在政绩上 算在每三年一次的考核之中 因此各地的父母官 自然是非常喜欢自家侠地之中出近视 更不要说 芝州林氏本就是芝州大族 朝廷里还有一个参天大树一样的国子祭旧 平日里芝州之县都偶尔会与林家来往 更不要说这种大喜的日子了 芝州现任的芝州姓继 名叫几剑芝 自成静宗离开之后 他已经在芝州 做了接近两年的芝州 与芝州各地的乡生都已经相熟 众人分开一条路之后 这位有些微胖的几芝州 卖不上前 满脸都是笑容 对着林思政拱手笑道 恭喜老爷子 林家自灵祭酒之后 又出了一个小林探花 真是我粤州的斯文福地 让人艳羡不已 林思政脸上也都是笑容 拱手环礼道 几只州太过奖了 也是小儿被勤奋 自小读书 再加上圣人恩典 才有今日之福分 一旁的山音无知县 也笑呵呵地 对林思政行礼道 我大洲开国以来 最年轻的近视 乃是瑞皇帝时期的录像 十七岁中近视 彼时 距离本朝 已经过去百多年的时间 不曾想 今日小林探花十五岁 便中近视 大仗我越州脸面 这两个越州的父母官 其实都不是越州人 但是地方官一般在什么地方任职 都会站在当地的角度说话 几只州微笑道 想来新闻坊林氏 要在天一重牌坊了 如今新闻坊门前的一处牌坊 便是当年林检中近视之后立下的 如果朝廷能因为林昭 再赐下一座牌坊 便有两重牌匾了 到时候 林氏就会成为越州绝对的第一家族 没有人能够动摇林家在越州的地位 林思政连连摇头 笑着说道 二位大人太过奖了 今日我林家喜事 二位大人以及周县的各位官长 都赏个脸面 留在庇府吃顿饭如何 几只州满脸笑容 笑着说道 吃饭肯定是要吃的 怎么也要沾沾小林探花的福气 只是我等这会儿 还得去一趟城东的冯家贺喜 冯家的那个冯素 这一次也中了进士 我越州一州便有两个进士 这一番 我们这些做父母官的 也大有光彩 越州冯家 也是越州的大家族 虽然名气比起林家略逊 但是 却是比林家有钱的 林家之所以名气大 是因为朝中有一个三平的储像 但是富裕程度 却不及很多越州的家族 之所以称林简为储像 是因为国子祭久 秘书令等几个官职 只要坐上了 便很大几率 可以入正式堂为相 有些在正式堂 挂同中书门下三平的宰相 本身还会兼着这些职位 就像林简的前任 那位长孙祭久 在任国子祭久期间 曾经两次入正式堂为相 只是后来老迈了 才辞去正式堂的差事 专心执掌国子健 林思政点头微笑 如此 老夫今晚就在待员设宴 恭候二位大人大驾光临 两个父母官笑着点头 最后又跟林清源 与林二娘夫妇俩 说了几句恭喜的话 然后便领着周县的 几个重要官员离开 坐着轿子赶往城东的冯家去了 等两个父母官走了之后 满面红光的林思政 回头看向林清源夫妇 笑容满面 老四 今天晚上 你们夫妇也去待员赴宴 老夫这就回去安排 一定办得热热闹闹的 说完这句话 老头又转身看向 附近围观的群众 开口道 诸位相亲 从明日开始 林家在新闻方办 三天流水衙门 乡亲们只要赏脸的 仅刻意来 林思政虽然无官无职 但是他是越州林市的掌房大老爷 也是林家的画室之人 在越州只要姓林 大多都得听他的安排 因此 说话极有威严 他这句话一处 一众围观的相亲 都轰然拍手叫好 场面热闹到了极点 最后 林思政要离开的时候 便干脆邀请林清源夫妇到代园去 帮忙打理晚宴的事情 林清源自然不敢违逆长辈的话 跟着林思政去了 而林二娘不喜热闹 退说自己有些头痛 便没有跟过去 林二娘是林昭的亲生母亲 她虽然是妾室出身 但是母瓶子贵 从林昭的喜报送到越州之后 她的身份便同以前不一样了 即便是林思政 也不好为难她 叮嘱了一生好好休息之后 便带着林清源 一起到代园去了 而林二娘 则是看着自家门前挂着的灯笼 满心欢喜 林思政一走 绝大多数的人 都跟着她去代园去了 林昭的家中 便没有剩下太多人 当众人 都走得差不多的时候 一对有些不起眼的中年夫妇 才提着一些东西 来到了林家家门口 林二娘一眼就认出了这对夫妇 连忙上前迎了上去 笑着说道 亲家公亲家母这就来了 今天三郎的喜报送到了 晚上家里的大伯在代园摆宴 我正准备让人去知会你们一家 一同赴宴呢 来的人 正是谢三元夫妇 此时虽然是大喜的日子 但是谢三元脸上并没有太多笑容 一旁的谢夫人 更是面带愁色 他们两个人迈步走到林二娘身边 伸手把手里的礼物 递到林二娘手里 然后谢三元脸上挤出一个笑容 拱手道 三郎得中叹花 我们夫妇特来恭喜夫人 同喜同喜 林二娘平时不太喜欢跟别人沟通 但是她却很喜欢谢淡然 连带着也很喜欢谢家一家人 此时她的眼睛都笑成了月牙 微笑道 三郎不只是我的儿子 还是谢家的女婿 也要恭喜你们二位才对 只可惜我家老爷跟着大伯 一起去代园去了 不然他也能跟亲家说说话 听到林二娘这句话 谢家夫妇对视了一眼 谢夫人微微低头 而谢三元则是深呼吸了一口气 缓缓吐出 林夫人 今时不同往日了 先前的婚约 便不作数了罢 她咬了咬牙 开口道 三郎如今今非昔比 乃是新客的炭花郎 高门大户竟可以取得 我谢家只一介商骨之家 坦然也只是书商之女 万万配不起林公子了 我夫妇这次过来 就是要与林夫人解除婚约的 说着 谢三元深呼吸了一口气 从怀中取出两年前立下的婚书 递在林二娘身边 谢某明白 这件事林家不好出面 咱们两家也算交情一场 我夫妇商量过了 便由我谢家出面退婚 这样一来 我们家不识颜面 林家这边也能说得过去 你们这是做什么 即便是以林二娘的田径性子 这会儿也忍不住大皱眉头 推荐看着眼前手捧婚书的谢三元 声音有些不悦了 当初三郎只是三元书铺的伙计 我更是林家的一介妾室 两位亲家没有看不起我们母子 把这桩婚事定了下来 如今三郎只是中了近视而已 两位亲家怎么就把我当成势力小人了呢 她咬牙道 婚事既然定了下来 我儿子亦没有龙儿没有虾 也还四肢健全 这婚事便不能退 她有些生气地说道 你们要退 我便拉你们去见官 谢夫人低着头不肯说话 谢三元对着林二娘连连作依 苦笑道 林夫人 我们绝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三郎现在前途无量 她也称我们为书神 实在不忍心担得她的虔诚 要不然 咱们再商量商量 不可能 林二娘柳眉皱起 毫不犹豫地说道 谭然这孩子 我很喜欢 不要说三郎只是中了近视 就算他做了宰相 该娶谭然也还是要娶 他要是敢做复兴之人 我以后便没有他这个儿子 说到这里 林二娘接过谢三元手中的婚书 塞回了谢夫人手里 然后她拉着谢夫人的手说道 谢家姐姐 这是孩子们的婚书 你且收好了 这桩婚事 除非是我儿子吃了傻了 不然谁都没有办法毁约 她说话极为坚决 只要我还在 不管是谁 都改不了这个婚约 谢三元眼睛微红 对着林二娘作一道 林夫人都这样说了 我夫妇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她长叹了一口气 开口道 只希望林家将来要退婚的时候 能够提前智慧我们家一生 到时候 谢某会再带着婚书过来 怎么样我这个做父亲的 也要给女儿留一些脸面 林二娘摇了摇头 有些无奈地说道 亲家公 我儿子中了近视 对咱们两家都是好事情 你回去之后 好生准备准备 今天晚上一起去带圆赴宴就是 三郎是我从小带大的 他的脾性我最为了解 他不可能做父亲之人 你们把心放进肚子里就是 谢家夫妇这才点头 把婚书收了起来 对着林二娘做一行礼之后 互相搀扶着 回家去了 林二娘亲自把他们送到了家门口 然后看着这对夫妇 渐渐远去的背影 微微摇了摇头 三元书铺坐起来之后 在去年谢家便置办了一处新宅子 距离林昭家里的院子并不远 谢老板买这座宅子的目的 一来是改善家庭环境 二来是为了将来抱外孙方便 夫妻俩离开了林家之后 一直沉默不语的谢夫人 便狠狠地看了谢三元一眼 埋怨道 早跟你说了 三郎他娘不是那样势力的人 便就你老是把人想得这么坏 非要拿着婚书过来退婚 他咬牙道 刚才林夫人要是点了头 坦然那丫头恨你一辈子 付到人家 懂个什么 谢三元瞥了自家媳妇一眼 呵呵一笑 我不来这一趟 坦然才要恨我一辈子 他一边走 一边淡淡地说道 方才咱们早到了谢家 我拉着你在门口等了许久 才进林家见人 你知道为何 谢夫人这会儿还有些生气 撇过脸去 我不想知道 因为那会儿 林青元与林家大老爷都在 谢三元眯着眼睛 缓缓说道 如果这两个人在场 咱们拿着婚书去退婚 他们八成就会硬下来 这桩婚事也就没了 但是他们走了之后 林夫人自己一个人在家 咱们再拿婚书去见他 这场婚事变成了 这个很是精明的越州商人 笑呵呵地说道 这样一来 不管是林青元 还是其他林家人 都休想动摇坦然的位置了 说到这里 他看向自己的夫人 微笑道 你呀 等着做炭花郎的岳母吧 谢夫人愣了愣 低头想了许久 还是没有完全想明白 不过他心中还有气 低哼道 就你心眼多 就你会算计 算计便算计 我又不是为了我自己 谢三元眯着眼睛 淡淡地说道 我是为了我的宝贝女儿 她能够好好的过一辈子 比什么都重要 夫妻俩说话的功夫 已经走到了谢家家门口 而谢淡然这会儿 刚好从院子里走出来 一脸焦急 看到了谢家夫妇之后 她连忙上前 开口道 爹 娘 我丢东西了 谢大小姐这会儿 都快要急得哭了 眼眶里都是泪水 你们 快帮我找一找 谢三元见状 有些无奈地 从袖子里取出那份婚书 拿在手里摇了摇 你是丢了这个 谢淡然与林昭订婚之后 婚书就一直放在她的房间里 时不时的还会拿出来翻看 今天她出门买了烫菜 回家之后便发现婚书不见了 这会儿都快要急哭了 谢淡然连忙接过这份婚书 看了看之后 脸色有些发红 低头道 阿爹你 翻我的东西做什么 还能做什么 谢三元捋了捋自己下河的胡子 摇头道 自然是去给你退婚 退婚 谢淡然瞪大了眼睛 看着自己的父亲 有些呆呆地问道 干什么要退婚 傻丫头 谢三元没有忍心在逗她 伸手摸了摸她的头 微笑道 微夫把这东西带回来 自然是没有退城了 顺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今天早上 衙门发了喜报 你那个的小夫君 精髓长科近视第三名 如今 已经是新科的炭花狼了 近视 谢淡然有些呆呆地说道 三郎中近视了 那她 是不是很快就会回越州了 这个倒是不知道 没有听林夫人提起 谢三元低头沉映了一番 开口道 不过想来 她中了近视之后 应该会回乡一趟 说到这里 她看向谢淡然 笑骂道 你这个傻丫头 还愣在这里做什么 还不换身衣裳 去向林夫人道喜 谢大老板无奈地摇了摇头 平日里去得倒是勤快 这种关键时候 却不知道去了 谢淡然文言 红着脸点了点头 然后手捧着自己的婚书 回房间换衣服去了 看到自己女儿远去的背影 谢三元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这孩子有福气 后半辈子都不愁了 谢夫人也跟着点了点头 然后突然想起了什么 叹息道 不知道今儿什么时候 也能像三郎那样 高中近视 旧他 还中近视 谢老板闷哼了一声 与其颇有些哀气不争的味道 他这辈子 能中个明经 就是咱们老谢家祖坟冒清烟了 到了晚上的时候 林家在带员设宴 宴请四方冰棚 以庆贺自家 再出一个近视极地 因为流水宴还没有正式开始 这场宴会 大概只有十几桌人 为了热闹 林家大老爷林思政 还花钱请了一些跳舞的班子 在自家带员的空地上 表演歌舞 这个时代 戏曲还在雏形阶段 没有形成 因此 这些唱歌跳舞的人 大多是烟花场上的女子 以跳舞唱曲 给达官贵人们助兴 林家 在越州足有一两千人 亲朋好友自然无数 因为时间仓促 只摆了十几桌席 不过也已经十分热闹 其中越州的支州 山鹰会计两线的主要官员 差不多悉数到场 其中 林思政与林清源 还有越州的达官贵人们 坐在一桌 林二娘与林家一些地位较高的人 以及林和林贤等坐在一桌 林二娘这个人 性格不怎么计较 坐在哪里都无所谓 让他比较不舒服的是 林清源的原配张氏 也与他坐在一桌 正在与同桌的林家人高谈阔论 每每谈及林昭 便眉飞色舞 我家三郎 乃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 自小便见着聪明 说到这里 张氏回头看了看林二娘 颇为唏嘘地说道 如今这孩子果然出息了 也不知回越州之后 还认不认得我这个大母 在座之人也或多或少地 听说了一些 林昭与代母不合的事情 当即开口安慰道 四嫂放心 不管怎么说 你都是三郎的嫡母 她不会记不得你的 再说了 这人扭头看向林二娘 笑着说道 你家里的妹妹 也会帮你说说话不是 张氏闻言 脸上立刻挤出一个笑容 这话不错 等三郎回来了 还得靠妹妹做终 解了我与她之间的嫌隙才是 林二娘虽然不惜与人争斗 但是她自小读书 又经历了这么多苦难 自然能够看得清楚 张氏心中所想 她微微摇头 叹了口气 招而性格有些执拗 等她回越州再说吧 下午她寄回越州的书信 也已经到了 约莫再有两三天时间 她应该就能到家了 因为礼部的喜报走的是官邑 而且这东西一般都送得比较快 所以喜报虽然与林昭的书信 差不多一起离开长安 但是却比林昭的书信早到了半天 这还是因为林昭的姓 是林简帮她寄出去的 也是走的官邑 不然可能林昭人都已经回到越州了 她的书信都不一定能到 听到这句话 张氏明显有些心虚了 她看了林二娘一眼 有些畏缩地说道 妹妹 为了林家的体面 也为了三郎自己的体面 你可要帮姐姐劝劝她才是 张氏这个人虽然尖刻 但是这句话却说得不错 她是林昭的嫡母 为了越州林氏的体面 以及小林探花自己的体面 林昭都不能跟她闹得太僵 林二娘微微叹了口气 点头道 姐姐放心 她回越州之后 我自然让她与姐姐好好说话 听到这里 张氏尝出了一口气 脸上立刻露出笑容 如此 我便放心了 咱们终归是一家人 三郎现在发达了 她的两个哥哥 以后多少也能帮帮她 张氏有些胖胖的脸上 笑得极为开心 毕竟不管怎么说 一家人总归是不会害她 要比外人信不过 代言宴会进行到一大半的时候 一个林家的下人 走到了林四郑面前 弯下身子说了几句话 林四郑微微点头 开口道 把 那两个孩子请进来 让他们到这一桌来 吃些东西 林四郑这一桌上 一共做了新好新好个人 除却林青园之外 其他的都是越州城里的达官贵人 其中包括越州的支州 以及两个县的支县都在列 可以说是越州城里的权力巅峰 即便是林四郑的两个儿子 也没有能坐在这一桌上 听到林四郑的话之后 一旁的几只州有些好奇 笑着问道 老太爷 是谁来了 家里的两个孙辈 从外面 回家住一段时间 林大老爷端起酒杯 敬了几只州一杯 笑道 让支州见笑了 几只州与林四郑碰了一杯 笑道 想来是老太爷很喜欢的孙辈 不然也不能与老太爷同桌用席 我倒要看看 又是什么年轻俊杰 统共只见过几面 喜欢是喜欢的 谈不上特别喜欢 林四郑放下酒杯 淡淡地笑道 是老七的两个儿子 没有怎么在越州待过 老七特意把他们送回越州 住一段时间 沾一沾越州的水土 也学一学越州话 说到这里 老太爷抱怨道 这两个孩子 上一次回越州祭祖的时候 竟连家乡话也不会说了 满口长安话 听起来别扭得很 听到这番话 几只州以及两个支县 都微微色变 林家的老七是谁 他们再熟悉不过了 大家好 我们公众号每天都会发现金 点币红包 只要关注就可以领取 年末最后一次福利 请大家抓住机会 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国子祭九 长安城的大宗师林简 林元达 如果说前年在越州 读书的元达公 还只是一个近视极地的 读书人而已 但是如今官具三品 高座长安城的林元达 对于这些地方官来说 就是天一样的存在 济之州微微吐出一口气 原来是大宗师的公子 回越州来了 这倒是要见一见的 几个人正在说话的功夫 两个年轻人 便在几个林家下人的带领下 来到了林四正面前 他们一前一后 会在林四正面前 叩首道 侄孙林末 叩见大伯祖 侄孙林湛 叩见大伯祖 即便是林家的大老爷林四正 这会儿也亲自站了起来 把这两个孩子 从地上扶了起来 认认真真的打量了一遍 长子林末 今年已经17岁了 经过了恒州仪式之后 本就话不多的林末 现在看起来更为沉稳 跟个二三十岁的成年人一般 而林二少林湛 就要跳脱许多 眼珠子乱转 打量着带园里的这些人 好孩子 好孩子 林四正拍了拍两个侄孙的肩膀 然后拉着他们 介绍同桌的这些人物 介绍到越州之州 与两线之线的时候 林末兄弟 也只是拱手行礼 几个官员 还要向这两个大宗师的公子 忙不迭地拱手环礼 当介绍到林清源的时候 林末兄弟对视了一眼 很干脆地跪在了地上 侄儿见过四伯 林清源一时愣了 手忙脚乱地 把这两兄的扶了起来 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林末起身之后 仍旧对着林清源躬身 声音恭敬 去年年关的时候 若非三郎搭救 侄儿现在恐怕早已经死了 侄儿多谢四伯 两兄弟给林清源磕了头之后 又转头问了问林四正 找到了林二娘所在的桌子 迈步走过去之后 二话不说 扑通一声会在了地上 林末拜见伯母 林湛拜见伯母 林二娘虽然诧异 但是还是起身 把这两兄弟扶了起来 然后扭头看向 跟过来的林清源 询问他们的身份 而一旁的张氏 看到这个画面 脸色铁青 气得浑身发抖 因为无论如何 这个伯母也应该是他 而不是林二娘